开仙寺 位于江西新子县西8.6公里处之庐山南路 系南唐里中主所创 山后有龟背、鹤鸣、双剑、香炉、黄石炎等其封相连 其间,北有马尾水、南有瀑布泉 为庐山诸寺中最幽穗之地 宋代时,云门之门下清要曾铸此 同门至济之地子赵济之 太平新国二年977 赵改名为开仙华藏寺 仁宗时,善仙开法席,其门特显 门人佛印了元臣其席、后至寻、行鹰等云门诸得相继助之 明代天顺初年恢复旧明 康熙四十六年,一千七百零七、四、秀丰四、匾额 其侧衙有黄山谷之七佛记、王阳明记公之碑石 西侧西盘有五重之小石塔 门外有阴客之观音像巨碑 向之相好颇能现世宋代风格 禅林森宝传卷二十九 五灯会员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 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 第八六七、第八七零 知纳佛教史记评解卷二 P5306 开波尔爱口 Kabar或Kabar Pass 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苏里曼山区与阿富汗交界处 距其东南支白夏瓦 Peshwar数十公里 自古即为中亚与印度间重要通道之一 入印度者多言库纳河、Kunat 北上进入爱口 早期移民印度之亚利安人 入侵印度之希腊亚利山大大帝 及我国入印度求法之僧众等多经由此爱口 而阿育王派遣往西方弘扬佛法之僧众 亦多由此而出 第一次阿富汗战争 1838、1842后 英军屡次由此侵略巴基斯坦 现今有铁路通过爱口 达于边镇兰地寇拓 Landy Codal 于爱口附近上存有 阿育王时代之佛教遗迹 如卡贝尔寇特 Covercott 须普拉什豆帕 须普拉什豆帕等 P5306 开拉沙山 凯拉沙山 范名Kelsa 巴黎名Kelsa Pavata 传说中位于喜马拉雅山北之林山 据叙世诗罗摩耶纳 P5306 P5306 之记载 于此山中 有一马纳萨湖 P5306 P5306 沙拉幽河 P5306 自此湖流出后 环抱无斗尘 P5306 而流入恒河 自古印度文学 每叙述该山之壮丽 马明 范AvaoA 之佛所行赞 范Buddha Karita 二十一 异云 月光照射四方 亦如开拉沙山之光辉 据经集囑 巴斯特尼布Taa Hakus P223 之记载 此山为喜马拉雅山五峰之一 阿拉皮加叶叉 范Lvica 左族置于马索西拉塔拉山 范Messisilat La 右族则置于相聚六十游巡之此山山顶 P5306 开枕 禅灵用语 右称开贝安枕 位打开请聚就请 起床则称桥枕 以其使用木制之枕 故称桥 右开枕中 细禅门于初更五点 午后时时 稍后 手游 陈思 报告时刻 记游 唐行 于唐前敲板三通 中思 随后及明中十八身 以报作禅中了 此十八想中身 称开枕中 十八中 定中 初夜中 赤修百账 轻规卷下大众张日用 鬼犯条 P5307 开禁显远 即开除执着于佛陀加耶成道之佛 未尽臣之佛 而显是九远时臣之本佛 即法华本门之开显 此系天台宗 对于法华经所作判世之语 于法华经二十八品中 前十四品 景明时界皆臣佛 未说是尊位九远时臣之佛 此垂是现之化仪 称为门 四余后十四品 本门中 未能说之是尊 自五百亿臣典节之前已臣佛 亦即开除以佛陀加耶成道之佛 未尽臣之佛的执着 而显是九远时臣之本地本佛 故称开显本 然佛身缘无本二身之别 当初对于垂佛身之情之 门之世尊及本地九远之世尊 此称开境显远 故开境显远乃旧时而言 其亦即显本本 法华经卷五如来寿亮品 法华经玄义卷十下 法华经义记卷一 法华玄论卷一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开显本 五千三百零八 开显 五千三百十六 批五千三百零七 开门节 被我国云南蓝苍江下游 带族 屈小 成佛教最盛大之境居 胆斋 节日 带语 圆称好瓦萨 戴历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期间为关门节 关门节结束 即称开门节 每逢此节日 信徒与一般群众盛装 以食物 鲜花 银币等见佛 除静 住静齐 结帅 借以祈福 迎接丰收 批五千三百零七 开释 禅灵用语 语入世同意 即师家开释 允许大众入世 语入世从修行者立场说 埃世则从诗家方面说 禅灵向器尖锤士门 批五千三百零七 开封铁塔 位于河南开封城东北甘路四侧 铁园称 为灵感塔 于宋代仁宗庆历四年 一千零四十四 毁于火灾 其后 著名建筑家于浩以西色琉璃重建 称为琉璃塔 塔高三十二公尺 八十三层 由于琉璃颜色似铁 故称铁塔 铁塔之琉璃砖每块皆可有飞天 作佛 利森 龙凤 麒麟等各种细致花文 每不胜收 开封铁塔乃成为开封城之标志 P5307 P5307 开封 禅铁用语 开封是入狱之位 巨赤 巨赤修百丈 轻规卷下两续章两续投手 挑载 凡玉开玉 摘前挂开玉牌 含月每五日一玉 蜀天每日喜玉 闻开玉之谷 众僧先入狱 后乃之事即助持 后事则逆转此顺序 佛智有水汤玉 热气玉二种 禅宗则以温汤沐浴 入狱之法 古时多位玉槽外及汤水沐浴之即汤式 后位全身入狱槽内沐浴之入汤式 入狱时应竞速竞效语 入狱之前向拔陀婆罗向烧香 唱 大八二七七六下 若喜足时 当愿众生 聚足神力 喜玉身体 当愿众生 身心无垢 内外光洁 按拔折罗脑加扎沙喝 知记咒七辩 禅怨清规卷四狱主 禅灵备用清规卷七之狱 卷十日用记章 批五千三百零八 开险本 又作发险本 此系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判世之语 天台大师志已说明法华经指去之时 为法华经有本二门之开险 其本门之开险 就佛身而言 乃开险本 即开除以示尊位加耶静成垂世现之全佛之情直 以显示九远时臣之本地本佛 法华经玄一卷七下 大三三七七三上 开中佛戒时如 显出本中佛戒时如 位于门开下九戒之全以显佛戒之时 故于本门显示佛戒之本有九远 令了之门所说 而明诸佛之本地 法华经卷五如来寿亮品 法华文句卷九下 法华玄论卷一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开进险远 五千三百零七 开险 五千三百一十六 批五千三百零八 开启 宜幼座起见 执法会仪式开始 赤修百账清规卷上助黎章圣节条 大四八一一一三中 某月某日清玉天寿圣节 某四玉于某月某日 起见金刚无量寿道场 一月日逐日伦森上殿 批月经文 京城开启 二又坐开白 起白 表白 急于法会或修法之时 在本尊面前 告白所将举行法会之指去 祈愿事项 祈献等之仪式做法 一指法会之首日 于日本 特重此类仪式 然多称为开白 而与 结怨 相对称 批五千三百零八 开黄三宝路 请参阅长房路或利贷三宝季 开黄路 请参阅长房路或利贷三宝季 开机 创建寺院称开机 又以财务支持寺院开创之仁义称开机 开机长与开山互用 批五千三百零九 开堂 禅灵用语 原为古代易经院之仪式 每年圣诞 皇帝生日 日 必易新经上境 以助圣寿 前两月时 诸官皆会及以官翻译 又于前一月 易经史 润文官再度会及 以新经上境 均称开堂 其后 转指新任命之助持 于入院之时 开法堂宣说大法 此为禅杀之重要行事 其时 亦祈祷国太明安 圣寿无疆 故意称开堂祝寿 开堂祝圣 开堂 开堂之仪式 先礼请得十卓月之森 一人认白追师 迎至法座东丹之上尉 侍卫 召见开堂之师 官员等则对面而坐 其次隐隐住持 先成功文 举法与弊 为纳宣读诸书 其后住持乃举手之法座 宣说法语 又登座粘香祝圣 帝师及官员等一一一粘香壁 白追师明追一下云 万序一一三 一八下 法言龙向众 当官第一亿 住持乃提示宗刚 致谢官员 朱山等 白追师傅明追唱 帝官法王法 法王法如是 其后住持以主杖拙的一下 开始问话 问答折针 问答必 仪式即可结束 又 开堂和尚 为我国传戒法会中重要执事之一 有关戒子之受戒遗规 生活里遗规矩等 皆由开堂和尚教导 祖庭式院卷八 赤修百账清规卷上 住持张入院开堂 住寿条 禅陵像契奸从鬼门 P5309 开账 将佛像 祖师像之为账皆开 公信徒礼拜 称为开账 幼座起刊 开飞 起账 我国唐代极有开账之力 后行于日本 日本一般寺院之佛像并不公开 需逢三 七 十 十二 二十 三十三 五十 六十年之周期日举行法会时 使开账工人参拜 幼佛菩萨被引往外地出寻之风上 称为出开账 日本善光寺古来即以此形式闻名 资质通箭卷二四零 孝金楼曼比卷四 三阳杂技卷三 P5309 开眼公养 幼座开光明 开光 开眼 开明 开佛眼目时所行之仪式 即新佛像 佛化完成 而预置于佛堂时 所举行替佛像开眼之仪式 经过此仪式 佛像之神圣性乃被人接受 行持鬼犯卷二相塔 开眼公养法 蝉铃相器 尖锤说门 说法明眼论 开眼评 P5309 开善寺 一位于南京市朝阳门外之中山 梁天坚十三年 五百一十四 宝至世纪 五帝照有私葬于此的 并于其上建塔五极 帝清陵至殿 呼于云间建大事 乃未知历寺 令其弟子至葬居之 是未开善寺 南朝臣时 致远亦曾居此 致唐代甘福年中奉赤改称宝公愿 宋代开宝年中 更豪开善到场 太平新国五年 九百八十 与中山诸沙 合称太平新国寺 该寺则为其中之一之愿 而废其四名 梁高僧传卷十 旭高僧传卷五 卷十六 金陵范沙至卷三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二位于广东朝阳 俗称林山寺 唐代元和年中 大颠禅师居之 明文四方 韩玉网访 叩问禅法 赞叹不已 刘一而别 今有刘一堂 三位于台湾苗栗南庄香 由陈荣盛等信众 发起筹建于民国十七年 一千九百二十八 为师头山寺院群之一 与劝化堂 辅天公和称三绝 寺内珍藏自缅殿请回之二 持玉佛一尊 皎洁金银 被视为正寺之宝 该寺自六十五年开始 重修大殿 并扩增了舍 寺官患然一新 P5309 开会 开 开除 会 会入 开除声闻 原觉 菩萨三圣之方便教 而归入真实之一成教法 称为开会 此系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判世之语 开会有法 开会语 人 开会二种 在理论上 一切教法皆为一致 此称法开会 依此而言 实际上没有声闻 原觉 菩萨之区别 凡人均能成佛 称为人开会 五十说法中第四番若实 仅是法开会 第五法华涅槃时才明示人 法二开会 于人开会中 有开小善 会大善之同类开会 与开二 会善之一类开会 前者为种类开会 后者为敌对开会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法华经玄义卷九下 法华经义记卷一 卷二 卷三 台宗二百提卷十三 参阅 开废会 五千三百一十一 开显 五千三百一十六 会三归一 五千四百七十四 批五千三百一十 开经 易于本经之前 先例叙说 即称开经 而于本经之后 总括要只作为结论 称为结经 开经 结经 并称为开结 如法华经之开经 乃至无量一经 结经则指观谱贤经 著无量一经卷一二 翻开经文 称为开经 又称开提 开轴 读诵经文之前 一般先畅念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经见文的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此祭即称开经 即 批五千三百一十 开婚 依五婚九肉 虽为佛子所进食 然如患病 则许全便食用 称为开婚 十送绿卷二十六 摩赫森指绿卷三十二 四分绿卷四十二 二如素者开始改食婚新之食 称为开婚 又称开斋 然古称解宿 开宿 不称开婚 批五千三百一十 开福寺 一位于陕西西安 唐代征官十九年 六百四十五 因设华盐宗出祖渡顺之木塔 而建华盐寺 明代改称精明 家境年间遭天灾 万历年间重修 华盐寺最初位于城外神和园 据明代赵所传 仿古游记 未记录杜顺之传记 杜顺和上行祭碑 位于城内之开福寺 雍州今时至一祭数 该碑存于开福寺 准次 则华盐寺自城外被一剑城内 当可由此推定 为一剑之时其不明 二位于湖南长沙 五代石楚王马英所建 其子马西范佑建惠春圆等 P5310 开福道宁禅诗语录 凡二卷 宋代森开福道宁传 月眼善果边 全称坛周开福禅寺第十九代宁和尚语录 幼称坛周开福报祠禅寺 道宁诗语录 开福宁和尚语录 收于万续藏第一二灵册 吉录开堂敬愿念香法语 上堂 小餐 锤士 祭诵 仪戒等 并语卷首 卷末妇陆续 书等文 宋孝宗淳熙六年 一千一百七十九 仲刊 P5311 开福宁和尚语录 请参阅开福道宁禅诗语录 开众 一千九百一十二 台湾高雄人 俗姓李 民国五十一年 一千九百六十二 一龙道法师出家 同年于旧超丰四寿俱族界 五十七年随中华佛教访问团赴日本访问 归来后 发愿将所住持之义勇寺建成佛教弘法道场和观光圣地 师在俗时 曾活跃于高雄妇女界、金融界、生育着险 一永四位于高雄市三明区 四的游兰清泰居室所捐赠 四前三面环水 清晰如带 直通爱河 绿柳翠竹 家岸而生 兼以古墓果树 清幽雅境 四圆井茅屋树间 开山住持开镇法师 应在外讲学 曾赞由郭玛居士代管、厚经公益 聘请开种法师住持 法师进山后 精心薄化、兴建疗房、殿堂 四境有高约15公尺之观音圣像 并伴有幼稚圆医所 P5311 开废巨石 天台宗已开源 全同时而无前后之分 称为开废巨石 此系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判世之语 盖天台宗为名法华开显之旨 遂旧妙法莲华经提号之莲华二字 开立本 门三域及门三域 开废巨石 亦云及从门开会之三域而来 所谓门三域 及 一、未连固华 比喻未实施权 二、华开连线 比喻权显 十 三、华若连本 比喻废权利时 此三域中 第二之华开连线与第三之华落连成 若依连华开夫之事时 则华开华落必有前后 即先开而后落 然旧教法会入而言 则开权 废权系巨石而无先后 要知 开权显石系旧教法之体 废权利时则旧化导致用而说 二者皆开显出全教之法 亦即是真实教法之意 此即全食义体妙法 故已开废巨石义与世显其义 参阅 莲华三域 六千一百四十八 批五千三百一十一 开会 指法华经之 本二门 开会之三意 此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判世之语 乃天台大师至以旧佛陀之 教说 即 佛生 问题 舆论及 真实 与 方便 之关系时所解之三种概念 法华经前指 十四品门 产明开权显石 废权利时 会三归一之指 以示说一切亦佛成之理 后十四品本门 产明开显本 废显本 会归本之指 以示说久远本佛之事 开 开除 亦未除全教 门 废 废舍 亦未舍全教 门 会 会入 亦止融会全教及门诸行 使之归入时教及本门 上纪之开全显石 开显本系就教法之体而言 废权利时 废显本系 旧化导致用而言 会三归一 会显本则就所修之行而论 法华经之前半部针对教法 说明全教 指法华经以前诸经所说之方便教 与真实教 指法华经 之关系 曰 教 之本体而言 开全显石 即对于实教 法华经 而言 全教乃方便教 开除全教之执着即可献出真实教法 曰引导众生之方便而言废权利时 既已开除全教之执着即可进入真实 则无全教之必要 故称废权利时 由实践修行方面而言会三归一 即身文 原觉 菩萨等三圣 皆可会入一尘而成佛 法华本门针对佛身 亦可以开显本 废显本 会归本来阐明全十一体之妙法 又法华经玄一卷九下 为阐释法华经之利用 与本二门各立十重 门十重 即破三显一 废三显一 开三显一 会三显一 住一显一 住三显一 住非三非一显一 复三显一 住三用一 住一用三 此时众亦可与门十妙 至说法 静 行 成 感应 神通 为眷属 利益相配当 本门十重 即 破显本 废显本 开显本 会显本 住本显本 住显本 住显本 住非非本显本 覆显本 住用本 住本用 此时众亦可与本门十妙 本音妙 说法妙 本国妙 本国图妙 本感应妙 本神通妙 本寿命妙 本眷属妙 本涅槃妙 本利益妙 相配当 此外 本二门之十众亦可与四西坛 为人西坛 对治西坛 世界西坛 第一亿西坛 相配当 其配当之情形均享载于法华经悬议 天台宗并未开显法华之旨 旧法华经之经提莲华各立本门 门三玉 以莲华之花 果同时 玉全十一体之妙法 称为莲华三玉 若旧开 废之关系 以言莲华三玉 花开则将结实 此称开 花落果实则熟 此称废 如此以开胃先 废位后 若立于理之观点而言 全集十 故开废乃同时存在 此集为开废巨十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卷四法师品 法华经玄义卷五上 卷七下 法华玄义是千卷一 法华经义记卷一至卷三 法华文句卷三上 卷三下 卷四上 卷四下 法华玄论卷二 卷四 卷五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开废巨十 五千三百一十一 联华三 联华三玉 六千一百四十八 P五千三百一十一 《开废巨十二十十二十一堂》 开孟华王如来 販名《S.A.C.C.M.D.R.G.A.》 《Toskata》 《英译三句苏米多·罗扰达他多》 又称为梭罗树王华开夫佛,开夫华佛,华开夫佛。 乃密教胎藏界曼陀罗中台八叶愿南方之如来。 助于离构三昧,以菩提心种子,常养大悲万行,成就辩绝万得开夫,故称开夫华王如来。 其形象,全身成金色,普放光明,通肩披袈裟,右手仰掌向外,指端垂下,左手执袈裟之脚,置于其侧。 密号平等金刚。 种子位,哎。 三昧耶行为五股金刚处。 真言位,朗莫三万多亩陀南宗沙赫。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大皮卢遮纳金广大仪轨卷上,大日经书卷四,批五千三百一十三。 开遮,即开语遮。 开,许可知意,遮,禁止知意。 又作开至,遮开。 未戒律用语。 即于戒律中,时或开许,时或遮止。 小臣戒之戒法教言,并无开许,大臣戒法则本慈悲愿行,与活用戒法之精神,时有开许,称为开遮持饭,为大臣戒之特征。 如安住戒律一知菩萨,见到贼欲杀害众生,造无建业,不忍此恶贼死后受大苦,以此闽心,断笔性命,此即开杀戒。 愚家师的论卷四十一,泛网菩萨戒本书卷一,四分律形式抄卷中,参阅,持饭,3816,批5313。 开坛,为开曼陀罗坛,行传法灌顶。 而自开道场,受弟子灌顶之师,称为开坛阿舌黎,开坛者。 P5313 开道一,为心,心所产生作用时,所需依靠的三种源之一。 戏法相综讨论有关心与心所彼此间依存的关系时所立之名相。 又称开闭法,开道根,等无间缘一,犯三门南特拉,Pratyaya,等无间一。 心,又作心王,即精神作用之主体,如眼时,耳时乃至阿赖耶时等八时即是心王,心所, 即附属于心王并与之相应而起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现象,如作意、受、想乃至愤、恨、疾、千等六类五十亿种精神作用皆属心所。 无人之心时作用,念念相续,无有间隔,前一念灭泄时,后一念随即生起, 且与此前后念生灭之间具有密切的互以关系, 即前一念之心王成为后一念之心王,心所生起时所需依靠之条件因缘。 是之前一念之心王与灭泄之同时,即避开其限行为, 复引导后念之心王,心所,故称开导一。 又以前念具有资助,生长后念心王,心所之功能,故有开导根之称。 复以前后念生灭之计,历然相望,紧密相接,而无有间断, 故称等无间缘一。 前念之心王开导,隐身后念之心王,心所, 其间有关同一类之隐身关系,自印度之时即有南陀, 安慧,护法等论师各持不同之见解。 所谓同一类之隐身关系,即于八十心王中, 某一时之心王能否隐身与之同类或异类之心王。 一、南陀认为眼、耳、鼻、舌、身等前五时必由第六意识所隐身, 而第六时自身既能前后相续, 负能隐身前五时,故第六时乃六时中之开导一。 第七末那时及第八阿赖耶时仅能自类相续, 而无法隐身其他诸实。 二、安慧之主张, 为第六时以自类及第七, 第八两时未开导一, 第七时以自类及第六时未开导一, 第八时以自类及第六, 第七两时未开导一。 以上二师之见解虽有出入, 然皆同一一类之心王可以互为开导一。 三、护法则持相反看法, 为八十之心王陷于各自不痛之类, 一类之心王无法互为开导一, 唯有相同之心王能生灭相续五简。 成为十论卷四, 成为十论数记卷五本, 成为十论了一灯卷四末, 批五千三百一十三。 开净,开,开绝,开放二亿, 净,净税,净律,坐禅,二亿。 一、开绝净税。 禅凌晨朝明板, 催促森重起床。 有大小开净之分, 小开净又称开小净, 于五根四点之后, 明库前之板, 此时行者先起床。 大开净又称开大净, 于五根五点之后, 库前及诸堂之板齐名, 令全四只大众起床。 二、开放净律。 禅家庭只坐禅, 或于客送, 周饭, 听讲, 普请时, 听许散动, 相对于止境, 而称此时未开净。 报开净时, 明开净板。 此开净亦有大小之分, 大开净细旧朝课, 周饭, 晚课及卧丹时所称。 小开净, 止止境中之小修器。 右开净所用之即打法器即即打方式, 各宗派皆不同。 赤修百丈轻规卷下大众章, 禅灵象器兼备器门, 参阅, 止境, 1476, 批5314。 开题, 亦解释经论之题而说明该经之纲要者, 称为开题。 如大日经开题, 金刚经开题等。 与玄谈, 玄义之意相同。 又重新书写经文而加以供养奖赞, 称为开题供养。 二番开经文。 参阅, 开经, 5310, 批5314。 开阵, 1925, 台湾高雄人, 俗姓黄。 年26, 李高雄元亨寺永达和尚出家。 月二年, 于台南县白河大仙寺受聚足解。 为九级代师主持元亨寺, 并开创意永寺。 民国四十四年, 1955, 赴新竹师头山海慧安, 台湾律学研究院, 清智白圣法师研习律学吉冷研诸经。 师热心于道场之开创和诊建, 所开创或诊建红化之道场, 除前述者外, 另有观音寺, 高雄红法寺, 前阵念佛会, 西甲念佛会, 嘉东念佛会, 台南庙新寺, 开山者为新觉法师, 台东金龙山紫云寺。 目前部分道场已交由弟子传道、 传校、 传灯等法师负责。 师幼致力于红法事业, 先后创办佛学研究班, 侨仁中学, 后更名为能人工商, 慈恩幼稚园, 慈恩图书馆, 慈恩出版社, 慈恩中医诊所, 慈恩儿童之家等。 师目前并担任高雄生命县协会常务理事, 台东佛知会理事常, 高雄佛教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批5314 开宝寺, 位于河南开封。 寺建于北齐天宝十年, 五十九。 初独居寺。 唐代开元十七年, 七百二十九, 玄宗东游至此, 改名封禅寺。 北宋太祖开宝三年, 九百七十, 赴改经名, 他宗端拱年间于内建, 塔。 金寺已飞。 开封之右国寺, 铁塔寺, 当时即为开宝寺之东院。 批5315 开炉, 古代禅宗寺院未防海, 于历时, 一日开启疗防暖炉, 称为开炉, 该日即称开炉日, 开炉节。 至此年英历二月一日关闭, 称为闭炉。 开炉之日, 住持上堂说法, 恩惟开炉上堂。 禅院规矩, 四圣事者如, 如头之堂, 批5315 开掘, 开发掘之之义, 以及开发自己本具之佛性, 以政务法之本源。 八十华晶卷, 批5315 开拳显时, 开除拳教之执着, 显示真实之义。 开, 含开除, 开发, 开拓等义, 开除乃除全职, 开发由内积月纯属而托职, 开拓乃全及时而广起之义。 即开除三圣之全辨, 显示亦成真实之义。 此系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判世之义。 为法华经以前之诸经应为 轴之根而受着, 为全辨之法, 时欲引众深入真实之教, 以全辨之法显真实之义, 故称开拳显时。 然全实本不义, 若开除此执着, 则全实不二, 去归一佛臣之真义。 以上系就法华经前半部门之话义而说。 而后半部本门话义之, 开显本, 亦称开全显时, 即破除全之执着, 显示本门之实义。 若就法华经全经而言, 前十四品未开三显一后十四品未开静显远之说, 即前半部开除三圣教之方便, 显示一成教之真实, 后半部开除垂之静佛, 显示本地之实佛, 而此二十八品总归于开全显时。 又开三显一系就, 人、 机、 而论, 相对于此, 开全显时乃针对, 礼、 教、 家乙阐事。 法华经旋一卷五上, 法华文句记卷八之三, 天台四交一集注卷上, 法华旋论卷三, 卷五,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开三显一, 五千两百九十八, 开净显远, 五千三百零七, 批五千三百一十五。 开显, 开, 开除之义, 即开除执着, 显, 显示之义, 即显示真义。 此系天台宗对于法华经所作判世之语。 关于法华开显之思想, 于大制度论, 法华论等印度诸诗之术作中并未全名, 而我国则早于东晋竹法旷即唱法华, 会三归一之指, 即之有纠摩罗时, 即藏, 森兆, 法云等续唱此译。 天台大师至乙则基于上述诸诗之思想, 更唱、方便、即、真实, 而成完整之法华开显思想体系。 天台宗主张, 佛陀讲法华经前所说之一切经, 均非真实之教法, 未开显, 至法华经时, 使显示真实之教法。 天台宗并针对法华经, 就教法与佛身, 分立开全显时, 开三显一, 开显本, 开静显远等。 另一法华经悬一之说, 法华经有本, 二门之开显, 即, 一,门之开显, 细旧教法而言, 即法华经前十四品位开全显时, 开三显一。 因有人不知法华经以前之全教仅为导入真实之方便, 而执着于身闻, 原觉, 菩萨三圣之教, 未开除此执着, 故名是三圣乃方便之话道, 以显示唯一真实之一臣实教, 并说明方便即真实, 故皆是三圣皆归于一臣之理。 二, 本门之开显, 即法华经后十四品位开显本, 开静显远。 细旧释迦牟尼佛之佛身而言, 为了开除执着于佛陀加耶菩提树下成道之佛为尽臣之佛, 而明是其乃为现行垂, 显示其为九远十臣之佛。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卷四法师品, 卷五如来寿量品, 法华经玄义卷一上序, 卷九下, 法华玄义是千卷一, 法华经义记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八, 法华玄论卷二, 卷四, 卷五,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开废会五千三百一十一, 批五千三百一十六。 贤不贤, 只有贤与无贤修习佛道之两种境地。 贤又易坐有侠, 即有贤侠可修行佛道之处, 如人道, 不贤又易坐无贤, 无侠, 即无侠修行佛道之处, 只身于八南之处, 即身地狱, 恶鬼, 畜生, 长寿天, 北欲丹月, 盲龙英雅, 世智汴聪, 佛前佛后等, 盖此八处由于业力所致, 或太苦, 或太乐, 故不易修持。 无量寿经卷上, 说无构称经卷二, 无量寿经义书卷上, 慧远, 慧灵因义卷十八, 参阅, 八南, 三百一十八, 批五千三百一十六。 贤古寺, 位于河南登峰县西北之少世山, 乃三论学者道权之驻地。 梁武帝时, 高丽道朗常至此洪传三论, 武帝甄选学徒十人从其学, 唯独道权有成就。 道权出指贤古寺, 后遗苏州虎丘山。 批五千三百一十六。 贤供养, 只无真实心之供养。 即以福报为目的, 纯为利己之供养。 批五千三百一十六。 贤沉静, 禅灵用语。 只无意义, 无价值之外在诸条件, 有止不用之文字, 言语。 承静之, 静, 指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知对象六静, 色身相畏触法, 以其有染污心之性质, 故称承静。 前述之文字配以色承静, 言语配以身承静。 灵记录示众, 大四七, 四九九上, 如今学道人且要自信, 莫向外密, 总上他嫌沉静, 都不辨邪正, 知如有祖有佛, 皆是交中式, 批五千三百一十六。 尖色, 指中尖色。 即非, 红, 紫, 绿, 黄等五尖色。 细青, 黄, 赤, 白, 黑等五正色之对称。 又五尖色之外有青, 黑, 木蓝三种坏色, 亦称尖色, 此乃夹沙之长色。 五正, 五尖色皆不可谓夹沙。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继卷下一之一, 批五千三百一十七。 尖色符, 夹沙之别名。 又称黎尘符, 断六尘固, 消瘦符, 断烦恼固, 莲华符, 黎染者固。 夹沙如法之色有三, 一黑色, 即滋色, 为黑泥之色。 二青色, 即铜青色。 三木蓝色, 即果实之染色, 印度称为干驼色, 日本称为香染。 此三种坏色亦称尖色, 故夹沙称尖色符。 染此尖色, 非纸飞, 红, 紫, 绿, 黄等五尖色。 参阅, 夹沙, 四千七百八十四, 批五千三百一十七。 剑格, 为根本烦恼之以名。 为格诸法平等之理而执着差别之妄念。 由此差别之妄念而起贪甜等烦恼, 造诸恶业, 轮回于生死。 盖一切生死根本皆在一念之间格, 此妄情乃凡夫之自信, 无始以来即相续不断, 故称无始见格。 菩提心论, 大三二, 五七四下, 既破人法二执, 虽能正见真实之志, 或未无始见格, 未能正于如来一切致志。 便或指南卷二, 参阅, 或, 四千九百四十三, 批五千三百一十七。 监错天, 为密教胎藏借曼图罗外金刚部南方第十七位之天明。 二十八秀中之张素, 范皮尔夫, 法尔根。 此天在因为, 降祸于小男女, 或使之致死。 由胎藏大日之家持, 摄取于曼图罗会中, 为曼图罗外护之一尊。 此尊之形象, 据胎藏献图之描绘, 成肉色菩萨像, 树佑掌, 驱石, 钟, 无名三指, 左手至其侧, 持莲花, 莲上有珠, 树佑西, 交角而坐。 胎藏旧图像, 则坐左手持青莲花, 树佑肘养全书小指, 半家坐于原座。 其种滋味, 咪。 硬气用二十八秀总印。 真言味, 归命布鲁夫发鲁球拿, 皮瑞佛凤娜, 纳其插多罗, 纳ケイトラ, 素, 缩附荷, SVH, 或二十八秀总咒。 素药精, 诸说不同计卷食, P5317。 随天台智者大师别传, 请参阅智者大师别传。 随文帝, 为随代开国君主。 信仰, 民间。 小字那罗言。 开黄元年, 581, 至仁寿四年, 604, 在位。 地独性佛法, 除非至北周知悔佛令, 广见四塔外, 并设置僧观, 广开一经馆, 又从法经律师受菩萨界, 每日礼佛送北。 即位不久, 即于五月建造佛寺。 开黄二年, 营造大新城, 同时一见大新善四级玄斗观, 作为佛, 到二教之研究中心。 开黄三年, 修复北周废毁之寺院。 四年, 于香州、 隋州、 江陵、 敬阳广建佛寺, 并鼓励人民立寺出家。 仁寿年间, 601、 604, 于全国诸州建立110亿所设立塔。 于僧官方面, 大新善四位随代唯一之国策寺院, 故负责教团统治事务之招玄寺僧官, 多数由大新善四支助僧担任。 开黄十二年, 设置二十五高僧之教化团体, 称为二十五众。 开黄十七年, 帝幼赤历五众, 大论、 讲论、 讲律、 涅槃、 十的, 众主义多由大新善四四僧担任。 幼赵命那连体耶舍, 皮尼多流之, 蛇那绝多, 达摩及多等人, 致力于一经及经禄之编转。 开黄十四年, 赤命法经等转众经目录七卷。 人寿二年, 赤命大新善四大德, 翻经沙门及学士等, 编撰重经目录五卷。 由于地之倡导, 随代佛教迅速, 新龙, 总计文帝在位期间, 杜森尼执三文人, 剑四三七九二所, 写经四十六部, 一三二八一六卷, 整理经典三八五三部, 造相一零六五八零座, 修制故相一五零八九四零座。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辩证论卷三, 唐高森传十, 广宏明集卷二十八, P五歼三百一十七。 随帝, 代帝, 代皇帝, 信扬, 明广, 义明英, 小字阿, 为文帝之次子, 是文帝而解。 大一元年至十二年, 六百零日, 六百一十七, 在位。 开皇十年, 五百九十, 受任为扬州总管, 副政府江南之大任。 四年, 从天台宗至大师受菩萨戒。 后扬州, 建四道场, 会日, 法云二夫四, 经, 经洞二道观, 其中会日道场, 更齐集江南佛教界之人才, 如智托, 法臣, 智举, 吉藏, 会觉, 会乐, 会臣, 法安, 法称等, 且曾迎起道士王远之治玉清玄坛。 开皇二年, 六百, 受封为皇太子, 于京师大新臣内建日言寺。 明森宴宴宗, 智托, 法臣, 法论日举, 明顺, 吉藏, 会晕, 会长, 智凯等皆曾著此。 帝即位后, 又于东都建内会日道场, 此为内道场名称之时。 阳帝时代, 明森阶级于天台国清寺, 禅定寺等处, 而前代文帝所建大新善寺以施其为国寺之重要性。 阳帝复建造红卢寺四方馆, 以教育外国之留学僧。 敬业, 道叛, 敬藏, 无碍, 会晨等曾教授东藩, 三寒之僧, 神曾教授三寒诸方式。 此为阳帝于佛教建树之一面, 另一方面却言令沙太僧倪, 又令僧礼敬帝王, 凡为抗者皆伏众行。 唐高森传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五, 随书卷三十四, 批五千三百一十八。 龙昌寺, 位于江苏聚荣宝华山。 四系古沙, 明代初年复兴, 建筑全部用砖累砌成, 无用寸木, 其装饰益以砖雕制成。 万历年间, 更立铜殿似观音圣像, 国有大势则浅观其寝。 古铜殿两侧, 有左右两状无粮殿, 均系楼阁式, 殿顶重沿九层, 内部位砖累器之拱卷, 外部位仿木结构殿堂形式之砖雕, 屋檐之出言很短, 屋角起俏意不高, 形式上类似北平北海之无粮殿, 而艺术造型及雕刻则更佳。 宏光年间, 三昧律师入主帐席, 遂改为律寺。 三昧世纪后, 建月祭之, 遂大昌盛, 借子遍天下, 严律者, 莫不宗之。 康熙年间改经名, 批五千三百一十九。 龙根, 一千九百二十一, 江苏泰县人, 俗姓吕, 于太北广济安从志想法师出家。 先后游学于上海佛学院, 武昌佛学院。 其后历任香港吴靖登, 台湾海潮英, 马来西亚吴靖登杂志主编, 及新马佛教总会弘法主任。 又曾屡台任善导寺监院。 现居新加坡, 主持新加坡南洋佛学书局 及林峰班若讲堂, 一身致力于推广新, 马地区之佛教文化。 这有佛教评一级, 玄壮大师生年之研究, 圣僧掌顾, 佛学通解, 善生经讲记等书。 P5319 龙骑, 1592-1673, 日本黄伯宗之祖。 明代福建福州人, 俗姓林。 浩映元。 年二十三至普陀山里观世音菩萨, 头朝音动主作下位查头执事。 太昌元年, 1620, 访黄伯山, 旧建元寿替法。 后便参诸方, 至嘉兴兴善四学法华, 至辖石山碧云四学冷严经, 天启四年, 1624, 寿密云元物新印。 崇祖六年, 1633, 任黄伯山西堂, 十年, 应请补黄伯之席, 大镇祖风, 赴新古道, 迎见殿宇。 清代顺治十一年, 1654, 应日僧亦然之请, 赴日本入驻长旗新福寺。 日记宽文元年, 1661, 即顺治十八年, 创建黄伯山万福寺, 粘唱祖道, 举阳黄伯禅风。 后并涉戒谈寿尘门大戒。 日皇特赐号, 大光普照国师。 四法门人有无的姓宁, 会门如沛, 即非姓仪惠林姓姬等二十三人。 这有普照国师语录三卷, 普照国师法语二卷, 松唐级二卷, 太和级二卷等。 武登全书卷七十, 正元略级卷五, 普照国师年谱, 批5319。 龙道, 1906, 1987, 台湾台中人, 俗姓林。 26岁归一三宝, 民国26年, 1937, 于台中宝善寺出家。 34岁任高雄古山龙泉寺监院, 后又进任住持, 并兼任屏东东山寺住持。 师热心于促进中日佛教文化之交流, 曾二度律团赴日本考察访问。 此外, 对于震灾济贫之慈善事业亦甚热心。 曾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 台湾省佛教分会理事常, 高雄市佛教知会理事常等职。 P5320。 龙福寺, 北平市明差之一。 位于东城大市街之西北, 其地称龙福寺街。 为明代景帝允太监新安之寝而建, 耗费数十万, 历经四年于始落成。 殿宇既有五重, 中有皮卢阁, 高五层。 下位大法堂, 四周有石兰, 为当时庙内祥奉殿旧物, 京军已颓拜。 为庙市上圣, 每逢一、二、九、十等日, 百货俱臣, 游客如知。 P5320。 龙兴寺, 位于河北镇定县境内。 俗称镇定大佛寺, 大佛寺。 随代开皇六年, 586, 横州次使俄国公王校所创, 同年张公里传龙藏寺碑, 出名龙藏寺。 唐代时, 自觉造一经同观音代相, 至五代, 上半生毁于冰火, 所欲部分赴毁于后周显得年间, 铸前以公军须。 宋代太祖开保四年, 971, 赤夷四玉至今的, 四柱牵手牵眼观音代相, 大势扩建, 改名龙兴寺, 奠定金之布局规模。 经大定二十年, 1180, 顺道于四东建造佛顶尊圣陀罗尼石壮。 此后虽经历代吕家重修, 仍多保存宋代行制与风格。 清代初年复改经名。 山门之内有天王殿, 后部以他落, 仅存神像四尊, 其中古二楼及六师殿, 皆以坍塌无遗。 在静卫穆、摩、尼殿, 殿建于北宋黄幼四年, 1052, 四碧未明代成化年间所会之佛教故史碧化, 正中坛台五尊尼素佛像, 其中世尊, 阿南, 家业三相君为宋代元素, 此殿虽教为完整, 然亦渐渐贪毁。 其后为戒坛, 谈后东魏慈士阁, 西魏传伦藏, 在静魏大碑阁, 又称佛香阁, 天宁阁, 乃四宗主阁, 阁建于宋太祖开保四年, 其内供奉同住大碑菩萨像, 四十二臂, 故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 像高达二十二公尺余。 阁经已破坏殆尽。 东西两臂有罗汉塑像, 像多师头。 寺后殿上供阿弥陀佛, 中有同正殿千手观音小象一尊。 大明义统治卷三, 古经图书集成神义点第108, 第114, 第115, 直方点第103, 第104, P5320。 龙心佛教编年通论, 凡二十九卷。 南宋祖秀传于龙心二年, 1164。 右座龙心编年通论, 编年通论。 收于万续藏第13灵册。 细以编年体积录佛教传播之史时, 寄述东汉明帝至南宋孝宗, 65、1163, 其间有关是门之事项。 并就各时代之大德及其事业续其时末, 此点与世事基古略稍类似。 本文为二十八卷, 令附录宋太宗、 真宗、 仁宗、 徽宗等之欲秩序一卷。 P5321。 龙心编年通论, 请参阅龙心佛教编年通论。 龙堵喇嘛全书, 凡三十一制。 格鲁派僧人龙堵喇嘛者。 内容主要为对于显宗、 密宗及大小五明珠类名词之注释。 P5321。 燕行, 又称燕丽。 以燕行之不乱辟喻僧众行列之整齐。 燕行并有纵列、 横列之别。 又注持上唐说法之计, 一山之众僧于法座前, 分东西相对排列, 称为燕行策例。 赤修百丈轻规卷上注持张位行者普说条, 大四八、一一二二上, 参头领众燕丽, 插香, 喝餐三拜, 退分东西叙后燕丽, 此外, 众僧于佛前诊然并列, 称之为燕行班, 空坐问训, 坐前问训之时, 各班之进退皆依此。 叙高僧传卷二十二, 禅院轻规卷二上堂, 禅陵向器兼礼则门, P5321。 燕门, 亦佛陀有燕王之称, 故佛门又称燕门。 二, 476, 即痰鸾, 又坐痰鸾。 我国北魏净土教念佛门高僧。 日本尊之为净土五祖之初祖, 又尊魏真宗七高僧之第三祖。 四周燕门, 山西带县, 人, 故以地名为师之称号, 信誓不详。 少出家, 兼通内外经籍, 而于四论佛性更有研究。 探大吉经辞义之间深难悟, 遂作其柱, 柱解过半而幻气疾, 后至焚川秦陵固须知东门, 见天门洞开, 气疾乃欲。 欲学佛法, 但恨年寿不长, 遂求诸仙术, 后经菩提流之三藏之开示, 并受以观无量寿经, 方醒悟解脱之道, 亦兴奉持弥陀净土法门, 为主尊之为神鸾。 后驻坟周玄中寺, 常网界山巨重奖金修敬业, 后人称其驻处为鸾公言。 关于诗之纪年, 亦说于东魏星河四年, 五百四十二, 亦说于北齐天堡五年, 五百五十四, 之后, 赤藏于焚西泰陵文古, 并建砖塔为奇力碑。 诗传有礼净土十二记, 赞阿弥陀记, 安乐吉二卷等。 旭高僧传卷六, 净土往生传卷上, 佛祖统记卷二十七, P五千三百二十一。 验书, 佛陀本身谈之一。 据大方便佛报恩经卷四二有品记载, 往昔波罗那王摩赫罗蛇有二子, 凶名善有, 帝名恶有。 凶欲求取如一珠, 以叙国中人名, 遂与帝同入大海, 凶的珠, 帝应极度而赐凶之眼, 夺诸而归, 并谎称凶梅雨水, 父母闻后痛哭不已。 善有眼伤欲后, 止于利施拔国, 忽见昔日宫中所四百燕景上戏其母之姓非名而至, 遂作书续实情, 即燕归。 父母审之实情, 即迎回善有。 其实之恶有即佛事实之提婆达多之前身, 善有即佛陀之前身。 批五千三百二十二。 燕堂, 又称燕雨。 原指印度古代皮舍离国之灵中, 为佛陀而建造之堂雨, 以其形状四燕, 故称燕堂, 后转至佛堂。 善见绿皮婆沙卷时, 世事要揽卷上, 批五千三百二十二。 燕堂, 泛名HASASTPAD, 又称梭塔, 位于古印度摩街陀国地式枯山, 泛银罗拉格, 东风加兰前。 昔日此加兰之僧众细属食禁肉之小臣建教, 菩萨为引导该寺之僧, 乃化身为燕, 犯HASA, 自空中坠死于一僧前, 众僧残聚, 遂见灵塔藏之, 即称燕塔。 又唐代永辉三年, 六百五十二, 玄葬于西安建大慈恩寺塔, 样式即仿照燕塔, 通称大燕塔。 初造五层, 各层皆致设立。 南面有两座石碑, 其上载有三藏圣教续迹, 传为上书又蒲舍主穗良所书。 后增建至七层, 历经火灾, 复重修。 金枝塔周广约四十四公尺, 高约六四公尺。 另外, 西安永宁门外大建四砖子。 导致塔称小燕塔。 建于唐代锦隆年间, 历代阶层重修。 法称方明, 周广约十二公尺, 县高约四十三公尺。 原十五层, 金维存十三层。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长安至卷八, 类具名物考卷二十七, 长安史记研究, 参阅大雁塔八百六十六, 小雁塔九百三十九, 批五千三百二十二。 历安人, Ariens, 为中亚之印欧族人。 体型高大, 面方正多虚, 比窄而高, 黑眸。 西元前二千年寝, 亚历安民族分向东西移动, 向西之一之移入希腊, 意大利北部, 成为欧洲民族之始祖, 向东有两之, 一之移入波斯, 成为伊朗人种, 一之侵入印度和上游之五河地方, 范帕杰比, 及庞哲普, 定居, 消灭其地之印度文明, 方立亚历安系印度文化, 称之为印度亚历安人, 印度亚历安人崇拜多数自然神, 在五河地方最初形成之文化代表性经典, 为婆罗门要根本点, 废陀, 废陀又分部分, 其中集对诸神之赞歌尘成立句废陀, 范基, 非阿, 为废陀中最早编转者, 后亚历安人又以喜恒河与颜木纳河, 范幽门, 兼之肥沃平原, 确立四性阶级制度, 佛罗门, 私济者, 沙地利, 王族, 废舍, 庶民, 守陀罗, 奴隶, 自居私济者与预言者, 而以婆罗门足位神圣, 约于西元前1000年至800年间, 又编成范书, 范B.R.H.M.A., 废陀, 本集, 支柱士书, 其他三废陀之成立年代一被视为语, 与此同时, 其后印度亚利安人更逐渐移住东方之恒河中游, 与原住土住混血, 产生新种族, 并建施传统废陀之宗教与习惯, 使用由亚利安系变化而来之俗与Prakrit, 或为亚利安民族移住印度恒河流域, 有前后二回之说, 古移住者与土住民族混血, 新移住者则进入巨颅, 范Kuru, 潘加拉, 范Pasila, 地方保持纯血统, 驱逐古移住者至北东南三方。 至世尊时代, 新移住者墨守婆罗门至上主义, 古移住者在交萨罗, 范Kaola, 摩基陀, 范Mododa, 等地形成新兴国家, 不尊重婆罗门教, 以王者指导思想文化。 世尊出身于历属交萨罗之小国家世家族之王室, 于成道后主张肖米四种姓之社会阶级差别, 认为不分种姓, 出身背景, 人人皆可加入教团。 印度民族之组成十分复杂, 方言义多达220余种, 然关于印度文化之形成, 亚利安人时为主干, 印度之民族, 语言义以亚利安族, 达罗皮图族, Gravodans, 及其语言为主。 印度佛教史盖说, 达合义, 世界佛教通史上册, 圣言, 印度史刚要, 李志纯, 印度佛教思想体系论史, 黄公伟, 参阅, 四信, 1705, P5322。 亚利安协会, 泛名Ria Samjay, 印度教社团之一, 又称圣社, 为戴亚南达沙热斯婆的, Denandasarasfat, 1824、1883, 于1875年创建, 主张改革印度教, 反对偶像崇拜, 种姓隔离与同婚, 建立废陀主义, 重视社会福利与教育工作, 并建立保护母牛协会。 其附属组织有青年亚利安协会与妇女亚利安协会。 1877年该协会以拉荷尔卫活动中心, 出其成员多位商人与手工业者, 后裔友王公等上层阶级人士参加。 P5323 亚利安宗教, 系十九世纪英国语言学家迈克斯·穆勒、 Maximlalier, 1823、1900, 等所假设印欧与系各族人之共同宗教。 穆勒伊古代印度典籍所提及之阿利亚·范利亚·范瑞亚, 亦为圣人、高贵的, 而将印欧语系命名为亚利安·阿里恩, 并假设印欧语系各族之共同祖先为亚利安人。 而将印度之离聚费陀·古波斯之阿凡士塔, 及希腊古代典籍予以比较研究, 对照各种考古发掘, 而推论印欧语系各族之宗教皆源出于以共同之原始宗教, 及亚利安宗教。 认为此宗教系以以苍天神为中心, 梵语称Diospit, 希腊语座 Zeus, 宙斯, 拉丁语座Jupiter, 丘比特, 条顿语座Tiu, 均为同一高位神之不同变形。 近年来, 此说为巴黎法兰西学院比较语言学教授迪梅奇尔, Georgias Domzil, 所认可, 并提出亚利安宗教之二大特点, 一, 其社会分位祭司, 武士, 农民三等级, 反映于具有三种功能之三位主神中。 二, 精灵世界中, 存在二种对立倾向, 诸如光明与黑暗, 秩序与暴乱, 善与恶, 义与害等。 为此说气经尚未为多数人所接受。 P5323 亚丧加尔居, 为西藏佛教加尔居派颇结加尔居之戏之一。 南宋开启二年, 1206, 游格丹亦西森阁, 1207, 及其弟子雀闷郎, 1169, 1233, 于亚堆境内建亚桑寺, 创立本派。 原士祖祖曾丰奉本派教主为西藏13万户长之一。 P5324 熊狮古塔, 位于广东五华县东四公里处, 五华河畔塔岗上。 建于明代万历四十年, 1612, 塔高35.5公尺, 平面呈八角形, 以方石砌城 外关联塔顶计十层 塔内七层 有螺旋梯可达塔顶 每逢中秋设山歌教时 由一歌手做塔顶领唱 并邀请紫荆、龙川等地歌手前来赛歌 以朴实美丽的口头文学形式 留下不少快智人口知名间故事 P5324 雄赖八 为西藏佛教寺院之僧执名称 由、看部、委任、负责扎仓内学经事务 P5324 几古经佛道论横、凡四卷 唐代道宣、596、667 传于龙朔元年、661 又作集合古经佛道论横十路 古经佛道论、古经佛道论横、佛道论横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 西收录东汉至唐出佛 道两教论真知济世 为我国佛道关西史之重要资料 卷驾为东汉、前卫、北卫、宋、梁、北齐等时代之佛道对论事迹 复收为陈思王朝直辩道论、静孙圣老丹妃大贤论、静孙圣老子疑问返训等 卷已为北周、随两代佛道抗真事迹 卷秉为唐代佛道论真知经过 卷丁祥述显庆年间佛道论真经过 大正藏所收本令附有不宜、提为卷丁续附、细祭述龙朔年间道士敦行真舍道归佛之事迹 继本书之后 唐代至深义传有续及古经佛道论横一卷 此外 有关留宋南齐时代佛道两教思想之一同优劣等论说 梁代森佑所编织红明及一收录不少 大唐内典陆卷十、开元世教陆卷八、汉书列传第七十八、唐书译文字第四十九、批五千三百二十四 吉沙门不拜俗义 请参阅吉沙门不应拜俗等事 吉沙门不应拜俗等事 唐代艳从传 又称沙门不敬俗路 吉沙门不拜俗义 沙门不应拜俗事 不拜俗义等事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二册 本书记录由东敬贤康六年 盛朝义不拜篇纪唐高宗时代沙门不应拜俗之事 盛朝义拜篇级同代沙门应致拜之事 卷首有太元王尹克 自少为 知序 卷末副传者 和沙门不应拜俗总论一篇 大唐内典路卷五唐书一文字第四十九 批五千三百二十五 集法智 范语 圣语 圣目的 达玛 圣目的 为观三界之四地所发十六星之一 八智之一 即 指四地中之极地 乃圆欲界之极地而观之 断除迷惑极地之见惑 而应证极地之理所得之无漏智 据舍论卷二十三 参阅 八忍八智 两百八十三 十六星 三百八十五 集类智忍 五千三百二十八 批五千三百二十五 集神州三宝感通路 樊三卷 唐代道宣传 又称集神州塔四三宝感通路 东下三宝感通路 东下三宝感通计 三宝感通路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二册 乃及陆佛设立 佛像 佛寺 经典及森俗灵意之事迹 大唐内典陆卷五 开元室 开元室教路卷八 唐书 译文字第四十九 批五千三百二十五 集神州塔四三宝感通路 请参阅集神州三宝感通路 resonates 盈幀 至阿赖耶十 既 为一切现行法 皆于阿赖耶十 熏其种字 此 未由此时生一切现行法 参阅,心,1395,种子,5863,P5325 吉义门族论,请参阅阿皮达摩吉义门族论 吉华经,请参阅称阳诸佛功德经 吉至,范语三姆达亚,JNA 至关物吉地所得之无漏制 十字之一,十一字之一 又作习制 吉怨吉地而思维,因,吉,生,缘,等四方面之问题 若有所知,所见,皆能明了觉悟而断获 此种已会观察吉地所产生之无漏制,吉称吉制 阿皮达摩品类族论卷一,大二六,六九四上,即至云合 未于有漏因思为因,即,生,缘,所起无漏制 于修正佛道之过程中,进入,见到,成就,苦类至,知迹,原欲戒之及地而观物之,作因,即,生,缘等四行象之思维,所生无漏之法至忍,称吉法至忍,生起吉法至忍之后,即又生起无漏之法至,称吉法至,此为吉制之出成就 大皮婆沙论卷106,杂阿皮弹心论卷6,陈石论卷16,参阅,十六星,385,十至,472,批5325 吉量论,泛明Premia,西藏明Chot,Makon,Laspityus,Pot 古印度陈纳,泛丁Ga,者 唐代义竟曾于锦云二年,711,亿,凡四卷,不久及亡义 本书系自陈纳所者正理门论等诸书中,有关,量,之部分全书收集,会编组之而成之英明书 为陈纳自身量说及大臣之者 内容分六章,限量品,为字比量品,为他比量品,关玉四玉品,关离品,关过类品 书中一包含对世青之论鬼,泛飞的Vihai,藏Risset,Postgrub,Post,正理学派,圣论学派,弥漫错学派,数论学派等知识论之批判 本书分两部分,亦为本纪,另一位作者自身之注释 陈纳以批判之态度研究佛教与外道之各种量论,将量归结为限量与比量二种,阐明二者之性质,提出三分说,将,识,分位相分,见分,自证分三部分,限量论与三分说发展了为实学派之认识论,又以,三知作法,为中心,说明因三项,九句因。 同语之何语亦亦亦亦亦之离,偷习多种似音,似欲与似能破之推理错误,为英明重要著作之一。 本书之梵文原本以善译,仅存两种藏译本,分别由Kalmikavarman,Dat,Poies,Red及Vesuparakita,Shed,Mase,Gol所译,藏语系中所传,称之为《量经》,及《量理学》中经典之作。 其著是疏除作者自著之外,于西藏大藏经中令收入法称,Vandermakati,知识量论,Vandermaka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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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gchot,Marnam,Grel,及粘陀罗普,Vandermakati,Datuhai, PODEN,PASHES,BIA,BHOT,MAKONG,LAS BETUS,PAREL 此外上有藏外宗喀巴之門人 戈爾賈普塔馬林杰,藏RUGIO,CHAPDAR,MARING,CHEN, 支量金氏,藏CHOT,MARMDOI,RENON,BAT 即量论略超,呂登,NHK4,S Do Abites on our History of Indian Logic,P5326 集会中,又称刑事中,法会开始时,即和众所名之中, 禅宗于集中时所名森堂之中 则称为集中中 赤修百账清规卷下法器章中条 大四八、一一五五下、森堂中 凡集中则称之五千三百十六 集解 某一月圆点诸多注解书之药文收集于义书中,称为集解 一般用于典集之标题中 在佛典中现存以解为提者 醉骨魏梁宝亮等至大涅槃经集解七十一卷 收录有道身、僧量、法谣、弹记、僧宗、保亮、智秀、法治、法安、弹准等实施之说 其后,有宋阳规之 金刚经集解四等 宋代从一之四交移集解三卷 明代通论之成为十论集解十卷等 集解在宋代颇为盛行 明代易用之 批五千三百二十六 集诸佛大功德山经 请参阅过去庄严解千佛明经 集诸佛华经 请参阅称阳诸佛功德经 集论 集论 请参阅大臣阿皮达摩集论 集地 饭于Semudaia,Satyah,巴利于Semuaya,Ariyasaka 全称集圣地 饭Semudaia,Satyah,巴Semudaia,Satyah 又坐席地 苦席圣地 苦集地 为佛教基本教义,四圣地,之一 即,招聚之义 若心与结业相应,未来定能招聚生死之苦,故称极 第,审时不需之义 审查一切烦恼或业,即知其余未来时能招集三界生死苦果,故称极地 即关于世间人生诸苦之生起及其根源之真谛 苦之根源为可爱,以可爱之故,形成,来世,与,后有 可爱之核心乃由无名生起之虚妄我见 若有可爱,便有生死轮回,欲免除生死之苦 须以智慧照见真理,石乡,正的涅槃,断除可爱,超脱轮回之苦 据大皮婆沙论卷七十八 诚实论卷二,四地品 据舍论卷二十二等诸论所在 不派佛教诸派对极地之 自信,各持义论,略举如下 一,阿皮达摩之诸论师大多主张 诸有漏法之因,即是极地 漏,为烦恼之以名 二,尽量不知辟语诗,范Dentica 认为,业烦恼,即是极地 业,指声,口,意等各种善恶之造作 三,分别论者,范Phypegia, Fading 则区分,即,与,极地,之别 而为唯有能招感,后有,之,爱,为极地 其余之,爱,与其余各种 有漏之因,则是,即,而非,即地 后有,只为正的涅槃者于未来上 需受生死轮回之果报 爱,只欲望,欲爱,可爱,为所有生命烦恼之根源 四,说一切有不择谨以,爱,为极地之自性 此外,成为时论卷九位极地又分为三种 而分别以便,依,圆等,为时三性,来说明,即,依,习气 及,即,便即所值,知自性所支持之习气 二,等其即,指依于各种外在因缘而生起,依他起,知烦恼也 三,未离细即,指上未舍离障染之真如 三者之中,第二相之,等其即,相当于一般所说之,即地 杂阿含经卷十三,卷十六,中阿含卷七分别圣地经 长阿含经卷九,即义门族论卷六,法运族论卷六,批五千三百二十七 吉正 一千四百九十三,日本灵纪宗山臣天龙四僧 俗姓后藤 自归权,号松权主人 又入相国寺,从纪穷真出家,受聚足戒,参学多年,后四起法 住持云鼎安,后宜西瑞春安 石将军族立义教命纪穷真居英良轩,长简独之事,文明十六年,一千四百八十四,八月十二日以后由吉正续成,是称归全日录,为英良轩日录之一部分 诗于明印二年世纪 除日录外,另有松权及一书形式 批五千三百二十七 吉类至,范语三姆的MVA,JMA 八至之一,十六星之一 原色戒,无色戒之极地可得无漏至,即印正极地之理,称为极类至 又,类,类似之一,为此至类似于原欲戒极地所得之,法至 参阅,八人八至,两百八十三,十六星,三百八十五,吉类至人,五千三百二十八,批五千三百二十八 吉类至人,范语三姆的MVA,JNAKMTI 八人之一,十六星之一 十六星,即观察思物四地十六形相之后,进入,见到,阶段,以,无漏至,现观四地所得之十六种智慧 即,指四地中之极地,类,类似,相似之意,忍,忍许,认可之意 于小城佛教中,强调四圣地之教法,并以之为修正佛教真理,出世监制,之重要法门,如,四圣地现观,即以欲,色,无色等三界之四地位观物对象之修正方法 其中,若原色界,无色界之,即地,而观之,断除对即地之见或,并应证即地之礼,即得,即类至,然在得此至之前,需先进入忍许,认可,即地,之阶段,此称,即类至忍,又其中之,类,自己指其类似于观物欲界四地之法至 参阅,八忍八至,两百八十三,十六星,三百八十五,见到,三千,批五千三百二十八 云星,西藏语Spring,JYI Sence,即经常思虑世间忧喜之星,为凡夫六十种望星之一 凡夫应有忧乐思虑之星,而常置于迎婚之中,犹如夏季领雨绵延之时,亦令人感觉迎婚,故称此一心念未降雨时之思念 对志之道,当行舍心,远离世间之忧喜,而随顺法喜 大日经书卷二,大日经驻新品书四季卷八,参阅,六十星,一千两百四十二,批五千三百二十八 云月是同西山各异,禅灵用雨 异味虽是一样的云与月,然被照射之西与山,则有千差万别 即处境虽一,然所见却各异 无门关第三十五则,大四八,二九七中,云月是同,西山各异,万福万福,是一是二,批五千三百二十八 云水,又称云水森,云重水重,云凶水地,行脚森,云那 只为寻师求道,至各地行脚参学之初佳人 以其居无定所,悠然自在,如行云流水,故以云水御之 从荣路第九则,大四八,二三二下,两堂云水御分拿,王老师能验正邪,又以云水之性柔顺自如,摩索不克,具有解脱,自然,谦卑,性等性质,故用以欲止有的之行脚森 又有以云欲那依,以侠欲依媚,而称之为,云那侠媚,者 至于十方相聚,轻如手足之云水,则称云水兄弟 云水森挂搭之居处称云水堂,或称上客堂,专为云水森所设之斋,则称云水斋 永平轻规卷下,永平重疗珍规,P5328 云水流移,形容安居于丛林修行之行脚森,其举止行动显现出清静,直谱,素雅而纯真之样态 P5329 云外,亦超脱凡俗,出世间之矣 云外云秀禅师与路,万序一二四,五零四上,三十余年无故人,指留云外半贤身,又云外路指出世间之道,佛道 云外客指具有高超,书胜尽地之人 赵州和尚与路卷下,二,一千两百四十二,一千三百二十四,及云秀 宋代曹栋宗森 浙江昌国人,俗姓礼 别号方 参阅,云秀,五千三百三十二,P五千三百二十九 云古庆,南宋时代灵纪宗森 身足年不祥 好云古 从学于十夕心悦,并四其法 李宗保佑四年,一千两百五十六,入住平江府,江苏,圣寿寺 后立住嘉兴,浙江,本爵禅寺,建宁府,浙江,开园禅寺,平江府,虎秋山云岩禅寺 已有云古和尚与路二卷 增集续传登路卷五,P五千三百二十九 云居,一 九百零二,唐代森 士称云居道英禅师 幽州,河北,寄门玉田人,俗姓王 又林立,年二十五,于范阳,河北卓县,严寿四寿巨族解 初修小城戒律,后参学于京兆中南山翠为四五学 又参栋山梁架,并四其法 一日,栋山问,大五一,三三五上,大产提人杀父,骇母,出佛生血,破合合森,如是,种种效养何在,师达,使得效养 栋山因而许之为门下弟子中之领袖 师出驻三丰安,后入洪州,江西,云居山,宣扬大法,驻三十余年,道遍天下,图众多至一千五百人 天赋二年一月三日世纪 赤士,红绝禅师 祖唐吉卷八,宋高僧传卷十二,二唐代末年十之牛头宗僧 身族年不祥 从学于佛窟为则,并四其法 常驻于台州,浙江,天台山云居寺,宣扬其师佛窟之学 这有新晋部二篇,云居吉,普至吉,等 宗静鹿卷九十八,景德传灯鹿卷四,连灯会要卷二,五灯会圆卷二,三,九百二十九,九百九十七,云居道齐�禅师 宋出法衍宗僧 宏周,江西,人,俗姓经 从百丈山明照出家,后遇清凉太清,积元顿器,的四其法 驻高安,江西,大鱼山,幽谷山双陵禅院,江西云居山等处共三十年,其中于云居山驻二十年 宋太宗至到三年九月世纪,世寿六十九,法腊四十八 这有,年古代别,广为丛林所用 景德传灯鹿卷二十六,禅陵森宝传卷七,连灯会要卷二十八,五灯会圆卷十,批五千三百二十九 云居山,一位于河北房山县西南 吉时金山 因时有白云绕山路,故称云居山 有五峰,号五台,唐经仙公主各建白石小塔于其上,经景存其二 云居东峰卫山最高处,上有云居寺,卫唐出沙门志愿所居 二位于江西永修西南十七公里处 其山险峰,顶长横云,故称云居 传为欧籍德道之地,故又称欧山 以洞山之地子道因曾驻此,举阳洞山之宗峰而闻名 或为唐代元和八年,八百一十三,道荣于此建寺,号云居,中和年间,中王奏赐龙昌禅之鹅,致宋代大中祥福年间,赤改真如禅院 明代万历年间,常赤赐佛像经寒扁鹅等 宋高僧传卷十二,景德传登陆卷十七,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第八六七,第八七一,三位于福建连江东七点五公里处 山栏幽谷,其时怪颜,山颠有上安寺,建于唐代,宋元之祭旅次修复,康熙年间重建四,峭壁树立,中,天上云间,人间仙境,八字 过山颠有下安寺,建于明代 山下富有静一寺 四位于浙江杭州西南 山有云 圣水寺,宋代元又年间,佛应乐远始建云居安,后有中丰明本别历圣水寺,明代鸿五二十四年,一千三百九十一,二四合并,四额云居圣水寺 四中塔藏有中丰禅师之法找设立,恭后仁瞻仰 其帝京江戴湖,富有天竹寺,灵影寺等,并称古沙盛兰 批五千三百三十 云居,已位于河北防山县西南云居山,石金山,东风,又称石玉寺 随代大业年中,幽州沙盛志愿发愿以防山之石造一切经藏,乃早言为石室摩四,以写经,取方石刻经书,藏于石室内而密闭之。 当时,有阳帝之后铸成其夜,朝野亦争相洗舍精品,碎得俊功。 唐代征官十三年,六百三十九,志愿世纪于埃寺,玄党移宫,仙宫,玄法等纪其课经之夜。 开元年中,经仙宫公主命人家以修契,并于五峰之顶各造一百十小塔,四星旧一经四千余卷及庄园。 唐五代神一度中断,治疗时,在新课经之夜,延续六十余年,完成大藏经之大半。 明太祖宫五二十六年,一千三百九十三,英宗正统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四,曾两度重修之。 如此,由志愿点燃的护法之灯,历经随,唐,辽,经,元,明六代终于完成。 而汉,满,蒙,西藏各族,亦直接,间接参与此项甚也。 凡客经一千余部,经板一万五千余块,分藏于石金山九个石洞及云居四西南之地学中,除少数英风化残损外,大部分皆完整。 现存唐塔颇多,四支西南有意专注成之石一层塔,细聊天庆七年,一千一百一十七,所建,称为鸭金塔,亦称南塔。 塔下埋藏无数石金,似于抗日战争时毁于炮火,现仅存北塔及其似于之小石塔。 又民国七十六年,一千九百八十七,四月中共宣布在本寺发现装有佛陀设立的两个经,据传,此二于随样第十集藏于本寺山洞中。 法院朱林卷十八,小西天石金堂记,续密藏石金塔记,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第十一,二位于河北桌县城内东北于。 城内有砖塔两座,城北之塔位于本寺,其建造年代无确实记载,然距金镇龙五年,一千一百六十,云居四重修释迦佛设立塔碑记载,此塔建于辽大安八年,一千零九十二,而与城南之制度四塔南北摇制。 北塔城八角六层之形,一反佛塔之层数多位积数之惯例。 塔以砖器,豆拱赋于变化,造型优美,与南塔同位辽戴建筑之代表。 三位于江西永修西南十七公里处之云居山上,又称飞白寺,珍如寺,龙昌寺。 建于唐代缘和年间,宋代祥福年终,受赤额,珍如禅怨。 后废悔,明代万历年间赴重建。 开山为洞山梁架之法四道英,其后立住者有道俭,怀悦,佛应了原意曾居此。 大清一统治卷二四三,批五千三百三十。 云居圣水四至,樊六卷。 补一一卷。 清代僧明轮转。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堪第一集。 清代雍正年间,战邪门人明轮编转浙江杭州西南云居山盛水四之四至,离为六卷,分十一门,行圣,建制,祖师,祈宿,乔玉,灵意,古迹,提勇,法浦,赞济,清规,莫妇补夷。 批五千三百三十一。 云居罗汉,禅灵用语。 形容傲慢自负之状。 以云居山上安置有五百罗汉,旗下数百公尺之道路上行人为绝养之弥高,罗汉则以傲慢自负之状辟逆旗下之往来行人。 故有以云居罗汉称自负之人。 必言录第十一则,大四八,一五一中,还之大唐果里无禅师魔。 老僧不惠,一口吞进,也是云居罗汉,此外,或依其自义,解位居于云上之罗汉,形容超脱世俗者。 批五千三百三十二。 云秀,一千两百四十二,一千三百二十四,元代曹洞宗森。 浙江昌国人,俗姓李,自云外,别好方。 从植翁得举的度,并四其法。 立住慈溪石门,向山,智门,天宁等寺,后移住天同寺,阐阳宗风。 太定元年世纪,世寿八十三,法腊六十五。 有语录,诗迹等形式。 诗短小精汉,说法善巧,寒,日暮明来访者众,弟子终以无印大镇,东陵勇于等五人位著名,东陵长治日本,驻南禅,天龙二四。 五灯会员序略卷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批五千三百三十二。 云零四,一位于山西阳高县城内西渝。 现存大雄宝殿系明代所见,梁架归枕,豆拱细密。 殿内有尼素三世佛,弟子,邪式菩萨及十八罗汉像。 殿前隔禅齐备,零花纹样精巧,雕工纯属洗练,为古代建筑艺术之精品。 二位于浙江航县林影山路,又称林影寺。 戏会里建于东晋城地贤和元年,三百二十六,长毁于火,后重建。 康熙二十八年,一千六百八十九,改称经名,并颁赐皇帝玉书,云林禅寺,匾额。 参阅,零影寺,六千九百四十二,批五千三百三十二。 云林四至,樊八卷。 清代乾隆九年,一千七百四十四,立二增修。 四位于浙江航县林影山。 魏晋僧会里所建。 嘉庆二十一年,一千八百一十六,秋,四毁于火,到光三年,一千八百二十三,重建,八年落成, 海林旧之壮观,赴明山之圣境。 最初之四至因年久而继因,故有续修之举。 当时汉林苑之边修省横标凤命续修,岁慧翠乾文,影证时事, 陈云林四续治,以补前治之未备。 内容分十二门,陈云,仲星,泛语,谈乐,禅组,语录,译文,墨基,诗勇,提名,仪式,究物,赋以禅组补移。 批五千三百三十二 云林苑,即位于日本京都世子也大德寺南方,周刚东方之天台宗寺院。 本位纯和天皇之离宫,至平安时代中期,成为元庆寺之别院, 以举行菩提奖,法华经之法会,而著名。 于四门集圣之时,院内有西堂,西陵寺,念佛寺等。 后提湖天皇之时,历属大德寺,剑寺摔腿,后虽亦曾在心,而今仅存观音堂。 批五千三百三十二 云版,未禅门中报周饭时刻等,用以吉打之器具。 幼座云版,大版,挂于库里,摘堂之前。 以七版,版,形如云,故称云版。 而于早,午饭前,连打云版三十六相,称为长版,此时众僧即可取下于至规定之处即合,故又称为,下版。 云山清规卷上日中行事第一,禅陵巷契监北契门,批五千三百三十二。 云卧祭坛,凡二卷。 又称赶山云卧祭坛。 宋代森仲温小盈者。 收于万续藏第一四八册。 细绍新年间,一千一百三十一,一千一百六十二,小盈于封城取江赶山之云卧眼闲居中,随笔记录诸方遵述之遗言一击, 世代福之家言一行,凡可资修行警测,学人规见者西皆收录,自复必诵书,秀子之文,东山吉,至苏世纳一,吾者道贤,佛会北盲行,正书记诗等,约九十余项,卷墨并附云卧眼主书, 寄述其诗大会宗稿与学人之机缘问答。 批五千三百三十三 云门一字观,指云门宗之祖云门文演化导学人时,惯常以简洁之一字说破禅之要指,禅灵乃美称为云门一字观。 又称一字观。 人天眼目卷二,大四八,三一二下,杀父杀母,佛前忏悔,杀佛杀祖,盛处忏悔,诗云,漏,上影之机缘语句,禅灵多称为云门漏字,为云门一字观中及著名之以则。 此外,上有祖,格,字,亚,义,喝,聚,扎,试,阿,苦等,皆细云门以简洁之一字皆引学人之冠用语。 批五千三百三十三 云门一曲,禅灵用语 欲指云门宗风之间身玄傲,非寻常人所能理解。 云门曲原为我国古乐曲之名,曲调间身,歌者难永唱,闻者亦难以领寿。 禅灵中岁以云门曲之间身,难以歌永,而平之为云门天子,并用以转指云门宗风。 云门宗祖云门文言之家风,像以难以理解著称,顾及云门曲之名以欲之。 云门匡真禅诗广路卷上,大四七五四五中,问,如何是云门一曲,诗云,腊月二十五,静云,唱者如何,诗云,且缓缓,批五千三百三十三。 云门一宝,禅宗公暗明,右座云门中有一宝,云门密在行山。 本则公暗系云门宗之祖云门文言禅诗向大众垂是无人之心性即为自身既有之一宝。 碧言录第六十二则,大四八,一九三下,云门是众云,乾坤之内,宇宙之间,终有一宝,密在行山。 念灯笼向佛殿里,将三门来灯笼上。 上影中之,行山,指肉身,又指密藏于肉身中之无人心性。 盖密藏于全宇宙中之一宝,既非乾坤即宇宙,灯笼即佛殿三门,亦非其余任何之物,而系无人之心性。 从容录第九十二则,云门匡真禅诗广录卷中,批五千三百三十三。 云门八药,请参阅云门宗八药。 云门三日,禅宗公暗明。 本则公暗系云门宗之祖云门闻眼禅诗对学人所作观于,自我创造,之垂世。 云门匡真禅诗广录卷中,大四七,五六七中,一日云,三日不相见,不得做旧时看,做谋生, 带云,千,未缘为鱼吃者,却于三日之间脱胎换骨,令人刮目相看。 云门借此事导学人,须时时刻刻创造新自我。 P5334 云门三句,为云门宗之祖云门闻眼禅诗用以接化学人之三种语句,即,涵盖乾坤,目击诸两,不设万元三句。 五家宗旨转要卷下万绪一一四,二七八上,云门市众云,涵盖乾坤,目击诸两,不设万元,做谋生臣当,众无语。 自带云,一族破三观,后得山源鸣密禅诗碎离其语为三句,涵盖乾坤句,截断重流句,随波逐浪句。 涵盖乾坤,只觉对知真理充满天地之间,且涵盖整个宇宙。 目击诸两,为断除学人之烦恼妄想,为应超越语言文字,于内心顿悟。 不设万元,对参学者应激说法,为活泼无碍之话道。 此三句若依大臣其信论之哲理全是之,则第一句位,一心门,第二句位,真如门,第三句位,生灭门。 后云门之法四得山源密取云门三句之观念,而改其语为涵盖乾坤,截断重流,随波逐浪,称为得山三句,广为云门宗所用,称之为云门剑,吹毛剑。 得山长以三句试重,五灯会圆卷十五,万序一三八,二八一下,若便得出,有参学分,若便不出,长安路上滚滚地,亦未掌握其含义,即可求得解脱。 若就现代哲学之思辨方式而言,云门三句系以其内在根本之绝对为主体,表现出一套辩证历程之三方面,一,就普遍性言,摩索不在,涵盖宇宙全体。 二,就超越性言,乃阶段重流,超越宇宙,非无等所能触及,穷尽者。 三,就坐用言,乃顺机皆隐,随波逐浪。 禅学各宗所共有之特点即在于此种永无止境之精神追求。 P5334 云门三病,又坐云门三种病,禅病三种。 细云门宗之祖云门门闻眼禅师所指佛道修行上所犯之三种弊病,即,为道走作,以道住者,透脱无依。 一,为道走作,只修行为达物境,仍停滞于相对分别之迷惘中。 二,以道住者,只修行为达物境,仍应执着物境,以致无法自由自在。 三,透脱无依,自以为以达物境,而得不依于一物之自由。 五家宗旨转要卷下,P5334。 云门三高,指云门宗之三高森。 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韶州,广东,云门山有三禅师,福修允若,断江绝恩,修根义。 三师常共奉永迎宗,是木齐高峰,称之为云门三高。 P5335。 云门山,一位于广东取江县东北。 以云门宗之祖云门文眼居此而称于是。 文眼出参目周道明,后至雪枫叶一寸,领得悬耀。 宣承门禅师之后,驻少。 草州灵树寺。 魏九,迁于此山,在新废旨,建立新唐,浩光太禅院。 后改称郑珍寺,大绝寺,云门寺。 以其教化集于四方,禅图福凑,门风甚甚, 遂依宗而名此山魏云门。 景德传灯陆卷十九,古尊宗语陆卷十八,禅陵森宝卷二,五灯会员卷十五, 二位于山东一都县南约三公里。 又称云峰山。 西宇陀山隔香对,东南二一山之通道。 英语陀山皆存有随唐时代之时刻佛像而著名。 山中有龙潭,山顶禅岩突兀,上有慈庙。 断崖之南有洞门,可通山顶。 水阴柱载齐,山枯洞开,望之如门,遂有云门之名。 山之内必有小佛像三十尊,为随带所造。 小佛中有开皇十七年,五百九十七,十八年之名文。 古经,徒书集成直方典第220,中国佛教史记平写卷四,三位于浙江绍兴县南十八公里。 又称东山。 山中云门四,为东敬安帝时所见。 唐代僧至永长居此三十年。 此外,灵敬富有险盛寺,雍溪寺,普济寺,明爵寺等。 大明一统治卷四十五,大清一统治卷二二六,批五千三百三十五。 云门门闻眼禅师广路,请参阅云门匡征禅师广路。 云门六不收,禅宗公案名。 本则公案系云门宗之祖云门门闻眼禅师就,法身,一意,与某僧所作之机缘语句。 碧言录第四十七则,大四八,一八三上,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门云,六不收,上隐之中,六,指六根,六镜,六大,六合等佛教用以概括诸法十项之基本法术,明相,收,收涉包含之矣。 概法身为真如法性之理体,广如太虚,纵集三计,横射十方,乃一绝对之本体,故非六根等之相对世界所能收涉包含者。 又云门所达,六不收,既充分显露出法身之鲜活,亦以知识导学人,若欲直下臣当身死迷雾之精良,究竟六不收之端地本源,唯有自己开拓不可思量,不可言说之境地。 云门匡真禅师广路卷上,连灯会药卷二十四,禅宗宋古连珠通级卷三十三,批五千三百三十五。 云门天子,禅陵用语,寓指云门宗之中风。 古来禅陵比较各家宗风之时,长江,云门天子,义语语,灵济将军,曹洞吐明,作为比对之用。 一、云门天子,为云门宗皆化学人之方式犹如天子之兆赤,一次即决定万机,不得再问再应,令人毫无犹豫之余地。 二、灵济将军,灵济之禅风乃,互换卫姬,盖灵济宗之师徒相对矮扎愁达时,每每互换疾风,义主卫客,任运自如,活泼而严峻,展现身杀与夺之姬,犹如将军之赤三军。 三、曹洞吐明,曹洞之宗风隐秘因时,故皆化学人时,犹如农夫默默跟云田地。 淮安国语卷武,宗门时归论,批五千三百三十六。 云门文言,八百六十四,九百四十九,唐末五代森。 卫云门宗之祖,浙江嘉兴人,俗姓张。 法明文言,又怀出臣之志,从嘉兴空王寺至臣出家。 卫九,至毗陵潭寿巨族解。 遍揽诸经,深究四分律。 后至木舟,浙江建德,参学于道明门下。 金树仔,静德其道。 又叶雪峰一存,依住三年,受其踪印。 后立寇诸方,参究悬耀,申明见者。 后梁干化元年,九百一十一,至曹西,广东,李六祖塔。 后头于灵树如闽会下,如闽推卫首座。 真明四年,九百一十八,如闽世纪,诗四其法席,主持灵树四。 同光元年,九百二十三,于云门山创建光太禅院,到枫月县,海仲云集,法画四波。 后汉影帝甘幼元年,九百四十八,南汉王刘公赤赐,匡真禅师。 二年四月十日上表辞王,垂戒图众,端座世纪,世寿八十六,僧辣六十六。 北宋甘德四年,九百六十六,太祖父追世,大慈云匡真弘名禅师。 诗之积风险骏,门风书诀,是称云门文言。 四法者有识姓,元明,明教,道迁,智记,义嫂等八十八人。 有广路三卷,与路一卷行事。 云门山光泰禅院匡真大师行路,收于古尊宿语路卷十八,景德传灯路卷十九,禅林森宝传卷二,五灯会员卷十五,世事姬古略卷三,佛祖纲目卷三十四,世事宜年路卷五,批五千三百三十六。 云门日日是好日,禅宗公安明。 又坐云门十五日。 本则公安系云门宗之祖云门文言禅师于自问自答之中,表现阶段差别妄想之佛法真碎。 必言录第六则,大四八,一四五下,云门垂雨云,十五日以前不问辱,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自带云,日日是好日,其中,十五日,非止特定之日子,十系云门欲借此扫除学人对于,十五,等数字所代表之千差万别妄想, 凡大小,长短,方圆,迷雾,凡圣等之相对概念,阶系差别,故知对于时间之划分,义系凡夫之划的自现与妄想分别而已。 我国自古即习以阴阳五行,天干地之等来判定即凶祸福,时则日由东方出,月有淫虚时,万古如一日,本无好歹之分。 故云门为,日日是好日,每日皆为举阳佛法,修行半道之即成,亦在阶段学人之差别妄想,皆是修行须在当前时刻。 云门区真禅师广路卷中,P5337 云门区真禅师广路,凡三卷 手尖边 又称云门广路,云门和尚广路,云门闻眼禅师广路,大词云匡真宏明禅师语录 收于大阵藏第47册 乃边路云门闻眼之法语,祭诵,诗歌等。 云门之积风俏郡,崭新奇拔,颇能发挥独自之见地,其中用语简洁,句句皆出人意表,最能全显超宗月阁之宗风。 本语录中,云门区真禅师,云门语宝,云门甘史诀,云门胡丙等皆快智人口。 卷下之行路为吉弦殿雷月所转,乃信实之禅师寄传。 卷末并附有云门之地子圆明大师圆密之宋云门三句语即于宋八首。 古尊宿羽鹿卷十五至卷十八,五家羽鹿卷五,批五千三百三十七。 云门寺,一位于浙江绍兴县南十八公里处云门山之中,又称广孝寺。 创建于东晋安地,三百九十七,四百一十八在位,之时。 唐代孙智永曾驻此三十年。 本寺临近并有显圣寺、雍溪寺、普济寺、明觉寺等。 大明一统治卷四十五,大清一统治卷二二六,二集位于广东曲江线东北云门山之光太禅院。 参阳,云门山,五千三百三十五,三位于湖南湘湘城关镇。 又称石碑寺。 建于北宋黄佑二年,一千零五十。 清代道光,同志年间二度重修。 主要建筑有前殿,大雄宝殿及观音阁。 本寺藏有五公尺高之木雕千手观音及白石雕十八罗汉,造型精美,刀法纯熟,堪称真品。 P五千三百三十七。 云门沙门行,禅宗公案名。 又作曹山痴长柱苗。 本则公案乃云门文言于曹山本记就,沙门行,知问题所作机缘语句。 云门框珍禅诗广路卷下,大四七五七四上,诗问曹山,如何是沙门行,山云,吃长柱苗架者,诗云,便与魔去时如何,山云,还处得魔,诗云,学人处得,山云,做魔深处,诗云,这依吃饭有什么难。 山云,河步道披毛带脚,诗变礼拜。 诗则公案盖位,沙门行,并无特别着重之修行戏目,平常生活,举凡吃饭穿衣,阿时送尿等行住坐卧,乃至任何语莫动静,早次颠沛之间,一一皆细修行之时节,沙门之德目。 批五千三百三十七 云门和尚广路,请参阅云门匡征禅师广路。 云门广路,请参阅云门匡征禅师广路。 云门事变,指中共迫害云门四须云老和尚之事件。 民国四十年,一千九百五十一,二月,为公安局派遣百余人包围广东取江云门寺。 以该寺隐匿革命分子,窝藏军械及金银为由,居进僧人,大搜寺内,毁坏大殿乌瓦及佛祖金像,法器, 并将监院民空及直视森为心,误会,真空,违章等二十六名森人掳去,酷刑逼供,有被打致死与折断手臂者。 又囚禁虚云老和尚,并搜去其毕生住宿。 当时云老年已一百一十二岁,然人遭受毒打,并断绝饮食。 事变起于农历二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始告平息。 事后,云老口述事变之时末,由弟子笔录,并秘密书写于,诸今日诵,之内夜里层, 现装书之内层,后由香港辗转送回国内,自由世界使之此一迫害宗教之事件。 该书现藏于国立历史博物馆。 虚云老和尚法会,批五千三百三十八。 云门两并,禅宗公案名。 右座云门光不透脱。 本则公案记述云门宗之祖云门闻眼禅师垂世大众,未遇的自在之境地,必须除去存于法身之二种病。 从荣禄第十一则,大四八,二三四上,云门大师云,光不透脱有两斑病,一切处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的一切法空,隐隐的似有各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脱。 右法身亦有两斑病,得到法身,为法执不忘,己见犹存,跺在法身边是一,直饶透的,放过即不可,仔细点减将来,有什么气息亦是病。 上瘾之中,光不透脱,细微凡夫被无名覆盖而虚妄迷直,犹如光线被遮挡,无法自然透射,法身,即止清净法身,亦为真空无相,知法身本体。 法身又分为法身,道法身。 上尉正得法身之前,称为为法身,为到底,若以物得法身,则称道法身,以道底。 云门于此公案中指出为法身,道法身各有二种病。 为法身之病,一,此阶段应有维系之烦恼,故无法迅速到达法身。 二,即使到达,亦非真正之,真空无相。 道法身之病,一,执着于法身底而不自由。 二,即使能有法身底跳出,亦不能飞转得无拘无束。 故欲自由自在地网还而无心,唯有根本拔除为法身,道法身之病。 云门框禅师,长路卷中,连灯会要卷二十四云门文演章,批五千三百三十八。 云门宗,禅宗五家七宗之一。 略称云宗。 以云门文演,八六十四,九四十九,为宗祖。 属南宗清远法系。 文演驻韶州,广东,云门山光泰禅院,后唐长新元年,九百三十,以后,大镇禅峰,英渠山明,冬。 文演出参目都道明,后夜雪峰一存的踪影。 道明之踪峰翘骏,不容你意,雪峰之踪峰温密,可探玄傲。 文演的此二峰,更自发挥独妙之踪,不即便简绝,与遇简要,如焰光之火,而没有千军之众。 彼时,同位雪峰门下令有玄沙师辈,师辈传贵称,贵称传法眼文艺,文艺创法眼宗,而与本宗对峙。 文演门下领,法席长余千人,四法弟子有二十五人,以白云子祥,双全施宽,得山圆密,双全人欲,首出宗会,相云成员等位者。 本宗博于五代,宋代指鼎盛,入南四而宗翁日衰,法卖至不可考,其间寄传二百余年。 自掠视本宗法系,如下表,本宗宗峰即所谓,涵盖节流,取节断重流,师徒涵盖相合之意。 云门中有,本宗皆学人,有其特异之处,即所谓云门八药,一,玄,皆化玄妙。 二,从,从学人之根基以皆化之。 三,真要,粘出佛道宗旨。 四,夺,不容学人拟意,截断其烦恼性。 五,或,不拘言辞,皆化自在。 六,过,宗峰严峻,不许转身回避。 七,丧,不值己见。 八,初,皆化自由,与学人出身之路。 仅得传登陆卷十九,卷二十二,卷二十三,续传登陆卷二,卷六,卷八,卷十二,五灯会员卷十五,卷十六,五加宗只转要卷下,P5339。 云门宗八药,指云门宗皆化学人之八项特点。 右座云门八药。 即,玄,从,真要,夺,或,过,丧,出。 一,玄,为云门宗师家接化学人之方式,乃玄妙而非言语思量所能测之。 二,从,指从学人之根基力量以接化之。 三,真要,为立脚于佛道,以念是宗旨。 四,夺,指接化之时,丝毫不容学人拟意,以截断其烦恼性。 五,或,为云门宗之师家不受言语拘束,能自由自在地活用言语,以接化学人。 六,过,指接化方式严峻,不许学人转身回避。 七,丧,为令学人脱离二种谬见。 一,不能见照一己清净之本性,佛性。 二,执着己见。 八,初,为采取自由接化之方式,给予学人扩然自在之器物机会。 批五千三百四十。 云门主杖画龙,禅宗公案名。 右座云门主杖画魏龙,云门主杖子。 本则公案为云门宗之祖云门文言念主杖,对大众垂是自在之妙用。 碧言录第六十则,大四八,一九二中,云门以主杖势众云,主杖子画魏龙,吞阙乾坤了也。 山河大地甚处得来,本则公案产是自在之妙用。 为山河大地与自身无差别,尽大地为沙门之一之眼,宇宙间之一切即是我。 云门匡征禅师广路卷中,批五千三百四十一。 云门花药兰,禅宗公案名。 又座云门花兰,云门金毛狮子。 本则公案系云门宗之祖云门文言就,清净法身,之问题所作之机缘语句。 碧言录第三十九则,大四八,一七七中,森问云门,如何是清净法身,门云,花药兰。 森云,便嫩魔去时如何,门云,金毛狮子。 上影中之,清净法身,乃至便一切除之佛身。 对于森所问,如何是清净法身,云门漫不经心地答以,花药兰,意味清净法身便于一切处,故答案非仅限于,花药兰。 而诗达以,花药兰,唯因诗此时恰于亭前跳望花坛。 此答看似漫不经心,时系势力万君。 森父问,便嫩魔去时如何,云门达以,金毛狮子。 金毛狮子亦语语,亦含认可此僧之修行元熟,然是否未完全之认可,则未竟然。 P5341 云门道一说,禅宗公暗明,又坐云门目前机。 为云门宗之祖云门闻眼禅师针对某僧有关,未来,知观念所作之机缘语句。 必言录第十五则,大四八,一五五上,僧问云门,不是目前机,亦非目前事实如何,门曰,道一说,上隐之中,机,未能观之心,是,始所观之境,心与境即止主观与客观。 目前能见之机与世容易分辨,然僧所问者,却属客观未深,主观未起之事。 故云门以,道一说,达之。 道即颠倒,以僧舍目前之事机而问未发生之事,然即未未发生之事,则心与境尚未接触,故此问话本身即是颠倒之见解。 批五千三百四十一 云门甘史诀,禅宗公暗明 为云门宗之祖云门闻眼禅师对某僧之,如何是佛,疑问所作之机缘语句。 无门观第二十一则,大四八,二九五下,云门阴僧问,如何是佛,门云,甘史诀, 甘史诀只是人份之甘诀片。 甘史诀乃污秽之物,而佛未清净身。 云门以不尽达清净身之问,乃是人当离境,不尽二见,以唇一无杂之心参究,方能误入佛道。 又,甘史诀,亦含无用处之意,亦为佛之名突然误会学人之心田,与其远处求佛,不如力求清净一己之心,旨在打破学人对于明子之执着。 云门区真禅师广路卷上,五灯会圆卷十五,批五千三百四十一。 云门须弥,禅宗公暗明。 又坐云门须弥山。 系云门宗之祖云门文言于某僧观于,不起一念,还有过否,所作之机缘语句。 从荣录第十九则,大四八,二三九中,僧问云门,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门云,须弥山,起念固然是过,若不起一念,还有过否。 僧有此问,即落入妄想分别之线,云门遂矣,须弥山,亦语达之。 须弥山即不动或难曰之矣。 此语意为其过之大,犹如须弥山一般。 旨在使该僧远离有过,无过等对立二件。 批五千三百四十二。 云门脚迫,禅宗公暗明。 本则公暗计数云门宗之祖云门文演契误道法之因缘。 据五灯会员卷十五云门文演章记载,云门参访木舟到明时,接连三日叩门,前二日木舟一见云门即闭门,至第三日,木舟开门,云门讯即扎入, 木舟将施情注,约,万序一三八,二七六上,道。 道,施烧拟意回答,木舟便将施推出,约,情实立钻,碎眼门,而者损失之一足,施当下大悟。 禅院蒙求卷下,批五千三百四十二。 云门画舵,禅宗公暗明。 本则公暗计数云门宗之祖云门文演则被某僧画舵,失言,失策,知因缘。 无门关第三十九则,大四八,二九七下,云门因森问,光明计照便何杀,依据未觉,门据曰, 岂不是张卓秀才语,森云,是,门云,画舵也,后来死心燕云,且到那里是者森画舵处。 上影中之,光明计照便何杀,戏出自张卓秀才参十双庆诸悟道时所作之计,光明计照便何杀,凡胜寒灵共一家。 死心乃黄龙惠南之法孙死心悟心,畏惧云门二百年后之人。 本则公案中,死心举云门与该森之因缘,问,且到那里是者森画舵处,旨在令学人生,画舵,二字,为该森借用张卓秀才之语,乃被古人之名句所迷惑,而失却自己之光明, 故当云门指其失言时,立即令其限于进退两难之境。 实乃因与非出于自心,故该森第一句借用他人语句,被识破后,即无法说出第二句。 云门匡征禅师广路卷宗,P5342 云门臣臣三昧,禅宗公案名 右座云门筒 本则公案系云门宗之祖云门门闻眼禅师为禅室禅之意义所作之机缘语句。 必言录第五十则,大四八,一八五中,森问云门,如何是臣臣三昧,门云,礼范,桶礼水,臣臣三昧, 未透过一一维系之法,而入于王三昧,云门遂举礼范,桶礼水等具体事物,即透过一一维系之法,以禅室禅之要指。 从荣禄第九十九则,P5342 云门对义说,禅宗公案名,右座云门一代识教。 魏义僧与云门闻眼禅师关于,何谓释迦佛一代教法,知机缘问答。 碧言录第十四则,大四八,一五四下,森问云门,如何是一代识教,云门云,对义说, 世尊驻世八十年,其中四十五年间说法度重,故知世尊一代教说非一时得以述说。 云门达义,对义说,三字,义超出眼泉,直指心性,涵盖甘坤,而将显,密,禅,禅,禅之一代识教包含无疑。 然若仅从语言文字或理论义解作揣测,绝不能探知云门禅师之真义。 故环悟禅师平唱本则公案,为人多错会,对义说,知义,或未细对义时机以所说之法, 或道森罗万象皆是义法之所应,故为之对义说。 殊不知,古人义不如此。 顾勇家大师于,正道歌,中探道,大四八,三九六下,焚骨碎身为族仇,一句了然超百亿。 武灯会圆卷十五,批五千三百四十三。 云门深色,禅宗公案名。 又作云门文声悟道。 本则公案为云门宗之祖云门文言禅师针对游身色,对境,悟道之情形,向大众垂视全然彻悟者无差别之意如境界。 从荣禄第八十二则,大四八,二八零上,云门视众云,闻声悟道,见色明星。 观世音菩萨将钱来买胡饼,放下手却是馒头。 上瘾之中,闻声悟道,戏指相言至贤有耳闻及竹之声而悟道之因缘,见色明星,戏指凌云至情从炸见桃花而悟道之因缘。 香檐与环音宗祖堂当 means 大为山灵幼弟子两人物大之因缘,云人闻声,云人见色,隐味禅龄之美坛。 云门云上婴之垂视语中,先典出香檐闻声与灵云见色之物いき。 故意观世音菩萨买的胡饼,一放手却是馒头。 盖胡丙与馒头原是互不相干,各有特色之两物,代表无人以思量作用所认识之现象界差别相,然对于人然乐物,如观是因菩萨者之物境而言,则早已断除有对立之差别见解,而达于亦如之境解,故自然显现对胡丙与馒头不依不依,无有差别之感反应。 此等物境,可谓经由深色并物,跟尘透脱,乃可充分体达者。 连灯会要卷二十四云门闻眼张,云门宽禅师广路卷中,环雾佛果团师与陆卷十九,P五千赛四十三。 云门还犯前来,禅宗公案名。 本则公案乃宗之,云门闻眼宇一森,针对九云安居之意义,所作之机缘问答。 连灯会要卷二十四云门闻眼张,万序一三六,四一六下,森问,秋初夏末,前尘乎有人问,坐摩恩之对, 诗云,众退后,森云,未审过在什么处,诗云,还我九十日犯前来,上瘾中之,九十日犯前, 亦指九十日安居修行期间之犯前,转至修行之事。 整则公案义门,亦法究竟,知道理,为,修行,与,我,乃一体,而非对待。 云门匡针禅师广路卷上,环物佛果禅师与路卷十六,批五千三百四十四。 云门胡炳,禅宗公案明。 右座云门胡炳,韶阳胡炳。 系云门宗之祖云门闻眼禅师与某僧有关,如何是超佛阅祖,疑问,所作之机缘问答。 闭言录第七十七则,大四八,二零四中,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阅祖之谈,门云,胡炳,云门乙,胡炳,胡马所至之饼,回答佛意,祖意,如何是超佛阅祖之问,而绝不容易思量分别之余地,即显示超佛阅祖之言, 除着依吃饭,阿始送尿外,别无他意,顾及便是超佛阅祖之谈,亦无如一个胡炳吃却了事。 从荣录第七十八则,连灯会要卷二十四云门闻眼章,批五千三百四十四。 云门要并相智,禅宗公安明。 本则公安旨在禅明彻物,全自己,全基线,知基法。 闭言录第八十七则,大四八,二一二上,云门是众云,要并相智,尽大帝是要,那个是自己。 上瘾中之,要并相智,意味要与并乃相对之二者,转指凡夫之相对二见。 修行者能灭除要与并之妄想,使未真出家。 若达于灭除相对二见之境界时,静大帝西皆味药,若自己能活用药时,则静大帝西成为自己,除自己之外,无药可求,义无可除之病。 批五千三百四十四。 云门漏注,禅宗公安明。 又座云门古佛漏注。 此公安乃云门宗之祖云门闻眼禅师对古佛与漏注相交问题所作之垂世。 闭言录第八十三则,大四八,二零八下,云门是众云,古佛与漏注相交,是第几基,自带云,南山起云,北山下雨,上影之,古佛, 指释迦牧尼佛,乃至诸佛,历代之祖师等。 漏注,指无论任何人皆能目击知现前世事物物。 机,为机关,机用,机根,机轮,机法等意,产与多用以止心之作用, 且此一作用上有各种不同层次之阶段。 此则公案及云门就,古佛与漏注相交,为提,御令门下纳森深入堪辩, 诸佛诸祖之奥妙世界,与,现前潜意可识之事物诸相, 两种仿佛截然无关之,各别法,一旦亲切交气, 浑然一体而魔所分别,此时应属,第几基,或应以何种层次之心法作用来感悟之。 然当时门下无一人回答,云门唯有自答,南山起风,北山下雨。 北宋学斗众显禅师就此则公案而诵曰, 大四八,二零九上,南山云,北山雨,四七二三面向堵, 新罗国里曾上堂,大唐国里未打鼓。 苦中悦,乐中苦,谁道黄金如粪土。 此诵文中,四七,指西天二十八祖,二三,指东土六祖。 盖西天雨东土之祖,以其生存之时空而言, 各不相干,南山与北山之云与一本无交汇互设之可能, 然若自东西互存,南北一体之完整世界而是之, 则自然可乐达其亲切相交,一体无别之境界, 此意及云门粘出古佛与露住相交之本意。 从荣禄第三十一则,批五千三百四十四。 云泉寺,位于塞北查哈尔张北县张家口之西寺而山路。 寺与威俄,有殿武术石银。 山门内有冰洞,水洞,冰洞虽延鼠而不化, 水洞则清泉四亿,景致圣家。 云泉寺占地极广,周围环以围墙, 香火之圣,观绝莫南。 批五千三百四十五。 云泉寺,一千六百二十,一千六百七十六, 明末清初灵纪宗森。 楚安路,湖北,人,姓名不祥, 好云泉。 从为山寿界,赴参学于赫灵而有所得。 后诗是于山翁道吻,并四其法。 云青代顺至十五年,一千六百五十八, 入驻潭州,湖南,龙崖寺。 康熙十五年世纪,世寿五十七。 有云搜禅诗与陆二卷形式。 武登全书卷七十三,批五千三百四十五。 云丰寺,一位于湖南横山子盖箱。 唐代时,法诏常驻此寺,有诸多瑞映世纪。 代宗大历二年,七百六十七, 法诏曾于僧堂州中,见五色祥云,云内有山寺, 寺之东北沿见父友一寺,名为大圣竹林寺。 他日中在献瑞云,云中数寺, 十台楼阁之上有诸菩萨众,亦僧为此寂五台山。 其后四年,法诏于湖东寺开创舞会念佛道场, 附有此其瑞,法诏遂与同修树人, 参议五台山之文书菩萨。 二位于四川纳西长江北岸十公里处之方山南路。 唐代时,曾赤建云丰禅院,后几经兴费, 清代嘉庆年间,一千七百九十六,一千八百二十, 重建,历经二十余年始成。 现存三殿两院,主要建筑为大雄殿, 歇山丹岩,宏伟壮观,木雕石灼, 客宫精美。 方山四周,群峰环绕, 层轮叠障,风颠玲蓝飘忽, 话意盎然,故又称云丰山。 P5345 云集七千,樊一二二卷。 宋代张军坊边, 收于上海版道藏, 为道教经典之籍大臣者。 北宋真宗大中祥福三年, 一千零一时, 命宰相王清若边转道藏, 后由张军坊协助传辑, 收入苏州、越州、台州等处之旧道藏经本, 于天洗三年,一千零一十九, 完成全藏,第四名为, 大宋天宫宝藏。 其后,张军坊选录, 大宋天宫宝藏, 之经要, 及成本书, 号称, 小道藏。 编转当时之卷数为百二十卷, 而今行事之云集七千则多出两卷。 本书所录之资料, 以达摩大师与痰卵法师之胎洗法罪为著名。 P5346 云堂, 又称僧堂。 以僧众聚集, 众多如云, 故称云堂。 聚禅陵相器间殿堂门宰, 僧堂一约云堂, 为众集如云之故。 又云堂一一纸, 云水, 聚集修行处。 此外, 修行僧于僧堂中日常应守之规则, 则称为云堂常规。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住持章请新住持条, 参阅, 云水, 5328, P5346 云章一庆, 1386, 1463, 日本灵纪宗僧。 浩宝清老人, 为一条坚梁之胸。 诗事于东福寺其杨芳秀, 经言禅耀, 通达宋学, 于日本文化艺颇具学养, 曾对武山之僧讲述百丈清规。 这有云陶超, 为超物之代表作品, 乃弟子桃源瑞仙所笔录。 宽镇四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赤世, 红宗禅师。 P5346 云七山, 位于杭州五云山之溪。 原有真济, 云七, 天池三四, 后仅存云七一寺。 以名代莲池大师诸宏居此而闻名。 据诸宏之云七山房杂路载, 初以五云山颠有五色锐云盘旋其上, 顾名云七山。 后以瑞云非吉山雾中, 经久不散, 识人亦知, 英浩云七五。 宋代甘德五年, 九百六十七, 有森大善至逢, 九百零九, 九百八十五, 节眼已居。 雾中多虎, 诗志, 虎则驯服, 故事称服虎禅师。 吾越望前世为其见四, 始称云七四。 宋代至平二年, 一千零六十五, 改明七真院, 后赴称云七四。 明代龙庆五年, 一千五百七十一, 诸宏爱其幽岁, 于此设禅室, 为丛林殿立禅尽归一之教义。 其后, 云七山成为云七念佛派之根本道场。 有大殿, 祖师殿等。 大殿供奉阿弥陀佛, 十大弟子, 六方六佛及二十四天之相。 祖师殿则致有诸弘之相。 十进两旁, 边离戒竹, 竹皆一尺为, 四前大竹一干, 清圣祖赐明, 黄竹, 并应建庭, 云七竹静, 为西湖十八景之一。 知纳佛教史记凭解卷五, 批五千三百四十六。 云七法会, 凡三十四卷。 明代王宇春等边, 乃明代高僧云七诸弘之全集。 驻弘世纪之年, 邹匡明, 王宇春费时昼夜搜集大师之遗注, 得三十一部。 历经十年, 于天启四年, 一千六百二十四, 由大贤, 大文, 大陵等十七名僧, 及居士王宇春等十六人共家教定应客。 清光绪二十五年, 一千八百九十九, 众客, 增补云七遗稿, 云七规约, 云七济世, 云七塔济赞等数部。 批五千三百四十七。 云七济世,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慧刊第一集。 编辑者不详。 细记录有关云七四之文献。 云七四位于浙江杭州五云山西路。 宋代甘德五年, 九百六十七, 福虎禅师在此开山。 明代洪至七年, 一千四百九十四, 凌雨发洪, 殿雨金像随水飘煤。 龙庆五年, 一千五百七十一, 连池大师诸洪重建位净土宗念佛道场。 本书内容首纪盛典, 四绘山图, 四路碑记, 古迹, 森约, 陆贤, 提勇, 殿雨续记。 后复, 孝义吴爱安路, 细集路连池大师所见孝义吴爱安有关之碑记, 遗嘱, 主余, 规约, 济贤, 塔明等文献。 批五千三百四十七。 芸汐玩乐, 细用以赞叹由于物尽者之用语。 芸汐, 又称灵汐, 月, 指佛性真如, 辟欲得道者之灵妙境界。 从荣路第三则东应请祖之诵, 大四八, 二二九中, 芸汐玩乐灿寒辉, 木马游春郡不羁, 亦未缠者之心灵笼剔透, 毫无阴影, 且显现灵妙之光彩。 批五千三百四十七。 云尘, 指远方, 及万里清云之道尘。 右转指身天之路尘, 白云上之天界, 或紫云环绕之净土。 禅院清规卷七王森, 万绪一一一, 四五七上, 查清三殿, 相若一炉, 用剑云尘, 河南盛重, 批五千三百四十七。 云华寺, 位于辖西长安中南山之侧, 南武台中。 山林奇幻, 全剑幽岁, 位中南山之官。 本寺创建于随带, 轮换庄严, 非他寺所及。 唐甘封年中, 六百六十六, 六百六十八, 沙门置眼于此洪传华言原教, 是称云华尊者。 由此, 四岁为华言宗之道场。 批五千三百四十七。 云眼课文禅师语录, 樊六卷。 右座云眼真敬禅师语录, 真敬大师语录。 宋代真敬课文, 一千零二十五, 一千一百零二, 传, 法身, 福身边录。 有两种, 分别收于万序藏第一一八侧古尊素语录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及第一二十五, 一千零二十二十四。 然两书所收获有出入, 收于一一八侧者较为完备, 内容戏集录真敬驻云周慎寿, 洞山, 精灵暴宁, 庐山归宗, 宝丰团园等之语录, 寄送, 并赴录王安石之请书, 则之序等, 收于一二十四者则细请书, 云眼真敬和尚形状, 寄文, 珍赞, 手帖, 拔等, 可视为前者之不宜。 PN三百, 百四十七。 云眼真敬禅禅诗语录, 请参阅云眼课文禅诗语录。 云集重, 如来之弟子可分为两种, 常随佛陀文法并入其道化者称为, 常随重, 受实践或空间之限, 无法常随佛陀, 仅不定时从他方云集而来者, 称为云集重。 云集重, 仅限于大臣经典才有。 首轮延经文等一课, 批五千三百四十八。 云游, 指行者至诸方参学行脚, 又如浮云随风飘游, 不定止于一处。 又有义, 云游平记, 比求道者之居无定所, 又若浮云即交流之浮平。 禅愿清规卷四颜寿堂主尽头, 批五千三百四十八。 云谷, 报五齋之谷, 又称齋谷, 以其谷上画有云彩, 故称云谷。 据佛顶首轮延经卷三载, 摘十几谷乃谷硬度极有之风时。 赤修百丈清规卷下法器 这谷条, 大四八, 一一六上, 摘五三通, 如上堂时, 但结会稍醋而已。 禅灵备用清规卷三, 禅愿清规卷一副粥饭, 入重日用, 入重须之, 禅灵象器兼北器门, 批五千三百四十八。 云汉满, 明代末年时之灵纪宗森, 申足年不祥, 于山, 江苏, 人, 俗姓章。 崇祯十七年, 一千六百四十四, 于三封清凉四剃度。 清代顺至五年, 一千六百四十八, 赴海门, 江苏, 广汇寺, 参学于福时通贤, 并四七法。 立住报恩寺, 通州, 江苏, 弥勒院, 于山之浮尘等。 这有福宗论, 典华路等。 五登全书卷七十七, 批五千三百四十八。 云台石雕, 位于热河居庸关内之关台, 建于圆带。 全部以汉白玉砌成, 云台上原有楼阁宝塔, 壮丽威额, 至今仅残存基座, 燃基座内外刻满精美幅雕, 为长城关爱绝无仅有之建筑艺术。 云台镇中开一道拱门, 拱门镇中刻有人身双赤鸟口之金赤鸟, 两旁刻有头盘七蛇之龙女, 另有对称交叉之金刚柱, 巨像、猛龙、花叶等图案。 洞长七十七公尺, 从顶至四臂刻满浮雕, 由以东西洞口对称之四大天王最为令人惊叹, 东北持国天王, 东南增长天王, 西南广木天王, 西北多闻天王。 四天王雕像君及雄敬, 目光,神态威猛庄严, 线条粗广豪放, 为古代浮雕中不可多见之杰作。 洞顶部令刻有无数佛像, 四边则刻是各种花草图案。 除上述艺术架之外, 云台石雕令具有史学、 语言学、 佛学上之重要意义, 即洞内四大天王浮雕像之间, 存有六种不同文字之古代 悲客陀罗尼经文, 梵文、 藏文、 分两体, 亦为加嘎尔文, 亦为土波文, 巴斯巴蒙古文, 维吾尔文, 汉文、 西夏文。 悲客内容为佛顶尊圣陀罗尼经文, 如来新陀罗尼经文, 咒语与造塔功德纪。 此悲客经文可供研究古代边疆语文, 亦为佛教史之重要史料。 P5348 云盖山, 位于湖南长沙善化县西约35公里处, 洞庭湖之南。 杨齐派之祖方会禅师晚年长驻此, 至圆、 圆境禅师、 至寒、 正绝境等一层驻此山。 大明一统治卷六十三, 大清一统治卷二七六, P5349 云恒山, 位于浙江亦乌县, 又称云黄山, 松山。 南朝梁代大同五年, 五百三十九, 善会大事舍宅于山下创四, 以有双桃树而称双陵四。 齐树连礼, 祥烟周绕, 双鹤七指。 晨代天家二年, 五百六十一, 善会大事于山顶绕连礼树行道时, 有世家前影, 为魔后皆, 欺佛相随之感应, 并见山顶有黄云盘旋, 壮如车盖, 顾鸣云横山。 宋代宗宗时, 该寺被选为时差中之地八, 岁改称宝灵四。 山上有限壁, 高三百余公尺, 广义百余公尺, 可俯看华西, 旁有如来风, 七佛风等。 旭高森传卷二十五,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佛祖统计卷三十七, 卷四十二, 大明义统治卷四十二, 大清义统治卷二三一, 批五千三百四十九。 云头, 亦元指云高之处, 右转指超脱世俗之境界。 二指看似云一般之物, 辟欲凡夫起烦恼, 移情之状态。 而,云头点的黑如漆, 异语, 即形容, 移情, 犹如黑漆一般, 覆盖大地。 淮安国语卷四, 批五千三百四十九。 云龙山石佛, 云龙山位于江苏同山县南, 常有云气蜿蜒如龙, 故称之。 东延石峰围绕, 上有新化寺, 寺内有大石佛, 石佛未半身坐像, 高约十公尺于, 系北未晚其旧山崖巨石雕凿而成, 当时锦造佛头, 明代建文四年, 一千四百零二, 依山崖建大殿, 清代康熙三十四年, 一千六百九十五, 复凿佛身, 经存大殿乃明代所重建。 后延墙高持续, 仅用三砖, 故有, 三砖殿附三丈佛, 之说。 石佛两侧岩壁上, 有北魏太和十年, 四百八十六, 及唐宋十之造像与提字, 大小佛像错落其中, 儼然如画。 批五千三百四十九。 云辩, 宋代灵济宗僧, 身足年不祥, 平江府, 江苏, 人。 从福建之瑞封章出家, 赴参学于穷龙园, 后四缘物刻秦之法。 常驻平江府, 大举红化。 加泰普登陆卷十五, 武登会员卷十九, 武登全书卷四十三, 批五千三百四十九。 云言大悲首眼, 禅宗公案名。 右座云言变身首眼, 云言问道无首眼, 云言摸枕, 云言大悲。 本则公案乃云言谈圣语道无就, 大悲菩萨之千手千眼有何作用, 所作之机缘问答。 闭言录第八十九则, 大四八, 二一三下, 云言问道无, 大悲菩萨用许多手眼做什么, 无云, 如人夜半被手摸枕子, 言云, 我会也, 无云, 如坐摩生会, 言云, 变身是首眼, 无云, 道即太沙道, 指道的八成, 言云, 师兄坐摩生, 无云, 通身是首眼。 大悲菩萨即观世音菩萨。 对于此菩萨之千手千眼如何使用之问题, 云言达以变身是首眼, 道无达以通身是首眼。 二者之意同为身体全部皆是首眼, 辩身与通身亦无忧烈之分, 故二师皆亦指自己乃观世音菩萨。 批五千三百五十。 云言寺, 一位于江苏无县西北虎秋山, 又称五秋山, 五秋山, 虎秋山, 号称十差之地九。 又称虎富寺, 虎秋寺, 五秋寺, 鲍恩寺, 东山寺等。 史创于东晋贤和二年, 三百二十七, 司王寻及其帝王舍司宅建经舍, 主法太之高徒道义为其开山, 或为佛日气松为开山。 其同门逐道身, 应畅言产提成佛之意, 为众所病, 乃至该寺。 据传道申句时讲产提成佛之意, 时皆点头。 其后, 留宋谈帝, 及法师, 梁黛僧若, 隋黛智据等皆先后居此讲经。 智眼, 法公, 僧怨等人亦曾居此。 智北宋, 杨琦派之少龙遗祝此四件法状, 四岁圣及繁荣。 明代宣得年终, 1426, 1435, 遭大火焚会。 正统年间, 1436, 1449, 巡抚周城之重建。 四在虎丘山左侧, 前有建池, 并有严真清之, 虎丘建池, 四字石刻, 至今有存。 池中上流有二段石, 相传即是点头石。 池畔有二层台形之巨岩, 上有唐代李扬斌所书之, 深宫讲台, 四个传字, 刻于岩上, 传为道深讲经之遗迹。 山门位于虎丘山脚下, 始建于唐代, 重建于元代至元四年, 1338。 此门位歇山市, 梁略弯曲, 四半月形, 故称月梁。 其内部梁架与一般不同, 柱顶比柱深略小, 并做成圆卷形状。 大梁中柱两侧各安二根月梁, 看似断梁, 故有断梁殿之称, 又称双梁殿。 四中有塔, 俗称虎丘塔, 始建于后周显得年间, 954、959, 落成于北宋建龙二年, 961, 平面八角形, 七层, 砖建, 仿楼格式。 自南宋建延年间, 1127、 1130, 至清代咸丰十年, 1860, 曾七次遭火焚毁, 顶部及各层严军毁, 塔顶铁砂以不存, 经锦存砖契部分。 法华经玄一卷石上, 梁高僧传卷五, 旭高僧传卷石, 佛祖统计卷三十六, 大明高僧传卷五, 虎丘山智, 二位于四川江游斗锤山路。 始建于唐代, 明代末年毁于冰火, 清代雍正三年, 1725, 重修。 殿宇有五重, 建筑雄伟, 地势开阔。 大殿西侧存有宋代木造转轮金藏, 右座飞天藏, 星辰库, 高10.3公尺, 直径7.5公尺, 外形如木塔, 和自由洞。 分上中下三层, 上层为天宫楼阁, 设计横利金桥, 中层为藏身, 四周壁板式有大小木雕仁像二百余, 姿态各异, 下层为藏座。 整个转轮工艺精美, 未贵之五代木雕。 三位于湖南长沙幽县东南方之云岩, 灵岩。 唐代药山为眼之法四弹圣, 七百八十二, 八百四十一, 未开山。 洞山架层于此弹圣坐下, 并得其心印。 大清一统治卷二七六, P5350。 云岩树起扫, 禅宗公安明。 右座云岩扫地, 云岩无地。 本则公安就云岩。 门谈圣皆化道无缘, 宗、至, 令其觉醒本来面目之因缘。 从荣禄第二十一则, 大四八, 二四零下, 云岩扫地字, 道无云, 太屈屈身, 严云, 须之有不屈屈者, 无云, 嫩魔则有第二月也。 言提起扫云, 这个是第几月, 无便修去。 圣, 之中, 云岩将扫数起, 问道无, 这个是第几月, 意味除自己本来面目之外, 是否尚有另外一个自己, 旨在令道无觉醒, 本来之自己。 或为此则公安逸显询言盲, 盲中有贤之生活形智, 盖凡悟道之人, 无论岛地岛米, 班柴运水, 当下即使所行所事之三昧, 盲中有贤, 悠悠其境, 既不干涉任何其他之警务, 心念, 然又含涉森罗万象于此一当三昧。 P5351 顺三分善, 止顺服分善, 范科医尔, BHJ, 顺解脱分善, 范马克, BHJ, 顺抉择分善, 范尔维多, BHJ, 顺, 顺意之意, 分, 部分之意, 顺意其所顺法之部分, 称为顺分。 一, 顺服分善, 乃持五戒时善, 而敢世间可爱之果或仁天善去等之有漏善根。 以其为能顺意敢此果之善, 故称顺服分善。 二, 顺解脱分善, 因燕离生死, 心求涅槃, 而修诸善根, 遂敢解脱之善果。 如众生欲出三戒, 断除烦恼或业, 而正真空涅盘之理, 必修, 七方便。 而顺解脱分善即如, 七方便, 中之前三位, 一及五庭心, 别相念住, 总相念住等三贤位之善。 盖住此位之菩萨虽未能拂灭烦恼, 所知二障, 然以对为时之性生生性解, 并修二利盛行, 故称顺解脱分善。 三, 顺觉则分善, 觉则, 亦未见四地理之无漏盛会, 即顺于无漏觉则之盛道, 而敢, 见道, 无漏智之果。 如, 七方便, 中之后四位, 即宣, 顶, 忍, 是第一法等四善根。 以此四善根接近剑道, 能顺其盛会一分之剑道抉择制, 观察四善地, 做十六行相, 能愿是第一法之无剑, 引发无漏制, 即顺一笔之制, 此称为顺觉则分善。 故生文成中之急速者, 三善方的解脱, 亦及第一善起顺解脱分, 第二善起顺觉则分, 第三善始入于剑道, 乃至的究竟之解脱。 此外, 依据舍论孝著记载, 分, 有分段之意, 即服中一分或抉择中一分等意。 又于佳师的论卷三以此三善, 和无漏善立为四种善。 大臣阿皮达摩杂及论卷十三, 并分顺解脱分为四种, 依平顺解脱分, 顺解顺解脱分, 爱悦顺解脱分, 去阵顺解脱分。 复分顺觉则分为六种, 随顺顺觉则分, 顺境顺觉则分, 通达顺觉则分, 于转顺觉则分, 一身顺觉则分, 一坐顺觉则分。 据舍论卷十八,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大皮婆沙论卷五至卷七, 成为石论卷九, 顺正理论卷六十一, 显阳圣教论卷十七,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三, 成为石论数纪卷九末, 大臣法相宗明目卷一中, 卷六中, 参阅七贤一百二十, 见到三千, 批五千三百五十一, 顺不定授业, 四业之一, 又称不定授业, 不定业, 为所造作之善恶业, 因其势力为弱, 尚无法决定将于何事受果报, 此业即称顺不定授业, 大批婆沙论卷一二四, 瑜伽诗的论卷六十, 参阅四页一千七百八十二, 定业不定业三千一百八十二, 批五千三百五十二, 顺之, 新罗为养宗森, 或作顺之, 新罗配将平安南道, 人,俗姓谱, 于五官山, 京畿道长湍府, 替法, 于俗黎山, 中清北道报恩郡, 受据足解, 献安王二年, 八百五十八, 来华, 师事养山会记禅师, 唐代西宗甘福元年, 八百七十四, 返回新罗, 驻于五官山龙岩寺, 后改明瑞云寺, 弘扬教法, 享年六十五, 世号, 乐物禅师, 祖唐吉卷二十, 景德传登陆卷十二, 批五千三百五十二, 顺中论, 凡二卷, 龙圣, 范恩吉卷那, 龙树, 菩萨造, 无者菩萨是, 北魏班若留之义, 全民顺中论, 溢入大班若波罗密经出品法门,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册, 本论系解释龙树所造中论, 论书中之根本问题, 八部, 集, 细论, 之要义, 并破斥偏执空, 有二端之弥直, 中观论书卷一本, 开源室教路卷六, 卷十二, 历代三宝记卷九, 法经路卷五, 真元新定室教目路卷九, 批五千三百五十三, 顺中论溢入大班若波罗密经出品法门, 请参阅顺中论。 顺化, 一系, 逆化, 之对称。 佛菩萨以顺当之方法化义众生, 称为顺化, 而对于不服之众生, 则以强迫之方法教化之, 称为逆化。 如诸佛菩萨之应激而化, 皆属顺化。 又于密教, 佛之三种伦生中, 以正法伦生所化称顺化, 以教令伦生所化称逆化。 法华经卷七, 法华文句记卷十中, 参阅, 化, 一千三百二十一, 二指森之丧亡。 又作顺世, 顺记, 顺取。 取其顺世道而死化, 世灭之以。 据世世药篮卷下记载, 佛门忠称, 死, 未涅槃, 元祭, 归真, 归祭, 灭度, 千化, 顺世等, 其意义皆同。 佛祖统统计卷二十八, 禅愿清规卷七王僧, 参阅, 千化, 六千三百二十, 批五千三百五十三。 顺手骨, 又作俘手骨朵。 骨, 指杖, 棒等。 顺手骨, 即止使用起来即为顺手, 方便织棒子。 从荣禄第八十则龙牙过板, 大四八, 二七八中, 继云, 与我将蒲团来, 好本多同, 牙曲蒲团与灵纪, 将错就错, 继接地变打, 顺手骨, 批五千三百五十三。 顺正理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顺正理论。 顺世外道, 泛名Lokyata或Lokyatika。 英译陆迦耶派, 卢迦耶陀派, 陆戈耶多派, 陆迦耶底家派, 又作顺世派, 为古印度婆罗门教之之派, 主张随顺世俗, 倡导为物论之快乐主义。 此派与阿奇皮家派同为古印度自由思想之代表学派。 此派以为物论之立场, 主张地、 水、 火、 风等四元素合成无人身心, 人若命中, 四大义随之离散, 五官之能利益还归虚空, 故无人死后一切归无, 灵魂亦不存在。 因此, 此派否认轮回, 也, 赴否认祭祀, 公仪, 不失之意义。 于认识论上主张感觉论, 于实践生活上主张快乐论, 并反对婆罗门所主张之计四万能主义, 而倾向于诡辩之思想。 除, 无人身心系由四大和和而成, 之主张, 此派赋认为世间一切之生物, 无生物亦皆由四大所构成, 四大可分析至, 即为, 即物质之最小单位, 而于即为之外, 世间即无任何余物。 并进而论定, 人虽有精神作用, 然所谓精神作用亦不过物质之结合所产生之状态而已, 故人生之目的乃在于追求快乐。 此一见解, 于佛教所说, 断、 常、 二邪见中, 属于, 常见外道。 据成为时论眼蜜卷一末载, 顺势外道所说之极为可分为三类, 即, 一, 即经须, 指心与心锁, 二, 清静, 指眼, 耳, 鼻, 舌等诸根, 三, 非虚静, 指色, 身, 香, 味等至外法, 即为之说, 非仅为顺势外道所独有, 六派哲学中之圣论学派亦有此说, 然两者所说互义, 顺势外道为, 即为之外, 世间即无余物, 圣论学派则于四大种之即为外, 另立, 得, 业, 等诸底。 又于佛教中之小臣, 如说一切有不, 尽量不等意有即为之说, 然与顺势外道大义齐去者, 在与肯定即为之外, 另有心, 心锁等精神作用之存在。 此类为物论快乐主义, 与古印度废陀, 梵书, 奥义书之时代即已萌芽。 在当时, 重奉此类主张者, 被称为, 加尔瓦卡, 犯CRV Kansas, 之徒。 至于何时时未成一大思想流派, 则弃今已不可靠, 仅之约与佛陀同时代或于佛陀之前, 或为泛名Lockyatta CRV Kansas, 路加耶加尔瓦卡及其教祖之名。 此教派并无经典流传后世, 今所知有关此派之思想主张大多散见于佛教或当代其他学派之典籍, 如常阿含卷十七沙门国英所载之, 阿姨伯赤舍青婆罗, 大批沙论卷二零零所载之, 布兰加耶, 均为顺世外道之典型。 据此N43藏法师传卷四载, 玄藏西游天竺, 欲止摩羯驼大烂图四时, 曾顺世外道前来论难, 可知在七世纪时, 该教派之思想风潮游盛行不衰。 此外, 与法华今无安乐行品记载诸外道泛至尼姬子之类时, 举出, 陆加耶陀, 逆陆加耶陀, 知名, 至大师之法华文句卷八下家产事。 盖逆陆加耶陀又称左顺世外道, 系顺世外道之分派, 亦指自顺世外道而限于左道者。 入伦家经卷六如加耶陀平, 大臣广百日论卷。 而卷三, 成为十论卷 以成为十论数计卷一末, 会零应一卷十五, 批五千三百五十三。 顺列, 于受借会之时, 未定定解脉之顺序, 令借子依序, 来列整齐称为顺列。 又于直谈了有列记诸借子姓名之帐步, 作为斋时时点名之用, 该账步又称顺列账。 直谈, 未受借会中负责有关借会借场, 借日一切事物直称, 其欲处及称直谈聊。 行持鬼犯卷二受借会做法, 批五千三百五十四。 顺诸, 又坐树诸。 诸, 诸末, 将仙人之教。 行吕, 以诸末记录于步本。 顺诸, 为仿照仙人之言教而行。 古尊处语录卷三十九, 万序一一八, 三三二上, 问, 如何是如来禅, 知云, 横安主之, 井草邪, 问, 如何是祖师禅, 师云, 上大人, 又云, 会魔, 森云, 不会, 师云, 不会且顺诸, 批五千三百五十四。 顺次身受业, 范语, Yupapidia, Fedonya, Karma, 巴黎语, Yupapidia, Fedonya, Karma, 为三十业之一, 四业之一。 略称顺身受业, 顺次业, 顺身业, 顺次身受。 为现在是所造作之善恶业将于次身受果报, 此业即称顺次业, 自身受业。 大批婆沙论卷一一四, 参阅, 四业, 一千七百八十二, 定业不定业, 三千一百八十二, 批五千三百五十五。 顺次往生, 顺次, 指此身之次。 位于次身往生, 即经生命中之后, 直接往生即乐净土。 于据舍论卷十五所载三决定业, 顺宪法授业, 顺次身授业, 顺后次授业, 之中, 顺次往生即属顺次身授业, 乃此身造作, 于第二身即受一手果之业, 而非更呆他身实受果报。 日本净土宗多以无量寿经四十八院中之第十八院系属顺次往生之院, 第二十院则属顺后往生之院。 参阅, 三决定业, 五百五十四, 批五千三百五十五。 顺承, 英明用语。 英明论事中, 以, 同域体, 来完成论证之举证作用, 称为顺承。 同域体之任务在于未能证与所证之间建立一种相熟不离之关系。 例如例, 身为无常, 宗, 命题, 所作性故, 因, 理由, 若为所作, 见彼无常, 同域体, 譬如平等, 同域一, 之论是, 身为无常, 乃所欲证明者, 所证, 所作性故, 乃所用以证明者, 能证。 所作性之后必有无常性随逐而来, 故所作性为所随, 无常性则为能随。 必先有所随者而后才有能随者, 若不先有所随者, 能随者便施其随逐之对象。 故所随者居前, 能随者居后, 乃为自然而不可一意之顺序。 上纪论是以, 若为所作, 见彼无常, 为同域体, 即是顺此一自然顺序, 产明两者有必然随逐之关系, 英明学者称此一作用未顺臣。 英明正理门论, 英明入正理论物他们浅世, 成大齐, 批五千三百五十五。 顺明珠, 又作同一珠。 为, 读明珠, 之对称。 是摩赫眼论卷二产世真如, 生灭二法二门时, 共列举十名, 其第九名为, 中时, 亦指第一异地, 又分为等柱中时, 别柱中时两种, 并分别以读明珠, 顺明珠比喻之。 其中, 别柱中时乃, 生灭所入, 之别明。 盖顺明珠系指随顺差别而硕现色彩之珠, 以各种异物置于此珠之前, 此珠即随顺各物种种之色而映现种种色, 故以之比喻随顺差别法之, 生灭所入。 同理, 独明珠即用以比喻万法亦如之, 真如所入。 参阅, 别柱中时, 两千七百九十五, 独明珠, 六千两百六十六, P五千三百五十五。 圣后次寿夜, 犯于APAPIA, FADANIA, KARMA, 巴利于APAPARIA, FADANIA, KAMA, 为三十夜之一, 四夜之一, 略称顺后寿夜, 顺后次寿, 顺后夜。 为现在是所造作之善恶夜将于次次生, 第三生, 以后寿果报, 此夜即称为顺后次寿夜。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四, 参阅, 四夜, 一千七百八十二。 订夜不订夜, 三千一百八十二, P五千三百五十五。 顺流, 泛于ANISRODO, JAMEN, 巴利于ANISOTA, JAMEN, 又作随流。 为, 逆流, 之对称。 为众生随顺三界, 六道生死之流, 而轮转于迷戒。 如众生起或造业, 随顺生死之流, 为被涅槃之道, 即为流转生死之因果。 反之, 断三界或障, 为逆生死之流, 去入涅槃之道, 则称为逆流, 即为海灭之因果。 又据摩喝止观卷四上载, 修行之人因, 顺流时心, 而颠倒造恶, 积极众类, 流转生死, 虚以, 逆流时心, 对至此等过失。 顺流时心疾, 一, 无明昏暗心, 众生内心为无明所迷惑, 忘记人我直, 起颠倒妄想, 广造众业, 流转生死。 二, 外顺恶有心, 指众生内惧烦恼, 外为恶有迷惑而失正行之心。 三, 无随喜心, 为对他人之善行不能随喜。 四, 纵自三叶心, 为任意造身口一三叶罪。 五, 一切处起恶心, 众生所造恶事虽不广, 然为恶之心遍布一切处。 六, 常念恶事心, 众生为起恶心, 增长恶事, 昼夜不绝。 七, 父葬罪心, 眼必己过, 无悔改心。 八, 不畏恶道心, 为鲁顿无食, 不畏去入恶道。 九, 无残无愧心, 造诸恶业, 而无残愧心。 十, 一产提心, 未否定一切因果道理。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六, 据舍论卷十二, 指观辅行传红诀卷四之二, 参阅, 逆流, 四千三百二十七, 逆流石心, 四千三百二十七, 批五千三百五十六。 顺修逆修, 舍离弥职而去向真理之修行, 称为顺修, 反之, 去向弥职而远离真理者, 称为逆修。 又逆修逆语, 亦只生前欲先为自己死后修佛事, 以祈求死后知名符, 亦称为欲修。 此一封上, 于宋代圣位圣行, 日本弃经人普遍流传。 此外, 日本有于生前取法名, 匿名, 或青年先死而有老人为之祈求名符修佛事, 或一般为死者祈求名符而修佛事等, 皆称为逆修。 参阅, 顺元, 五千三百五十八, 批五千三百五十六。 顺逆, 随顺, 为逆之并称, 又作逆顺, 即因缘化义等式皆各有其随顺, 为逆二种分别。 如以佛菩萨教化众生之方便, 有顺化, 逆化, 以法之次第而立, 有顺次, 逆次, 以观之次第分顺逆, 则有顺观, 逆观, 就静之为顺, 称顺静, 逆静。 此外, 另有顺修, 逆修, 顺流逆流, 顺缘逆缘等。 大佛顶手能言经卷六, 华手经卷八逆顺平, 大智度论卷四十七, 华言五教章卷四, 摩赫指观卷五上, P5356。 顺逆纵横, 又作逆顺纵横。 顺逆, 指顺静, 逆静。 为不论遭遇顺静, 逆静, 皆能任运自在, 而心不动摇。 碧言录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零上, 至于阶段重流, 东勇西梅, 逆顺纵横, 与夺自在, P5356。 顺婆婆, 指老婆心切知景得顺禅师。 顺禅师, 细宋代灵纪宗黄龙派之组会南之法四, 以其具有词爱心, 故从灵中皆称之为顺婆婆。 禅灵口石混名集卷下, P5357。 顺旋转逆旋转, 为密教八种旋转式之一, 十六旋门之一。 于观西谈五十字门之自相自义, 或观自轮观之真言自义时, 顺者诸字之义而观, 称顺旋转, 顺观旋转, 逆次而观, 称逆旋转, 逆观旋转。 如于阿罗赫区五字自轮观, 阿字本不深, 故自言说不可得, 自言说不可得, 故罗字成垢不可得, 罗字成垢不可得, 故喝字音业不可得, 喝字音业不可得, 故区字等空不可得, 如是以五字顺次而观, 称顺旋转。 反之, 则逆旋转位, 驱, 自等空不可得, 故, 喝, 自音业不可得等, 亦如是逆次而观。 大日经书卷七, 范字真言十六旋门义, 欧字易选陀罗尼门市, P5357。 顺献法授业, 伴与Dihadharma, 非等业, karma, 巴利语Dihadharma, 非等业, karma, 为三十业之一, 四业之一, 又称顺献报授业, 顺献业, 顺献报授, 现在授业, 献报, 亦为现在世所造作之善恶业于现在世受果报, 此业即称为顺献法授业。 大批婆沙论卷114, 参阅, 四业, 1782, 定业不定业, 3182, P5357。 顺献, 顺, 随顺, 欲, 辟欲, 即随顺是帝, 自小而大, 次帝作欲。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九列举八种辟欲之法, 顺欲乃其中之第一欲。 引用此一欲法时, 系以物之次帝生其为其欲说之准则, 如为天降大雨, 勾读必满, 勾读即满, 小坑则随之满, 小坑即满, 乃至小河满, 即之大河满, 诸大河君满, 则大海亦见满。 即以此类次帝变化之事物欲指如来之法语, 呆众生戒满, 乃至解脱满, 则涅槃闷亦随之而圆成。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 大品般若经卷十五, 卷二十三, 卷二十六, 法华经文句卷五上, 参阅, 辟欲, 六千八百零九, 批五千三百五十七。 顺道, 东静森, 机冠不详, 侍弘教法, 以此忍嫉妒众生, 立全国, 会人不倦。 东静贤安二年, 三百七十二, 奉前秦福间之命, 与使者基佛像, 经典至高沟利平壤成。 该国君臣奉迎于省门, 颇以礼敬众之。 然师以基缘未熟, 不能宣唱佛法。 四年后, 神僧阿道自卫至, 高距离使于省门创省门寺, 后称新国寺, 顺道及居此, 并创依福兰寺, 后称新福寺, 令阿道居之, 此为朝鲜佛教之使。 三国使祭卷十八, 东国通鉴卷四, 东石会刚卷以海东高僧船卷以三国仪式卷三, 朝鲜禅教考, 朝鲜佛教通使卷上, 批五千三百五十七。 顺境, 为, 逆境, 之对称。 只随顺己意之情境, 即感乐之境界。 反之, 与自己身心相违背, 以致引起痛苦不快或甜惠之环境, 则称逆境, 为境。 境本无差别, 然由于众生迷惑之心, 故有为顺之分, 而顺境亦于使人起贪欲之烦恼。 法界四地卷上之上, 大四六, 六六七下, 若以弥心对一切顺情之境, 引取无厌, 即是贪毒, 批五千三百五十八。 顺缘, 为, 逆缘, 之对称。 一般未以供养佛, 赞叹法等性顺之善事未缘, 蒙化义而向善去入佛之教法者未顺缘, 反之, 以回报佛法等恶事未入道之事缘, 则称逆缘, 为缘。 故善缘未顺缘, 恶缘未逆缘。 据世摩合言论卷七载, 欲顺缘, 则静向善去, 欲逆缘, 则退失道心, 去入恶道, 此一情形, 犹如羽毛之随风飘动, 而转向西东。 此外, 在日本, 被所修之佛是称为顺缘或顺修, 反之则为逆缘或逆修。 新义华言经卷七十五, 大佛鼎首伦言经卷六, 其信论书笔消记卷五, 批五千三百五十八。 顺小, 唐代森, 身足年, 极冠不祥, 为善无畏三藏之门人, 长旧新罗之义灵学习真言秘法。 驻太阅灵延寺, 后遗驻周龙心寺。 永真元年, 八百零五, 四月, 日森最成吉义真至龙心寺夜诗, 诗未彼咒秘义, 灌顶, 并赴三耶三昧耶图样, 念用法门, 器印, 道具等。 是称为正国道场大德阿舌黎。 瑞山大师传, 传教大师行业绩, 原亨氏书卷以P五千三百五十八。 顺转, 即向右转。 禅陵中, 大众排班归疗防, 或经行, 绕行之时, 若须转身, 须以左肩向右转, 称为顺转。 入重日用, 万序一一一, 四季二上, 或查, 阿堂经行次第归位, 以上肩顺转, 不得被入。 上肩乃左肩也, 然上即隐文中指, 上肩, 逐顺转之情形外, 未必皆指左肩。 参阅, 上肩, 七百一十六, P五千三百五十八。 顺全方便品经, 请参阅顺全方便经。 顺全方便经, 泛名, Strengths, Vivarta, Vivikarae, Estra, 凡二卷, 西境主, 互义, 又称顺全方便品经, 转女生菩萨经, 转女菩萨所问受绝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经名, 顺全方便, 亦为随顺众生之意乐, 而发导道义。 本经重点在于 世尊之地子须菩提 与一大臣女菩萨间之对答, 内容系阐明大臣之为妙法。 全经承受为摩经之思想 甚为浓厚。 本经之意义有谈摩耶舍意之乐 因落庄严方便品经一卷。 P五千三百五十八。 顺观, 依顺序观十二因缘, 四地及佛三十二相等, 称为顺观。 反之, 若逆次而观, 则称逆观。 据文士尊及由顺, 逆观十二因缘而开悟。 据大皮婆沙论等之解释, 其顺观即从无明观至老死, 亦及由因相果, 顺次作观, 逆观乃从老死观至无明。 即有果相因, 顺次逆观。 此外, 从头至足观佛之三十二相, 其观法称为顺观, 从足至头观之, 则称为逆观。 于密教, 从阿字本部生观至诸法无因, 称为顺观旋转, 从诸法无因观至本部生, 称逆观旋转。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三,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四, 大日经书卷七, 大臣一章卷四, 摩赫止观卷二上, 批五千三百五十八。 虚达拿太子, 泛名萨丹阿, 八丽名童, 为世尊于因为为太子修菩萨行使之名, 又称虚达拿太子, 虚提离拿太子, 苏达拿太子, 苏达拿太子, 亦亦做善师太子, 善爱太子, 好爱太子, 善与太子, 一切与太子, 善衙太子。 据须大拿精仔, 其叶波国王子须大拿, 慈笑聪明, 长行不失。 凡有求其衣服, 饮食, 金银珍宝, 车马, 田宅者, 太子无不失语。 其后, 更将二子施与婆罗门, 以非施与帝氏所化之泛制而不悔。 六度即经卷二, 菩萨本原经卷上一切施品, 菩萨本行经卷下, 大智度论卷十二, 卷三十三, 玄印因一卷五, P5359。 虚立耶稣魔, 泛名Risoma。 西域沙车国之王子, 财学超爵, 与其凶须利耶拔陀, 范瑞阿帕拉, 共同舍国出家, 专以大臣诗化, 诸学者尊崇之。 其时纠摩罗时一来奉事于诗之座下, 诗未说阿诺达经, 罗时遂言和大小臣, 而归向大臣, 并广求意要, 听闻中论, 百论, 十二门论等。 以诗受罗时大臣之故, 古来亦为三论宗及天台宗传承之一组。 如八宗刚要卷下三论宗条所在其诗臣即为, 龙树, 提婆, 罗罗, 杀车王子, 罗时。 法华传记卷二, 开元式教路卷四, 初三藏记即卷十四, 天台法华宗乡乘诗诗血脉谱, 三论悬书文艺药卷十, P5359。 虚纳, 巴黎明搜尔, 又称虚纳家, 浮游, 为古印度佛教传教师, 相传于阿育王时佛教第三次节级结束后, 与玉多罗被派至今帝国, 巴苏法ABHMI, 弘扬佛法, 缅甸与泰国等国佛教徒军事之为该国佛教十足。 善见绿皮婆沙卷二, P5359。 虚纳环, 泛与Srota, Pana, 巴黎与Satpana, 为生文成四国中最初之圣国, 又称出国, 即断境, 见获, 之圣者所得之国位, 全称虚陀班纳, 又坐虚书多阿半纳, 苏路陀阿囊, 苏路多阿半纳, 旧义坐入流, 治流, 逆流, 心义坐御流, 入流, 义指出入圣者之流, 逆流, 为断三界之见或以, 方为逆生死之流, 又出正圣果者, 欲入圣道之法流, 故称欲流, 虚陀环分因果二位, 自入, 见到, 初心至第十五心之间, 未去向虚陀还果之音位, 称虚陀还相, 见到, 之中, 及第十六心之位, 而对于前之相位则称虚陀还果, 未生文成四圣位中之正果出位, 又一五教章通路记卷五时, 将预流果之人分位三类, 及, 即一, 现般预流, 乃三界, 修获, 皆断境, 得, 无学果, 正般涅盘者, 此属立根之机, 二, 现境预流, 由净修而断玉界, 修获, 之前六品乃至九品, 正, 亦来果, 并正, 不还果, 者, 属中根之机, 三, 受身预流, 止于一, 二身或七凡人天往来受身者, 属于根气教顿者,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六, 巨舍论卷二十三, 瑜伽诗的论卷二十六, 华言五教章卷三, 参阅, 四相四果, 一千六百八十三, 预流果, 五千七百零一, 批五千三百六十, 虚佗素弥妄, 泛名Rutasoma, 八立名Sutasoma, 世尊于因为为国王修菩萨行使之名, 又称虚佗素弥妄, 虚佗虚魔王, 虚佗魔王, 意义作普明王, 巨贤于经卷十一无脑制满品所在, 过去誓言福提有一大国, 名波罗那, 天罗, 国王名家摩沙波陀, 又作伯族, 班族, 路族, 好食人肉, 后变成飞行罗沙, 止于山间, 杀旦多人, 富有诸罗沙来为其眷属, 伯族王欲取千王肉, 故设大宴会, 以得九百九十九王, 最后补虚佗素弥妄, 王从容就死, 并未说杀罪及其恶报, 更说辞心不杀之福, 伯族王闻之悔悟, 遂释放诸王, 此后不再识人, 习时之虚佗素弥妄及后来之世尊, 伯族王及后来之央愁摩罗, 六度级经卷四, 仁王班若波罗密经, 僧家罗沙所级经卷上, 杂僻玉经卷上, 大制度论卷四等君载有词一故时, 然内容略译, 仁王班若波罗密经卷下护国品, 菩萨本行经卷下, 旧杂僻玉经卷下, 伦家阿拔多罗宝经卷四, P5360, 虚余, 范语莫RTA, 巴利语莫乎T, 表短时间, 即暂时, 少请之意, 因意目乎力多, 据社论卷十二载, 目乎力多代表一昼夜的三十分之一相当于今日之四十八分钟, 然经中, 虚余, 义词, 不一定指此时限, 有时视同, 刹那, 而表示极短之时间, 圣天王班若波罗密经卷七, 摩赫森指律卷十七, 据社论卷十一, 指官辅行传红绝卷二之一, 参阅, 刹那, 三千七百三十一, 批五千三百六十, 虚真天子所问经, 请参阅虚真天子经, 虚真天子经, 凡四卷, 或二卷, 三卷, 西境诸法护义, 又称文书师利所报法言称经, 断诸法护义法经, 诸佛法普入方便会分别照明持经, 虚真天子所问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五册, 本经旨在宣扬菩萨成之大乘佛教, 内容为虚真天子以三十三项问提问佛陀, 即以三十二试问文书师利菩萨, 佛陀及文书皆依依达之, 批五千三百六十一, 虚曼尔, 为佛陀五百上首弟子之一, 虚曼, 范斯莫尼斯, 巴斯莫尼, 为黄白色之香花, 虚曼尔比丘曾于世尊面前自述前世因缘, 为其前世曾以待于耳上之虚曼花, 供养佛塔, 故今世于耳上身有虚曼花, 而称虚曼尔比丘。 据大制度论卷二十九记载, 该比丘先世见炳婆施佛塔, 以耳上虚曼花不失, 以此因缘, 故于九十一节中, 皆不堕恶道, 受天上人中之乐。 今世身虚曼花于耳上, 相满一世。 后出家, 正的阿罗汉果。 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 批五千三百六十一。 虚菩提, 一范名Subh Titanium, 八粒名童。 又称苏菩提, 虚福提, 虚福地, 手福地修, 福地, 虚风。 意义为善业, 善吉, 善献, 善食, 善见, 空生。 乃佛陀十大弟子之一。 原为古代印度舍卫国婆罗门之子, 智慧过人, 燃性恶劣, 田恨赤圣, 为亲友厌患, 遂舍加入山林。 山神导致异佛所, 佛陀未说田慧之过患, 师自毁则颤罪。 后的虚陀还果, 附赠阿罗汉果。 系佛陀弟子中最善解空礼者, 被誉为解空第一。 于佛陀之说法会中, 常认佛陀之当机众, 屡见于般若经典中。 中阿罕卷四十三居楼寿无正经, 增益阿罕经卷三, 卷二十八,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九, 大制度论卷五十三, 二臣朝一经僧。 福南国人, 解物超群, 此彩异俗。 长于阳都城内之至近寺, 为臣主义出大城堡云经一步八卷。 其余世纪不祥。 历代三宝纪卷九, 开元世教路卷一, 五千三百六十一。 居拔陀罗, 泛名萨克拉, 巴利名萨克拉, 又做苏拔陀罗, 虚拔陀, 虚拔, 守婆头楼。 意义做善贤, 好贤, 善好贤。 为佛陀陀陀陀陀陀, 最后受教界得道之弟子。 得道之十年已百二十岁, 聪明多志, 闻佛说八甚道, 急于其夜出家受界, 敬修饭行, 入夜味酒, 集成阿罗汉, 并佛陀 之前坚取灭度 杂阿含经卷三十 长阿含卷四游行经 大皮婆沙论卷一 大智度论卷三 大唐西玉记卷六 P5361 居达 范瑟德卡 巴黎明瞳 右座居达多 苏达多 义座善寿善语善诗善给善温 为中印度舍位臣之长者 波斯逆王之大臣 杏仁 宿连读 好行诗 人称之为阿纳他病图陀 犯NCPA 巴NC P I K A 右座阿南兵帝 阿南兵帝 阿纳兵帝 给孤独时 给孤独 归依佛陀后 建造紫园经舍 范Givana 供养佛陀 杂阿寒经卷22 中本起经卷下虚达品 咸鱼经卷时 虚达起经舍品 北本涅槃经卷29 据舍论书卷23 参阅 孤独元 1194 批5362 虚达长者经 请参阅虚达经 虚达经 权益卷 南朝其实求纳皮的 亦于勇十年 日渐二年 492 495 又称虚达长者经 收于大阵藏第一册 本经叙说佛陀为给孤独长者 虚达 宣说佛师之法 为佛师不在于师物轻重 而系以信乐师 随时师 自守师 往而师语 知有行果报而行师语 等五是未如法佛师之关键 又佛师经营上不及持戒 归一三宝 行慈心 不师等之殊胜 而更殊胜者 则未观一切诸法之无常 苦 空 无我 本经之童 本意义有长者诗报经 三规五界慈心艳离功德经 中阿涵卷三十九须达多经 增益阿涵第二十七品之第三 第四 第五等三经 增之部九点二零 达摩经等 其中以三规五界慈心艳离功德经 最为简要 其余四本略童 批五千三百六十二 虚摩纳花 梵与苏摩纳斯 巴黎与苏门 又称苏摩纳花 苏曼纳花 虚曼花 虚曼纳花 修摩纳花 虚摩纳花 一一月一花 好一花 好喜花 善舍一花 秤一花 乃肉豆蔻之一种 鼠灌木 花味黄白色 有香气 巨翻一鸣一极卷八载 此树高三 四尺 枝叶下垂如改 慧苑音一卷下 大五四 四五六中 苏摩纳花 此云月一花 其花形 色巨媚 令见者心月 古明也 中阿含卷十四 大善见王精 法华精卷六 法师功德品 大庄言论精卷二 悬应音一卷三 惠灵音一卷十二 批五千三百六十二 虚摩纳 以泛名 SUKHMAT或SUKHFAT 右座虚阿提 虚喝摩提 虚喝摩池 意义做妙意 好意 极止西方极乐净土 方等班尼环经卷下 大阿弥陀经卷下 会应三昧经 参阅 极乐世界 五千四百八十一 二泛名SUKHMAT 右座修摩提 三摩洁 意义做善贤 印度舍为臣须达长者之女 言茂端正 为识人所探 与其父共归依佛教 后嫁东方福增臣之满财长者 彼得之人信仰裸行外道 凡嫁至彼得之心腹 须供养 礼拜六千位裸行外道 须摩提不仅拒绝 且借机阐述佛教教义 使满财长者 升起供养世尊及森众之心 当世尊与诸弟子至彼城时 为度化彼城之人 乃现种种神变 终十六千外道离开彼城 增益阿含经卷二十二 给孤独长者女的度因缘经 三泛名SUKHMAT 为菩萨之名 又称虚摩那 意义作妙意 据大制度论卷三十五记载 虚摩提菩萨曾以五百金钱 欲向虚罗婆女购买花 以供养然登佛 然虚罗婆女不允 为若得世世常为其妻 使与其花 菩萨为供养然登佛 遂应许祈求 四菩萨之名 又称虚曼女 据大宝基金庙会同女会记载 古印度王舍成有益长者之女 明庙会 年十八岁 即以佛所问法 并答复文书菩萨之诸问题 而受到赞誉 庙会同女更发大誓愿 随即转成如三十岁之之法比丘 佛陀并为其受寄于当来是作佛 好书圣功德宝藏如来 并菩提流至义之虚摩提经与主法护 究摩罗时分别所义之虚摩提菩萨经 及前述之大宝基金庙会同女会 皆为叙述此一故事之同本意义 批五千三百六十二 虚摩提长者经 全一卷 五 知千亿于黄五二年至建新二年 两百二十三 两百五十三 又作如来所说是现众生经 会诸佛前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本经叙述印度舍未成之虚摩提长者 范桑格特 亡顾 其父母及宗亲皆苦痛不堪 佛乃未必等宣说诸行无常 并启示归依三宝远离苦恼之法 更产说诸法之缘起 又本经经名为虚摩提长者经 经中所述意以虚摩提长者之命中未誓原 然经中多次未 有大长者子 明虚摩提 而与经体所称之虚摩提长者 不相契合 P5363 虚摩提经 请参阅庙会 同女经或虚摩提长者经 虚赖菩萨经 请参阅虚赖经 虚赖经 泛名S-Rata P-Rab-C-C-H 权益卷 三国时代为国白演绎 又称虚赖菩萨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二册 本经旭说古印度舍未成中有一贫穷之人 名为虚赖 品德优越 坚守戒律 修持时善 第四天常以暴力威逼 经营诱惑之 然虚赖志在求不生不灭之道 以救度三界众生 故不畏所动 四续千贪之波斯逆王与虚赖之间 关于平复问题之争论 后佛陀未知才觉 未虽平而心静由未负 虽负而欲生由未平 波斯逆王文后 遂归依佛陀及虚赖菩萨 本经之意意有之师 仁义之虚赖金 菩提流至意之大宝基 经善顺菩萨会 极限以不存之之千所意虚赖金 求纳拔陀罗所意平子虚赖金 P5363 虚弥入戒子 虚弥 原止古印度宇宙观中 位于一世界中央之虚弥山 转域为极大之意 戒子 原系戒菜之种子 其体积为小 故以知比喻极小之物 禅宗多以 须迷入戒子 意语来表示超越大小 高低 迷雾 身佛等差别见解 而达于大彻大悟 融通无碍之境界 为摩杰所说经卷中 不思一平 大一四 五四六中 为印度者 乃见虚弥入戒子中 是明著不思议解脱法门 于华言宗 则用来表示华言境界中不可思议的 法界之显露 为法界之体性广大不可思议 无所不包而大小无碍 故即使以虚弥山或三千大千世界整体宇宙 放入一戒子或一毛孔中 虚弥山或三千大千世界不缩小 而戒子或毛孔亦不膨胀 此一大小无碍之思想 系佛教所特有之思想 而于各宗之中 华言宗有强调之 P五千三百六十三 虚弥山 虚弥 范名 Summer 巴黎明同 右座苏弥庐山 虚弥庐山 虚弥流山 修弥楼山 略座弥楼山 范名 亦亦座妙高山 好光山 好高山 善高山 善基山 妙光山 安明游山 原为印度神话中之山名 佛教之宇宙观言用之 为其为耸立于一小世界中央之高山 以此山为中心 周围有八山 八海环绕 而形成一世界 虚弥世界 佛教宇宙观主张宇宙系 由无数个世界所构成 一千个一世界称为一小千世界 一千个小千世界称为一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 和小千、中千、大千总称为三千大千世界 此即一佛之化境 每一世界最下层系一层气 称为风轮 风轮之上为一层水 称为水轮 水轮之上为一层金 或为印石 称为金轮 金轮之上即为山、海洋、大洲等所构成之大地 而须弥山即位于此世界之中央 据长阿含金卷十八言福提周品 记载 须弥山高出水面八万四千游巡 水面之下一升达八万四千游巡 其山直上 摩索曲折 山中相目繁茂 山四面四朵突出 有四大天王之宫殿 山基有纯金沙 此山有上、中、下三级 七宝皆到夹道两旁有七重宝墙 七重兰笋 七重罗网 七重行术 其间之门、墙、窗、兰、树等 皆未经、银、水经、琉璃等所成 花果凡胜 相丰四起 无数之奇鸟 相合而名 诸鬼神住于其中 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 为帝是天所居住之处 据历史阿皮潭论卷二数量品记载 以须弥山为中心 外围有八大山 八大海顺次环绕 整个世界之行乡团圆 有如铜竹盘 须弥山周遭为须弥海 所环绕 高位八万游巡 深入水面下八万游巡 积底层四方形 周围有三十二万游巡 继之为八山 山与山之间 隔着七海 八山之山名顺次位 尤端下很少 阿克雷,巴阿萨克雷,皮纳多,范菲妮塔卡,巴桶,尼明陀,范妮麦塔拉,巴妮麦塔拉,铁维山,范卡卡菲,巴卡卡菲。 七海之前六海名称,即随其所环绕之山而得名。 第七山外有咸海,其外有铁维山。 须弥四周,福婆提、曲陀尼,盐福提、玉丹月,各位于咸海中之东西南北四方,五等众生即居住于南面之盐福提州。 然关于八大山之名称即顺次,于长阿含经卷十八盐福提州品,大楼探经卷五灾遍品之记载,略有不同。 杂阿含经卷十六,长阿含经卷十九至卷二十二,正法念处经卷十八,大皮婆沙论卷六十九,大制度论卷九,瑜伽诗的论卷二,巨舍论卷十一,卷十二,华严经书卷十七,参月,九山八海,一百二十七,批五千三百六十四。 须弥山石窟,位于宁夏固原县城西北六十公里处之须弥山东路,六盘山脉之北端。 此处取境幽静,岩石灵巡,山巒蝶杖,自北朝起,历代皆在此迎见石窟。 现今保存较完整者有二石窟,分布于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桃花沟等处,蜿蜒约二公里。 北朝之石窟较少,中心有四方塔柱,塔柱分层,每层皆有佛堪,洞窟四壁按一佛二菩萨配列。 随代所见石窟之布局类似北朝,但中心柱改为单层,铺向增加二弟子,雕像之造型亦改北朝之秀古清香,而便为手足风鱼,朴实捉重。 唐代石窟有石余作,窟面仍为方形,无中心柱,铺向增至七身,造像之面形丰满,神情安详。 批五千三百六十五 须弥福寿寺,位于热河陈德附近,位清代陈德离宫八庙之一。 鉴于清代乾隆四十五年,一千七百八十,系由于西藏班禅来朝之后,仿照后藏日喀则扎石伦布寺而见者。 藏文之,扎石伦布,即,福寿吉祥,之义,须弥,则为,山,之义,顾名为须弥福寿寺。 批五千三百六十五 须弥谈,安置佛菩萨像之台座,又称须弥座,即以木、金、石等材料做成须弥山之模型,上至佛像。 又此弹置于佛堂中央,以其位置恰似须弥山之力于世界中央,故有须弥谈之称。 以须弥山行之台座安置佛像,与古印度籍以通行,如印度陆也愿博物馆所藏及多王朝之时佛像及其力。 我国刘宋元家十四年,四百三十七,与太平真军九年,四百四十八,知克明,亦有安于须弥座之同造世佳像及胎藏界曼图罗外金刚不愿之地是天象。 其坛有四角、八角、矩形、圆形等式样,高一层或二层。 通常于上缘围有勾兰。 以木造居多,亦有图质,石造者。 于坛之锤直面有许多狭窄间隔,其中雕有狮子、孔雀、花草等图案。 幼禅灵中,住持于法堂位众僧说法之法座,恰位于法堂中央,犹如佛教宇宙观中,须弥山位于宇宙中央,故法座亦称须弥座。 金刚鼎于佳牵手牵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鬼经卷上,大智度论卷八,大日经书卷五,从荣录第四十四则,P5366。 冯友兰,1895,河南唐河人,自知深。 民国八年,1919,毕业于北京大学,十二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历任燕京、清华、中山、北京诸大学教授。 二次大战期间,任国立西南联大文院院长。 曾出国奖学,先后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Pansylvania University,夏威夷大学任客座教授。 中共政策立后仍任北大、清华教授。 曾于1952年率领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同时任中政协委员。 二十三年的中国哲学史,颇获当大学者退。 威许,书中第七、八、九等三章宗论南北朝及隋唐之佛学思想, 剖西京辟,剑崇学林。 民国二十八年者经理学、姿势论。 新智训,由以、心理学、义书、荣惠宋如道学中之、理学、及、心、学、 而成一家之言,迄今由为中外学术界所重视。 另以、心源道、义书、对国佛教、尤其是禅中、详佳论列。 中共统治书其遭批斗,逢是义自行发表文字,否定其以往著作思想之价值。 批五千三百六十六。 一千一百五十三,宋代四川岁宁人。 自祭川。 曾认给世、知世等官。 壮年时,参学于佛眼清远坐下,并思其法。 赴餐业大会早。 得其经营。 晚年晴修净土,以往生西方慰怨,并自费补修大藏经。 余绍兴三年智计。 这有语录事。 五灯会员卷二十,五灯全书卷四十四,居士分灯陆卷下,加太浦灯陆卷二十三,批五千三百六十七。 冯孟真,一千五百四十八,一千五百九十五,明代秀水,浙江嘉兴,人。 自开之。 崇尚气节,擅长文章。 神宗万历,一千五百七十三,一千六百二十,年间,会世中状元,观至国子见祭九。 世宿奉佛法,喜皆静禅僧,从云七诸红寿菩萨界,静持无谢,又与子伯真可修念佛三昧,四血血经,刻印大藏经。 平宿长宋伦严经,有誓超行誓。 于万历二十三年誓誓,誓寿四十八。 誓庄俭,赠太子太保。 这有历代贡举制,快雪塘吉,快雪塘曼陆等。 明史卷三一七,明人小传卷三,诗志居诗画卷十五,批五千三百六十七。 黄公伟,一千九百零八,河北定县人。 本名是学,浩一鸣,晚称东宇宣主。 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并的硕士学位。 是早年级曾受学于梁启超、汤永童、许德山等诸贤,故于佛学颇具基础。 政府拨迁以前,是在大陆曾任职于国使馆及报社。 来台后,先后于淡江、正大、辅人、台大等校讲授哲学、佛学、宋明理学等课程。 世情于著述、所传诸书、除人生哲学、伦理学、理学等类之外,与佛学有关之著作、有印度哲学史化、印度佛学体系论史、中国佛学思想传统史、佛学原理通识等书。 P5367 黄天教、流传于明、清两代之民间宗教。 明代佳境、1522、1566、年间由查哈尔省万全县之礼兵所创立。 礼兵、一名礼生官、替杜后称普明虎眼禅师、普明祖。 其已然登佛子代表过去,乃寿面仁心,释迦佛子代表当今,乃寿面寿心,弥勒佛子代表未来,乃佛面佛心。 畅言洁辩思想,为大洁将临,天下将有变乱。 本教奉普明如来无畏了一卷与普境如来要持通天宝卷位要点,教徒之名字上皆官以普字。 初流传于查哈尔、河北一带,后见传入南方,万历年间复传入江这一带,称为长生教。 此外,于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张元氏,万全县一带人盛行此种秘密宗教,称为皇天道。 据张元氏约三十公里处之善防堡,传说即为该教主神普明佛之发祥帝。 除普明佛外,亦前进崇拜弥勒佛。 该教祖师有普明、普境、普贤、普光、圆通等无畏。 光绪初期,由方森致明、俗姓马、明有才、万全县人,于万全县奉普明金光佛,据说为无身老母所遣下凡之弥勒古佛化身,点授先天真传,定名为皇天大道,此后该教及秘密流传于华北民间。 该教奉无身老母救世之命,宣扬三期末节之教义,以三教归义之精神,其三草普度,以弥勒掌教,预令信仰者皆的往生净土。 所信仰之神指,除其本道神灵外,亦多与当地各庙宇所供奉者相同。 其经典有词行宝训,晚节礼言,四圣旧事真言,神明对本,三会收缘宝法等。 或为此教之性质与一贯道略同。 又有有关一贯道起源之传说,供奉之神旨及流传之地带等推测,一贯道即为皇天教,或源自皇天教,或为皇天教之重要之派。 P5367 黄寺,依依般称佛教或喇玛教寺愿为皇寺。 二位于北平安定门外圆乡其教场之北,有东黄寺,西黄寺二寺,东西乡邻街。 东黄寺元系亦称为普敬禅林之小寺。 西元1651年,以清世祖之赤命而改建,成为内外蒙古与西藏喇玛之住西场所。 西黄寺又称清静化成。 乃西元1652年清世祖为达赖武寺所建。 三位于辽宁省阳寺。 正式名称为十圣寺,俗称黄寺,亦称黄寺。 创建于清太宗崇德三年,1638。 参阅,十圣寺,5790,P5368。 黄老,系皇帝与老子之和称。 东汉时代道家思想流行,道教徒为赋予老子权威,故将其与皇帝结合。 其后,佛教传播于我国,亦曾即用黄老思想来解释佛教义礼。 故有将佛陀与老子一起并四者。 P5368。 黄色,为秘教武色之一。 具有坚固不坏之性德。 若将黄色与武字,武大,武佛,武根,武方等相配当, 则于武字武大之中,为阿字的大之色, 于武佛之中,为南方开夫华王如来之色, 于金刚,胎藏二界中,为胎藏之色, 于四众法中,为增益相应之色, 于武根,武力之中, 具有念根,念力,静根,静力之矣。 于诸经轨中,更有种种之配饰说。 大日经书卷六,卷十二, 参阅,武色,一千零八十二, P5368。 黄衣,指黄色法衣。 黄色原为戒律所定武正色之衣, 僧衣尽用黄色。 黄衣为我国古代官服之衣, 用于僧服系始于北周, 歹元朝更屡屡般赐黄衣, 故传至今日, 亦常有以黄色制成法衣者。 又喇嘛教之心教派穿着黄色衣帽, 一般称为黄衣派或黄教。 大宋僧史略卷上, P5368。 黄卷赤轴,指佛教经卷。 又作黄卷珠轴,黄纸珠轴。 以经文书于黄纸上而卷之以珠轴, 故称黄纸珠轴。 据维摩经略书垂玉记卷一记载, 唐代贞观,627、649, 年间,赤字以黄纸书写, 以防崇害。 依此推具, 经卷以黄纸书写, 亦在贞观后。 另一传说为后汉明帝永平十四年, 630, 帝应主善信等之请, 以火焚焰佛, 道经典至幽烈, 道家书及静成灰烬, 为佛家经卷熏成黄色, 轴便朔红, 故有黄卷赤轴之称。 传法正宗论卷下, 北市卷七十二, P5369。 黄金宅, 即指迦兰, 习印度之需达长者欲购买纸托太子之元陵, 以建造金舍。 太子细言若以黄金铺满原地, 即受之, 长者即依言以向陀金铺的, 太子敢其臣至, 遂献原地, 由长者新建指缘金舍, 故以黄金宅称嘉兰, 祖庭市院卷三, P5369。 黄金担子千军众, 禅灵用语, 辟欲悟道者之气是有如千军众, 其所发出之光辉, 亦如黄金一般璀璨。 虚唐禄卷九, 大四七, 一零五五上, 僧云, 世尊云, 无有正法眼葬, 吩咐磨喝大家夜, 此意又作深, 诗云, 黄金担子千军众, P5369。 黄门, 范宇卡AKA, 英译半则家, 班渣, 班图家, 半则, 半渣家, 亦亦未燕人, 不难。 极致难跟损坏之人, 巨石送绿卷二十一, 四分绿卷三十五, 卷五十九等记载, 将黄门分为五种, 故又称五种黄门, 范帕CA, 帕AK, 五种不能难, 五种不难, 即, 一, 生不能难, 又作深黄门, 范J, Titanium, 帕AKA, 指天生即不能行赢者。 二, 半月不能难, 又作半不难, 半月黄门, 范帕K, 帕AKA, 乃半月能赢, 半月不能赢者。 三, 度不能难, 又作渡黄门, 范R, 帕AKA, 只见他人行赢而起赢新者。 四, 便不能难, 又作便黄门, 抱生黄门, 经不能难, 触抱黄门, 范Socker Putter Bytefi, 帕AKA, 只欲行赢时, 忽施难跟者。 五, 并不能难, 又作尖黄门, 肩不难, 行残黄门, 范Pat, 帕AKA, 只生以腐烂, 或因虫淡等而截去难跟者。 据舍论卷十五将黄门分位善揣, 范AHA, 范泽加, 范帕AKA, 据舍论光纪卷三附加以解释而举出五种黄门, 即本性善揣, 相当于身不能难, 损坏善揣, 相当于病不能难, 极度半则加, 见他人行淫时, 难跟方能勃起, 半月半则加, 相当于半月不能难, 冠撒半则加, 早遇时, 难跟方能勃起。 幼摩赫森指律卷十三有, 六种不难, 之说, 即真, 纳破, 歌却, 因他, 度, 半月六种。 其中, 纳破不难, 指妻妾同时, 恩子因两云, 此即度, 故于对方之子又时即纳破其根。 歌却不难, 指王公大臣取人歌却难跟, 已被作为焉利一时。 因他不难, 只因其人之处, 故生根勃然而已。 戒律规定上述诸种人皆不得出家具足解。 皮坛皮婆沙论卷三,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八, 四分率形式超资持记卷上三之一, 据神光记卷之五, 悬应应一卷二世。 P5369 黄茂林, 民国佛教学者。 广东人, 身足年不祥。 擅长英文。 出于香港语音人研究小文佛学, 至上海从事易经, 向海外宣传佛法, 将六祖坛经, 弥陀经, 十善业道经等因疫情。 有创案英文, 中国佛教杂志。 并于辖石艺术外国佛教概况, 向国人介绍欧美佛教发展。 先后一出英国佛教会略史, 德国佛教居士林, 英国比丘马显德传等文。 民国二十二年, 一千九百三十三, 赴西兰, 金斯里兰卡, 研究巴利文, 泛文, 后一费集于西兰。 P5370 黄面老字, 指释迦牧尼佛。 又称黄面渠坛, 黄面老, 黄头大士, 黄头老, 黄面, 黄老, 黄头。 如来味金色深, 故有黄面之称。 又加皮罗味成, 泛名Copola Vastu, 其中Copola意味黄色, 黄赤色, Vastu意味住所, 成。 故加皮罗味成之泛语义及加皮罗先, 黄头先人之住居。 以士尊出身于该成, 故称其黄面老子。 禅宗多以此语表现呵佛骂祖之基法, 如无门观士尊粘花条, 大四八, 二九三下, 黄面老子狂消驴言, 若道无传授, 未甚读许佳业。 翻译名义集卷三, 批五千三百七十。 黄亭坚, 一千零四十五, 一千一百零五, 宋代诗人, 洪洲分明人, 自鲁之, 好山谷, 擅长诗, 文, 词, 草书。 举敬室, 曾入仕途, 正记卓著, 然以党剑遭折贬。 室重奉佛教, 以居士尔寺黄龙祖星, 一千零二十五, 一千一百, 之法。 常游学安徽山谷寺, 字号山谷道人。 晚年驻经舍于伏兵, 修行净土之法, 又豪福翁。 门人于其逝世后, 思氏文杰先生。 又是所作之诗文, 广为流行于日本族立时代之武山僧人之间, 与日本汉文学史之影响颇具。 这有山谷内外籍, 别籍等。 宋史卷四四, 宋史新边卷一七一元又党人传卷四, 批五千三百七十。 黄梅, 位于湖北省东南。 黄梅县有东, 西二山, 系禅宗四祖道姓及五祖红忍参禅得道处, 五祖并以之为红阳东山法门之根据地。 其中道姓柱于黄梅西北十七公里之双丰山, 西山, 正爵寺, 红忍则正红教化于黄梅东北十七公里处之冯茂山, 东山, 真会四, 六祖会能继承五祖红忍之一, 红法于黄梅西南城外之东建寺。 自此以后, 黄梅岁丛林处处, 而成为佛教圣地, 始称黄梅佛国。 最大者为老祖四, 四祖四, 五祖四三大禅林。 清代圣祖曾搬赐, 天下地一山, 匾额。 右黄梅西北二十三公里处有黄梅山, 以山中多梅树而得名。 批五千三百七十。 黄梅打三仗, 禅宗公案名。 为禅宗五祖红忍以仗集对, 冲米之气聚, 三下, 表示对于慧能之应可语传法之意。 或为系五祖暗示慧能于三根十字仗式之意。 五祖于业理智对方, 问慧能, 米白否? 慧能答, 早白了。 只缺一道筛米手续。 五祖即以仗集对三下, 便离去。 慧能会其意, 乃于业三根至五祖之仗式, 遂四五祖之法。 五灯会圆卷一万续一三八, 一八下, 歹叶, 祖前义对方, 问曰, 米白也为, 卢曰, 白也。 未有筛。 祖于对以仗三级之。 卢即以三谷入室, 批五千三百七十一。 黄夹沙, 黄色之夹沙。 黄味甘陀罗色, 乃以甘陀罗树皮味染料所致。 于不派佛教时代, 各部所传律点各异, 较重要者有谈无区多家等五部之律, 而其所主张之夹沙颜色异不一, 据舍利福问经记载, 如谈无区多家部位赤色, 萨婆多部位造色, 加叶为部者木蓝色, 弥撒赛部者青色, 摩赫森子部则用黄色。 但青黄赤白黑于印度为佛制所尽用之正色, 黄之坏色本指黄浊色。 然亦经者难视坏色之别, 故人以青黄赤等称之。 又西藏喇嘛教之黄派异者黄一。 此外, 黄那指青黄之间色, 黄鹤一。 据大宋僧史略卷上记载, 江南一带僧人多服黑色, 赤色衣, 偶获有着青黄奸色衣, 后皆称黄那位观音那。 大比丘三千微已卷下, 辟五千三百七十一。 黄智海, 民国佛教学者。 又名含之。 龟一印光大师, 修持敬业, 常于上海各地讲解净土诸经。 这有出击敬业指南, 即阿弥陀经, 心经, 观无量寿佛经, 朝暮客颂等之白话解释。 批五千三百七十一。 黄阳墓禅, 禅灵用语。 禅宗喝骂顿汉酒餐而不悟之语。 俗为黄阳墓成长致迟, 若玉润年则反缩一寸, 以此讽玉参禅者之志者, 以其年酒不悟, 亦如黄阳墓之道缩回去。 大会禅师谱说卷下, 本草纲木卷三十六, 批五千三百七十一。 黄阳只提, 乃辟玉如来为度众生所作之方变形。 如来见众生玉造诸恶时, 即为彼等说三十三天之常乐我尽, 使闻者心生喜乐而情作善业, 断止其恶。 然此时乃生死, 属无常, 无乐, 无我, 无尽, 言, 常乐我尽, 者, 戏如来为度众生之方便言说。 此如婴儿提枯时, 父母以阳树之黄阳未经, 与小儿以止其提枯, 然黄阳时非真经, 乃父母之权便饮舍。 幼禅宗以, 经论家, 之说法, 皆为, 空权黄业, 之方便说, 仅得以狂欺于顿者。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 批五千三百七十一。 黄榜氏, 禅愿告之行氏, 以黄止皆氏, 称为黄榜氏。 如斥修摆帐清规住黎章之中规定, 于皇帝诞生日, 天寿圣节, 虚设金刚无量寿道场, 并于黄纸上书写, 经上皇帝圣寿万岁, 属住持法号, 贴于木片上, 皆是于山门右侧。 批五千三百七十二。 黄端伯 一千六百四十五。 明代人 江西新城人 自圆宫 浩海岸道人 崇祯元年 一千六百二十八 举进市 官至礼部郎中 后为清兵居职, 不屈而死。 世督好佛法 曾参学于曹洞宗之 无名会经禅师 反复参究 赵州百数子 之公案 有所醒悟。 这有一书 遥光阁集等。 武登全书卷六十二 明史卷二七五 明末中列 纪史卷十二 批五千三百七十二。 黄帆 指黄指作成之帆 用以悬于死者之种塔。 巨士门正统卷寺之中 尹载冠顶经 为于仁之王日 为其造作黄帆 悬于沙上 使其的黎巴难苦 往生十方诸佛净土。 复印载诸经要及 为为王仁造作黄帆 挂于种塔上 可引导其 中阴 令其步入二去 不申边国 虽未见经典中 对于悬挂黄帆 有所解释 然推测其意 或因五大色之中 黄色居中 用以表忠臣 尽心修复之故。 批五千三百七十二 黄树英 广东顺德人 义明简 姓聪 十八岁毕业于南洋中学 十九岁由其包凶黄颤华引进 随世欧阳建学佛 使至严习范 藏佛典 拟根续玄藏未尽之夜 习宿愿未尝 年二十八级与世长辞 欧阳建颇痛习之 常未传 黄建事略 义文 批五千三百七十二 黄龙三观 灵济宗黄龙派之祖黄龙会南美社 申元 佛守 吕脚 三问 以揭化学人 称为黄龙三观 据宋古莲珠通级卷三十八载 疑问 万序一一五 二四三上 人人竟有申元 上座申元在何处 正当问答交锋 却负申手问 我守何四佛守 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 却负垂脚问 我脚何四缕脚 黄龙平生发此三问 以示学人 三十余年无人能弃何其要止 天下丛林称之为黄龙三观 此三问系黄龙用以消除行者对于 相对差别相 知米值 亦指人人皆因前世因缘转身而来 无法超脱夜暴轮回之鬼则 人心性 与佛相同 皆有成佛之可能 人与其他众生 于人至上皆无二至 既能共同轮回六道 亦能觉悟成佛 又黄龙自作之诵 亦想载于诵古莲珠通级卷三十八 续闻登陆 卷七 宗门统要续集卷十一 武登会员卷十七 黄龙会南章 人天眼目卷二 批五千三百七十二 黄龙山 又称辅山 位于江西水县 江西 相传山顶有一黄龙 能呼风唤雨 故称黄龙山 唐代会积开山 宋代会南常驻此广宏禅法 成立黄龙派 其后祖心 悟心 为亲 名 而逢 道正 法中等相继驻此 自封颇盛 历时一百五十余年 法统时告衰绝 山中有黄龙院 一名永安寺 精存有惠南 祖心二师之塔 韩灵 宝串卷二十二 卷二十九 五灯会员 卷十七 卷十八 卷二十 古今图书集成 直方点 第八四八 批五千三百七十三 黄龙四家路 请三月四家雨 黄龙会唐心和尚雨露 请参阅宝爵祖心禅师雨露 黄龙眼主雨露 请参阅宝爵祖心禅师雨露 狐派 魏灵祭禅之之派 禅宗五家七宗之一 又称黄龙宗 以黄龙惠南 一千零二 一千零六十九 魏宗祖 惠南魏灵祭宗第七祖 十双楚源之门下 于宋景佑三年 一千零三十六 驻江西龙新黄龙山 圣洪教化 遂成黄龙派 十双皆化手段 一向俊炎毒辣 惠南得其骨髓 亦有炎力之风 其实杨祺方会 亦为十双门下俊杰 别开杨祺一派 或以龙玉惠南 以虎玉杨祺方会 惠南常设申源 佛守 旅角三转与堪辩学者 是称黄龙三观 入南宋后 杨祺派龙胜 黄龙派日渐衰退 黄龙会下有 真敬客文 东陵长总 会堂祖星等 宇文人 世代府婆有交往 宋版大藏经之成立 黄龙派出力甚多 课文门下有兜律从月 乐坛文准 惠日文雅等 祖星门下有死星悟星 灵元围卿 乐坛善卿等 宋纯熙十三年 一千一百八十六 日森明眼荣熙来我国 受学于此派之虚眼怀场 归国之后 开日本灵纪宗建仁四一派 成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中之黄龙派 禅林森宝传卷二十二 五灯会员卷七 禅宗正脉卷九 参阅黄龙三观 五千三百七十二 P五千三百七十三 黄龙会南禅师语录 全一卷 南宋会全编辑 细集录黄龙派宗祖黄龙会南之语药 祭诵等 收于大正葬第四十七册 内容首位黄龙出驻于 同安重圣禅院之上堂语十一条 四位迁驻归宗四语路十三条 云州黄博山法语十四条 黄龙山语路十四条 并包括四十首祭诵 语药中义收录药山 南月怀让 石头 云门 大巅 炎阳 灵迹 德山 敬青 乐坛 勇家 旁居士 大珠等古德之说 此外 会全又编辑黄龙四家之语录 收于万绪葬第一二灵册 四家一叙卫 上述之黄龙 慧南禅师语录 慧南法四慧堂祖心之宝爵祖心禅师语录 祖心法四死心悟心之死心悟心禅师语录 悟心法四河山慧方之超宗慧方禅师语录 编者九鼎会全与河山慧方系属同门 卷首赴绍兴十一年 一千一百四十一 前密传之黄龙四家语录续 又日本京都建仁四两族苑高峰东郡自续登陆 连灯会药 加泰浦登陆 续谷尊塑语药 禅门念宋吉 永平广路 无事戒成禅师语录等书中 吉录惠南语要五十余条 并自加泰浦登陆 武登会员 林坚录 云卧祭坛诸书中 吉录十二首寄颂 编位黄龙惠南禅师语录续谷 收载于万续藏第一二零册 吉附载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惠南语录之末 P5373 黄坡山 一位于福建福清县陈溪十七公里处 又称南山 以盛产黄坡 其树皮可作药用与染料用 而得名 唐真元五年 七百八十九 正干禅师开山建四 明班若唐 其后大辟唐宇 历十八年 改称建福寺 炫有西运禅师筑山 黄坡之名顿险 该四岁成为我国禅宗灵祭派之大道场 宋时颇为新盛 其后历经新衰 明神宗曾赐一万福禅寺之额 至崇祯十四年 一千六百四十一 隐元始仲星 后隐元东渡日本 开创宇至大河山 集取其规模 并取名为黄坡山万福禅寺 景德船登陆卷九 宋高森船卷二十 市市鸡谷略卷三 黄坡山至参月 万福寺 五千五百四十五 二位于江西一丰县 西五十七公里处 又称旧丰山 唐末 西运禅师至此开山 以其出家于福州黄坡山 故事称此山位黄坡山 四名黄坡寺 又称灵旧寺 不久 四方学者望风云集 往来常有千余人 唐宣宗曾信此山 与西运同观瀑布 并相对赋诗 从此黄坡宗丰盛于江南 又西运之后 有法纪 至英 为初 为圣 道权 永泰等 相继著此山明义者 南宋少兴九年 一千一百三十九 高宗曾赐明 报恩光孝禅寺 以为追念其父徽宗之所 至明中叶曾废悔 燃明思宗时 常渝 赵通等 曾复兴之 黄坡禅师传心法要序 龙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十六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三 三位于江西于干东南四十六公里 又称小庐山 四位日本黄坡宗之大本山万福四之山好 参阅 万福四 五千五百四十五 批五千三百七十四 黄坡山至 樊八卷 黄坡宗姓幽编辑 影缘重修 于清世祖顺至八年 一千六百五十三 堪行 乃继数福建省黄坡山万福禅四之起源及严格 内容共分八边 山 寺 森 法 塔 外护 文 诗迹一试等 第一至第五之卷首 副四井及塔台等图 且记黄坡西运禅师之正脉原流及致影缘禅师之法系等 批五千三百七十五 黄坡山段记禅师传心法药 权益卷 唐代培修集录于大中十一年八百五十七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八册 细培修集录清文断记禅师西运之法药 兼记齐悦日 有本书得以窥之颂代眼俊禅风之渊源 卷首有培修之序 莫赴禅师之晚林录一卷 然景德传灯录卷九所收之黄坡西运禅师传心法药 各章皆删去年月 卷末又省略三分之一而复以培修之传心祭四言长篇 批五千三百七十五 黄坡引导 引导 皆引化导之意 为唐代黄坡西运禅师引导母亲之故事 黄坡出家后 其母因思念爱儿 忧伤过度而致失明 黄坡参访百丈淮海禅师悟道后 回乡探审母亲 然其母未遇 遂追至河畔 而不慎落水灭顶 黄坡乃之火炬 为义子出家 九族升天 若是妄语 诸佛妄语 并将火炬投入河中 引导其母 此一故事并未记载于禅宗之史传典集 仅建于日本中世纪之 切纸 中 百通切纸卷三 批五千三百七十五 黄坡西运禅师语录 请参阅黄坡断记语录 黄坡宗 为日本禅宗三派之一 明代永历八年 一千六百五十四 我国黄坡山万福禅寺之影园龙旗 一千五百九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应日本长期心服寺亦然之邀请 与独战乡协制长期红阳林祭禅 四年后 叶剑德川家纲 一年受赐山城国与智之四帝 其后三年 于当地开黄坡山万福禅寺 创黄坡宗 与日本林祭宗 曹洞宗并为日本禅宗三派 四年后 由弟子穆安信继承万福禅寺 隐元转至江户白金创建瑞圣寺 并于静江镇明寺等处 大红禅封 此宗遂传于关东 然万福寺在第五代高权中心之后即逐渐衰为 至家永四年 一千八百五十一 始由第三十三代梁中重整宗门 宗风复苏 明治七年 一千八百七十四 与灵纪宗合并 二年后 又告独立 此宗以万福寺为大本山 另有五百余寺 其宗归开释正法眼葬 十相无相之法门 此外又以教禅亦如为其宗旨 隐元于中国陈纪灵纪宗阳其派之禅风 主张禅尽一致 宣扬西方阿弥陀佛净土信仰 鼓吹念佛禅 而亦于日本其他禅宗之宗风 傅认为万法为心 心外无别法 己身弥陀 为心净土 又与一般净土信仰不同 且以汉音讽经 与法会与修行方式上 仍保留明代风格 黄伯宗建禄 佛教各宗刚要卷九 参阅 灵纪宗 六千五百零七 批五千三百七十五 黄伯宗建禄 樊尔卷 日本黄伯宗高权姓顿 高唐园厂等边 记录同宗僧侣法脉相传之次第几年 月 日 收录过去七佛 西天二十八祖 我国六祖至南月怀让以下四法相成者 又赴陆高权以后同宗本山四地相传之森名 堪行于原陆六年 一千六百九十三 批五千三百七十六 黄伯看经 禅宗公案名 乃叙述唐代黄伯禅师与其法四灵纪一玄之机缘 灵纪录行录 大四七 五零五中 诗音伴下上黄伯 见和尚看经 诗云 我将为是个人 原来是黑豆老和尚 住树日乃辞去 黄伯云 乳破下来 不忠下去 诗云 某甲赞来礼拜和尚 黄伯遂打称令去 诗行述礼 以此事 却回忠下 禅门一年以下之九十日修行期间 必须禁足 若违反规定 即称破下 灵纪于下中至黄伯处 黄伯正在看经 灵纪心想 这老和尚果真只是个拘泥金句的 文字法师 若逗留于此意无法得意 不属日 急欲辞去 黄伯乃为 拟破下而来 不忠下 急欲去 灵纪答 指示 来礼拜和尚 黄伯遂将其主打出去 灵纪以行术礼 使觉黄伯此举时 乃对其亲切之道 即返回此意下 盖黄伯之经常看经 并不表示其为拘泥于文字经句者 黄伯之主打灵纪 亦非表示其为独断而无理之 灵纪行术礼即者反 乃在物之黄伯时 为一宗时手下而有绵密宗风之人 参阅 黑豆法 五千三百八十二 批五千三百七十六 黄伯清规 权益卷 日本黄伯的第二祖师慕安信 一千六百一十一 焉六百八十四 孝悦 第五世祖师高全信顿 一千六百三十三 一千六百九十五 编修 收于大正藏第八十二册 本 百孝百 百丈亲规之以 叙述黄伯宗之祖引元 元龙旗 一千五百九十二 一千六百七十三 所制定之规则仪式等 内容有助理 报恩 尊祖 助持 范行 讽诵 杰序 阿 普请 签化等十章 并附录佛式 范卑赞 开山玉主语 塔院规约 古的极药及法剧图 批五千三百七十六 黄伯禅 公安明 痴之意 乃唐代黄伯西运禅师 赫赤居尼语言文字之行者 谨唐的诗家 达摩之残渣 犹如锦常的遭味 而不知真正酒味 碧言路一十一额 四八 一五一中 黄伯式众云 如等人 竟是酒遭汗 嫩摩行脚 何处有今日 还知大唐果里无禅师摩 时有森出云 只如诸方匡图领众 又作谋生 拨云 步道无禅 只是无师 黄伯探大唐果虽广 却无真正能说禅话导行者之诗家 盖黄伯此语细未喝破笔等拘泥于语言文字 行脚参访而无所得者之迷值 促其经由深圳体验 以开拓本具之佛性 右本则公案名称 各书记载略译 另有题为黄伯九遭汉 黄伯糟 黄伯糟 黄伯九曹 从荣录第五十三则 龙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二十六 批五千三百七十六 黄伯断记语录 全译卷 又称断记禅师语录 黄伯西运禅师语录 唐代僧黄伯西运传 收于万续藏第一依八侧古尊素语录卷二 编辑西运参业百丈淮海之机缘语药 以及上唐 示众之法语问答等 本语录之部分令又收于黄伯传心法药之中 而与传心法药同位窥探灵记宗祖师特殊风貌之禅集 P5377 黄伯断记禅师晚灵录 请参阅晚灵录或黄伯断记语录 黄伯礼佛 禅宗公暗明 叙述黄伯于佛殿上礼佛 与当时为沙弥之唐代宣宗所作之问答 黄伯晚灵录 万续一一九 四一九下 师在严官会礼 大中地位沙弥 师于佛殿上礼佛 沙弥云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众求 长老礼拜当何所求 师云 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 不着众求 常礼如事事 沙弥云 用礼合谓 师辩长 沙弥云 太粗身 师云 这里是什么所在 说粗说戏 随后又涨 沙弥便走 盖唐大中地宣宗 只见黄伯礼佛之行乡 未见其心碎 而突然说粗说戏 遂遭至黄伯之痛涨 五灯会圆卷四 批五千三百七十七 黄颤华 广东顺德人 日本帝国大学毕业 为我国为实学大师欧阳建之弟子 善于为实学 复习范 藏文 于印度 西洋哲学亦有研究 这有佛教各宗大义 中国佛教史 为实学轮廓与华言根本的教义 西洋哲学史纲 现代哲学盖观 印度哲学史纲 金刚顶菩提心论 浅世等书 其中 佛教各宗大义 中国佛教史等书流通颇广 历任第一届中国佛学会 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 及复旦大学 厦门大学教授等职 P5377 黄中大吕身 黄中卫乐器 具有六吕 阳身 六吕 阴身 之基本因 其中大吕乃十二因中 最高 最美之阴身 黄中大吕身 义词用于佛教典籍中 欲指佛法之奥指 虚唐禄卷四 大四期 1012中 达摩祖师自西天立十万里水云 而至此土 首对两主奏以黄中大吕之身 P5377 黑人秤 指北周五地牌佛所值之秤 帝圣姓秤伟 时天下流传 黑人当王 知秤言 欲言 为不久江游 黑人 统领天下 帝游是贤雾黑色 遂赤改僧吕之法依为黄色 后有道士张宾 为元松 文帝欲归依佛教 乃及帝之姓彼上奏 为黑 为僧吕 黄 指黄老之教 暗示佛教为国之不祥宗教 道教使为国之祥教 帝姓秤伟 遂觉一牌佛 此为之黑人秤 北周五地之牌毁佛教为我国佛教使上三五法南之一 P五千三百七十七 黑山 亦禅陵用语 原为巨舍论卷十一所在 南善布周之北 三处地方各有三众黑山 其地暗黑 为恶鬼七指之处 于禅陵中转域执着情食与分别作用 有如陷于黑山之暗穴 无法动弹 碧言陆第四十一则 大四八 一七九中 银山铁壁 你一则独楼前见鬼 寻死则黑山下打坐 二指位于阿富汗东部之黑岭 参阅 黑岭 五千三百八十四 P五千三百七十七 黑山佛塔群 位于阿富汗查拉拉巴德 哲拉拉巴特 盆地西端 包括约三十处佛塔及十四所石窟 约创建于一世纪请佛塔信仰时代 为查拉拉巴德佛塔群中年代最久远者 曾于塔中掘出贵双王丘旧阙 Kudurakathesis I 以前之货币 多数塔已崩塌 仅数座塔仍保持圆形 直径达十五公尺 行至壮立 塔身外围为涉猎环状佛堪 其中 第十塔又称皮马兰第二塔 周长三十九公尺 于其内部中心掘出黄金制设立容器 该容器成圆筒形 外围有幅雕像八尊 雕工精美 其中之意为佛陀 容器上下圆香有红宝石 或为此气息于一世纪请在监陀罗所克制者 P5378 黑六字明王 为密教修六字经法 用于调幅法时 所供奉之本尊 又称六字明王 六字天 修此法时 将此尊置于隐秘处 此尊全身成青黑色 剧大臣庄严宝王金卷四载 其形象有四臂 左手持莲花 莲花上有摩尼宝 右手持树珠 下二手则结一切王印 另剧绝禅超等载 有六臂 左右第一手结印 第二手为左持己 又执刀 第三手为左安月轮 又安日轮 身成青黑色 面成柔和香 顶上线舌头 右脚上梭 左脚立于莲花上 光备有十二生肖动物 其种字为 Ga 然因修六字经法 所供奉之本尊 有诸种一说 故此尊之种字 亦有一说 三昧耶行有白符 毒蛊 圆境等一说 据大臣庄严宝王金载 其印气味 一切王印 兼有结大三古印者 据六字神咒王金载 真言为 屈至屈柱屈皮至 兼受兼受多至婆至 颂持此咒能指断地势咒道 梵天咒道 四天大王咒道 及一切写鬼咒方道数 参阅 六字经法 一千两百六十二 批五千三百七十八 黑天 一范名 K 又称吉利瑟拿 为印度教所重奉大神之一 细皮尸奴之第八位化身 印度民族叙事师摩赫婆罗多 梵Maph B.H.Rater 计数其为族制多谋之英雄 印度教经典宝家泛歌 称其为最高之宇宙精神 其形象及英勇事迹 于印度民间文学 绘画音乐等艺术中 屡有数集 参阅 吉利瑟拿 二千两百三十七 二范名 KLA 为大自在天之化身 或为其为路纳罗 梵Rodra 之化身 或即为大黑天 又具大日经书卷二载 黑天梵因路纳罗 为自在天卷属 是则指黑天即为路纳罗 然具广理去经卷三之记载 则黑天 路纳罗 大黑天三者各不相同 大日经书卷十 P5379 黑天生日节 印度教皮施奴派之重要节日 于每年八月八日举行 以纪念黑天 吉利瑟拿 之诞辰 节日当天 教徒进食 并于河中沐浴 游身 对黑天进行礼拜 诵读 摩赫婆罗多 诗篇 以及对婆罗门不诗等 P5379 黑月 梵语 KLA PAKA 巴黎语 KANSASHA PAKA 因意气礼是拿伯起始 又称黑分 黑半 为白月之对称 即印度立法中 每月之前十五日 印度以月之淫缺将每个月分为黑月 白月两部分 自满月之一日至新月前日之前半月 称黑月 从新月至满月之后半月 称为白月 故一个月相当于阴历之十六日至次月之十五日间 幼阴月有大小 故黑月有十五或十四日 据舍论光记卷十一 大唐西域记卷二 参月 白月 二千零八十 P5379 黑市泛至 黑市 泛名KLA 又称狮子王家罗别除 未住于香山之婆罗门 初修四禅 聚足武通 善于飞行 讲说经矣 一日 严罗王来听法 预告泛至七日后 寿命将尽 死堕地狱 泛至忧愁苦恼 后依香山诸善神之劝 至佛所出家 猪漏的境 一时增守 有 黑市泛至经 一书 急叙说辞 黑市泛至 归佛之因缘 有 布皮奈耶 药士卷十七 帆范语卷二 P5379 黑水城 蒙古语 Kara Koto 英译卡拉河多 哈拉河多 黑色都城之矣 位于河西走廊 北端之大戈壁地区 黑水下流之绿洲东端 本位西下之地 后位臣吉斯汉所灭 据传为西下黑水镇燕军之地 马可波罗之旅行既称为 义吉乃义 现已成为干燥荒凉之沙利的 当时此的盛行农根 为通往东北卡拉昆仑山方面之要道 十九世纪末 俄国学者婆达宁 Gregory Nakakubakotanen 一千八百三十五 一千九百二十 率领中 因 美诸国著名之探险家发掘调查此城 其一继位不等四边形之城壁所围绕 城壁以木晶砖造 四边皆有城门 城内有寺院 佛塔等建筑物遗迹 城外有佛塔及回教寺院坟墓之遗迹 由此亦遗迹发现大量之遗物 古文书 文书以汉文 西下文位多 亦有不少刊本 其次为西藏文 又有少数回谷 突厥 波斯等文字之资料 另有塑像 浮雕之佛像 即以麻 卷 纸描绘之图像 状画 壁画等 其中之木板画 水墨画显示出中国之画风 与佛教有关之绘画 雕像则显著倾向于西藏风味 值得以敦煨出土之遗品作比较研究 书籍中有古乐茂财所传 翻汉和石掌中株 下汉对义字典 其他有文字英运书 西下法律籍 诗文籍等 乃研究西下之重要资料 P5379 黑白 亦为黑夜与白夜之略称 即指恶夜与善夜 参阅 白夜黑夜 2099 二位曹洞宗之族洞山梁架所设立 洞山五位 中用以表示正位与偏位之涂色 洞山五位为洞山梁架于接引学人时 所设立之权移方法 即是将学道者之开悟过程分为正中偏 偏中正 正中来 偏中至 兼中道等五种阶段 其中 正 即平等 绝对 真如之法 于图形中以黑色表示之 偏 即差别 相对 生灭之法 于图形中以白色表示之 五位中之正中偏 以图形式之 即 此一阶段之正物系 以现象界为主 为其所见之现象界 以被认为系绝对我之境界 五位中之偏中正 以图形式之 即此一阶段不再强烈呈现分别见解 现象界之一切逐渐隐退 自动山五位之说 自动山五位之说 见受 是之后 于禅林中 有以曹洞宗中 遂常以黑白表示平等与差别 正与偏等各种相对之法 或仅以黑白二字表示区别 差别之 以 如 黑白计分 易语 表示正位与偏位 已然分别而又交互作用之位 于此之时 正中有偏 如正中偏 偏中有正 如偏中正 故又称黑白交互 又如 黑白圈儿 易语 指五位中之间 至于 偏中道 其图形分别为灵语 易有 以此统称全部五位形象者 此外 易被用 未动山五位之用语 另如 黑白未分 易语 易语 有二 一 又做黑白未照 黑白未交时 表示正片之位未分之前 及学人之政物情形 尚未进入五位之各阶段 二 表示尚未显现差别相之前 故又做阴阳未分以前 天未开前 正照未蒙以前 洞山梁架蝶蝶与路 洞上骨折卷上 解释洞山五位显觉卷中 人天眼目卷三 参月 五位 1087 洞山五位 3869 P580 黑耳天 黑耳天 泛名 K 卡 为吉祥天 泛阿 Mah DV 之妹 其容貌丑陋 所致之处 令以 妾功德耗损 乃与人灾祸之神 以吉祥天福 黑耳天生祸 故人若见吉祥天则喜 若遇黑耳天则忧 然吉祥黑耳姐妹常相伴随 故义 黑耳吉祥 依此比喻善恶 或福相随主 又修吉祥天法时 亦必修黑耳天法 以免除灾害 其修法相载于 戴随求陀罗尼经 戴随求陀罗尼经 大20 617下 持此随求者 忠略 黑耳 吉祥天 忠略 吉于多类众 彼等皆拥护 此尊种子位 Kansas 三昧耶行为读古厨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 卷二密印品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二 大日经书卷十 巨舍论光纪卷五 参阅 吉祥天 2238 P5381 黑色 梵雨 K 为五色 青 黄 赤 白 黑 之一 在印度 教团中不得以五色为法一之色 认为此五色为华美之色 在密教以五色配合五佛 五智 五根 五力 五字 五大 五方 五转等 黑色 黑色即 HA 赫 自封大之色 黑色具有消除诸色 隐藏诸物之意 故以其作为与调符法相应之色 又据大日经书记载 黑色为五佛之中天雷因如来之色 且 黑 为大涅槃义 即是如来就尽之慧 故又称慧色 大日经书卷六卷十二 参阅 五色 一千零八十二 批五千三百八十一 黑一二节 指南朝其代之玄畅语法现 据佛祖统计卷三十六载 其五帝永明元年 四百八十三 长干四玄畅语法现受赤卫僧主 分任江南江北之势 以彼等位者黑一之僧人 故十人号称黑一二节 又据梁高僧传卷八之记载 则称僧惠语玄畅号位黑一二节 批五千三百八十一 黑一宰相 南朝流送僧惠灵之绰号 惠灵于南北朝时的宋文帝之宠信 宇文正治以其这黑色森衣 故十人称之为黑一宰相 梁高僧传卷七道润传之父传 龙兴佛教编年通论卷五 批五千三百八十一 黑沙地狱 未等活地狱中十六小地狱之一 此一地狱 热风吹阳热黑沙 瞧烂此狱中之众生 故称黑沙地狱 据长阿含金卷十九地狱瓶 据舍论卷十一等载 有情众生于生前 生 口 亦造不善业者 命中之后必堕于等活地狱 等活地狱之范名为SAJVA 又称响的狱 位于须弥山外二大金刚山之间 为八大热地狱之一 狱中众生受诸苦逼生 数度闷死 寻又苏醒 犹如其本 故称等活 等活地狱又包括十六小地狱 每一小地狱纵广有五百游巡 其第一小地狱即是黑沙地狱 大批婆沙论卷一七二 顺正理论卷三十一 批五千三百八十一 黑骨上人羽登陆 樊十八卷 日本乐会道光编路 日本净土宗开祖法然 世纪后六十二年 吉文永十一年 一千两百七十四 由于同门之中已产生各种 一说 故了会道光乃具黑骨上人 法然之行义 开示等遗文编路成书 以匡正当时封起 全书分位于登陆十五卷 与十一三卷 书中有汉语与和语两部分 汉语部分包括汉语登陆十卷 十七章 与十一上卷 三章 和语部分包括和语登陆五卷 二十四章 与十一中下卷 八章 其中 和语不分开版于元亨元年 一千三百二十一 为评贾明刻本中最早之净土教版 甚未著名 P五千三百八十二 黑豆卫生涯时 禅灵用语 欲指全无形相前之本来姿态 及父母卫生前之本来面目 曹山元正禅师语录 大四七五三一下 五语中有语 如云黑豆卫生涯时 十方诸佛出身处 P五千三百八十二 黑豆法 禅灵用语 黑豆 原为黑色大豆 禅灵以黑豆转指文字 为研究经典之文字研具法术 其态度绵密维系 有如计数黑豆一般 由于过分执着文字之字面意义 以致不明真实意 黑豆法即用以扁讽此种 限于文字经具之迷之态度 虚唐禄卷八 大四七 一零四七下 松原师祖林世纪告众云 酒餐兄弟 正路上行者有 只不能用黑豆法 又按黑豆 亦指执着经文之态度 此外 黑豆刊定 亦用以扁讽 锦衣文献研究佛教者 P五千三百八十二 黑夜天 泛名KLRTR 又称黑暗天 暗夜天 此尊位于密教之胎 葬县图曼图罗外 愿研魔天之息 为研魔王之后非 据大日经书卷十载 因黑夜之中有诸多恐怖 过患 故此尊之本事乃加护众生 消除恐怖 过患 形象成肉色 右掌上仰 指端围曲 左手持杖 杖端位圆环 内有人头向 双腿交叉而坐 面向左 仰视炎魔王 三昧耶行位状 又大日经秘密品 载位黑夜 即兜印 即兜 即饭语 其 之意 印气位 左手握拳 其食指 中指书章 种子位 Kansas 真颜位 归命加罗罗底里叶 Kalartry 黑夜 缩附赫 SVH 大日经书卷五 卷十六 P5382 黑法 指杂 至于清净之善法 则称白法 亦有将佛之正法称为白法 或有漏之善法称为白法 外道等之邪法称为黑法 或有漏之不善法称为黑法 此外 黑 白有苦 不可以 乐 可以 之意 又善法中之无漏善法 称为净法 有漏之善法 则称白法 大方等大吉经卷五十五 就近亦成宝性论卷 宜良亦设大成论卷十一 卷十三 参阅 白法 2088 P5383 黑品 不善法 之位 黑 为染污不纯之意 品 指品类 不善之法 其性染污不纯 故称黑品 又黑之意 意 具大皮婆沙论卷一一四载 其除染污之外 尚有 不可意 之意 故黑品 意为不可意之法 巨舍论卷十六 巨舍论光纪卷十六 P5383 黑槐珠 意黑 含有剧毒之蛇 以黑槐有宝珠 毫无用处 欲止修行者 对佛法 虽有所解而不能用 或用而不当 由是生死凡夫 终不能破除烦恼 而入无生忍 魔喝止观卷七下 大四八 一灵一中 虽闻不用 如黑槐珠 何易于长蛇者乎 二辟欲众生因过去 所造业因不同 故现世所受之果报 亦不均 大智度论卷十载 有意黑槐魔尼 宝珠 而我 有意罗汉 岂时却不得 此位虽于前世破戒 然因其有福分 今虽堕于畜生道 上怀宝珠 十系众生夜报 因缘不同之故 P5383 黑图 蒙古 喇嘛四庙所属之奴隶 旧智 朝廷封赠喇嘛时 折拨给若干明户 受其管辖 称之为黑图 被拨之后 即丧失其平民之资格 并以转其对于地方官属之义务 改属喇嘛之四庙 且终身成为其所隶属之奴隶 民国十九年 1930 蒙藏委员会在南京一决解放黑图之制 使其与平民同享平等待遇 P5383 黑加沙 黑色加沙 佛制规定加沙净用青 黄 赤 白 黑等五正色 而许以四青 四黑 木蓝等三不正色 故僧人不得穿着纯黑色法衣 而所谓四黑 即止姿色 如黑泥之色 故一般僧人 索着姿色法衣 又称姿衣 世门张福仪 P5383 黑泛 以南天竹之夜之染黑之泛 又做黑 乌泛 铜泛 禅宗每年英历四月八日之佛诞法会 均于佛前供养此种黑泛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下 结纳张月分须之条 大四八 一一五五上 佛诞玉佛 酷斯玉造黑泛 盖南天竹为草木之王 性通气神 时之可严命长寿 此本为道家所服食 称为清经犯 禅宗用于佛诞日 孔系基于严命思想而来 又南天一名养 故有物以同犯系 以无统业染犯之说 禅宁向器尖引淡门 增广本草纲目卷二十五 P5383 黑七统 禅宁 以黑恶七统 辟育无名之交固难破 又做七统 众生类结之无名 结习交固 以致引赴本具之佛性 恰如住七统 黑洞洞的不明遗物 碧言录第一则 大四 一四 四零中 一等式打额腾 不妨与他打破七统 又有以七统 七统被 骂不解佛法真理之余顿者 碧言录第六十三则 大会书卷上 二位黑七七不悟 以知辟超越一切差别 对立之绝对境也 如敬和尚与陆卷下 万序一二四 四八七下 平地起骨堆 空弯窟窿 没透两重弯 粘阙黑七统 又产下所用 七统不会 一词 亦有二亿 意知分别妄想心众 不解视力 或止超觉思虑 分别之宇宙境法界 碧言录第五则 大四八 一四四下 举雪风势众云 进大地戳来 如素米粒大 抛向面前 七统不会 打鼓谱请看 P5384 黑漫漫 禅的用语 原止水流广远 一片漆黑之意 于禅林中 转至不明是非 善恶之无之状态 碧言录第四十四则 大四八 一八一中 暴君之 莫忙录 甜者甜惜苦者苦 谢达化 错下注脚 好于三十磅 吃磅的野味 便打 依旧黑漫漫 P5384 黑轮村 禅林用语 又做黑林村 指成于菱形状之黑主杖 破眼祖先禅师与鹿 万序一二一 四一七下 万化千变 唯有主杖子 黑轮村 梅思算 P5384 黑岭 位于经阿富汗东部 喀布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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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流卡瓦河 凯尔河 吉壁骑河 上游 上游处 又称黑山 玄葬席时由印度 从加壁士国 范 喀布尔河 入烂波国 范 喀布尔河 石石 吉曾拔射 骑峻峭丘 而越过黑岭 大慈恩 四三藏法师 船卷二 大武林 229中 东径行六百余里 越黑岭 入北印度径 至烂波国 大唐西玉记卷二 大武一 878中 烂波国 周千余里 北背雪山 三垂黑岭 令巨长阿含金卷十八岩 伏提周平 巨舍论卷十一载 雪山附近 亦有称为黑山之山脉 又昆仑山脉 与新兜库石山脉 Hindukush 兼之喀拉 昆仑山 Karakorum 其泛名 KA Giri 亦系黑山之乙 大唐西玉记卷 S Bio-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Fall I NL The Ge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India P5384 黑暗 为黑暗而无智慧之光 赞阿弥陀佛纪 大四七 四二一上 佛光照耀罪第一 故佛又豪光严亡 三图黑暗蒙光起 事故顶礼大应功 磨合纸观卷五上 南山界书卷二上 P5385 黑神地狱 黑神 泛名 KLA Astra 巴黎名 KA Astra 又做黑尔地狱 黑地狱 句句舍论宋书卷八载 应其先以黑神称量之体 其后方语斩具 故称黑神 又句长阿含经卷十九记载 其为八热大地狱之第二 位于等活地狱之下 众和地狱之上 周渣围绕十六小地狱 纵广各五百游巡 狱卒罪人铺热铁上 以热铁绳纵横化之 随神横或以腹结切 或以拒解 或以刀图 血肉散乱百千段 右左右有大铁山 山上各件铁状 状头张铁绳 屈罪人至铁绳上 随令堕热祸中吹煮 苦毒辛酸 不可称计 若造杀生 偷盗等罪业 命中之后 即堕此处 启示经卷三 大制度论卷十六 批五千三百八十五 勿周清规 请参阅从灵孝定清规 总要 绝老人天骑 植住血豆和尚 颂鼓 请参阅血豆 颂鼓植住 乱善 指欲借众生 以散乱心 所作之礼 佛诵经等善行 世门规境已卷上 大四五 八六以上 且如欲有乱善 体风下界 批五千三百八十六 乱想 为散乱放一支响 即止一切之烦恼 冷言经卷七 大一九 一三八下 和和气成八万四千非审乱想 增益阿含经卷一大二 五五二下 去众乱想 逮杀门果 又凡夫多有散乱之想念 故称散乱粗动之凡夫 批五千三百八十六 传大照 西藏佛教法会 义位大祈愿会 右座莫朗清波 明永乐七年 一千四百零九 藏力真月 西藏佛教格鲁派创始人 宗喀巴为纪念 释迦牟尼佛 于拉萨大昭寺举行发愿祈祷大法会 宗喀巴世纪后岁中段 弃根蹲加木措时重又恢复 其后年年举行 该法会自藏力真月初三至二十四日 届十三大四僧众及各地信众其极大昭寺 正月十五夜 拉萨八角街陈列苏油灯 苏油花 歌舞庆祝 称为灯节 达赖五世时赋开始于此法会上举行辩经 考选拉萨八格西西藏佛教之最高学位 法会最后以诵鬼仪式结束 批五千三百八十六 传小照西藏佛教法会 集会攻法会 又做冲曲 缘起于达赖五世世纪后 第八桑节加木错逆丧不报 而于忌日脱明见此纪念节日 每年葬立二月下旬 举行为其十天之宗教活动 由三大四僧吕在大昭寺参加辩经 选拔二等格西 曹仁八格西 及二等博士 教授 以其规模小于传大照法会 故称传小照 批五千三百八十六 传心 指禅家之以心传心 传心法要卷上 大四八三八一中 自达摩大师到中国 为说一心 为传一法 以佛传佛 不说于佛 以法传法 不说于法 参阅 以心传心 一千五百三十五 批五千三百八十六 传心法要 全一卷 或作二卷 全称黄博山 断祭禅师传心法要 黄博禅师传心法要 断祭禅师传心法要 黄博西韵 八百八十五十十一年 八百五十七 集成 收于大镇藏第四十八册 本书名称有广辖二义 一 辖义而言 即指唐朝陪修 七百九十七 八百七十 先后两次于开元寺 龙兴寺 从黄博西运问法之笔录 整理而成者 二 广义而言 即包含 狭义之传心法要 与晚陵路两书 晚陵路系黄博对 裴修所说之法 而由后人收集而成者 本书堪称灵纪禅宗基础思想之典籍 流行于国内与日本 P5386 传光路 樊二卷 银山和尚传光路之略称 为日本曹洞宗银山少景之事者所编撰 收于大镇藏第八十二册 书中叙述自世尊 达摩大师 六祖大剑慧能 如敬 道元 怀壮等 共五十二代法脉之传承 本书与道元之 正法眼葬 同被重视 5386 传一 禅灵用语 禅宗为表传法之信 故自世尊以来各祖师均有传承其法衣 夹杀之传统 后世禅灵亦晨席之 在门下选出优秀之弟子 而将教法传之 为表真纪 亦授与森医 故又称此种森医或夹杀为信医 此外 传授教法 亦授传医 由于医与乃森医必须携带之法句 故立来被当作师徒相与寿寿之句 而传法即称为传一 至后世 亦犯称各种学术亦能之寿寿为传一 仅得传登陆卷三载 红忍传法于慧能时约 大五一 二二三上 习达摩出至 仍未知信 故传一以明德法 经信心已熟 依乃真端 止于乳生 不复传也 后遂不再传一 但仍言此习称 传法正宗祭卷五 双丰山曹侯西宝陵 传卷八 传登玉英级卷二 赤修百丈清规卷二 受法一条 参阅 传法 五千三百八十九 批五千三百八十七 传戒 只传受戒律 与出家之僧尼 或在家居士之一事 又称开戒 放戒 就求戒者而言 则称受戒 纳戒 敬戒 戒分五戒 八戒 十戒 巨族戒 菩萨戒等 巨族戒 未受于比丘 比丘尼者 十戒 未受于沙弥 沙弥尼者 八戒 及五戒 未受于在家之 优婆赛 优婆仪者 菩萨戒 则不论出家 在家皆可传授 佛教出入我国时 并无传戒 仪式 至曹魏嘉平二年 250 始有 谭摩加罗 谭科加罗 于白马寺一出生 子律 戒本 此为我国一律 传戒之时 曹魏正元年间 254 255 安息国沙门谭地一出谭 无德结魔 传戒史具备结魔仪式 东径到安史提倡严肃戒律 日定不萨 悔过等僧尼鬼犯 东径谭摩戒 多层福州戒谭于四和尚 洛阳竹林四境 简尼四人 于此谭从大僧受聚族戒 称为传上授戒 此为我国尼众授戒 称为传戒之时 或为禁简尼等之授戒 为具备森尼二众 故戒品不全 仅为一众边的戒 而尼众于二众边 受聚族戒者 应已留宋 原家十一年 四百三十四 仅服四尼会果 竟因于南陵寺从狮子国 西兰之森尼的戒为史 关于传戒所依据之戒本 于五世纪初 十颂律 四分律 三指律 五分律 等次第一出 我国戒律 典籍最大致完备 最初盛行十颂律 三指律 五分律 次第流行 至随 唐十大 四分律 是广行于世 的传业 之流行 惊严 之风 兴盛 戒谈 戒场设立甚多 至明代中业 封闭戒谈 受戒鬼则遂废持 明万历年间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九 如新 于南京 英灵古四复兴戒律 开谈传业 三 魅济光济之崇立 归制 开设律宗道场于南京 宝华山 清代 剑月 读体 一千六百零一 一千六百七十九 且参古归 转一传 剑范 匹尼指持汇集 遂未 近代传戒之典则 同时又有三封法葬 转红戒法仪 超远附加补充成 传授三 谈红戒法仪义书 富有剑月之地子书 遇传摩日 二部受戒仪式 诸多戒律典籍之传书 以使传戒之体至剑区完备 又秩序者有众志皮尼是一级要等书 红赞者有比丘受戒录 比丘尼受戒录 山皮尼戒科皆流行于是 为各地传戒时所依用 至清代末年 长松建各地传戒所遵守之戒科不一 故一皮尼山补和吉红戒法仪 森补皮尼戒科 传戒正范朱本 人戒科山补及亚 盛行于湖南湖北一带 传戒之士于古代为属于律宗日苑 竟是禅寺教寺一相遇开谈传戒 一般传戒之皆为联寿三谈 据传戒正范朱 出谈寿沙弥戒前之请戒忏悔仪 有敬堂吉仲法 通其二施法 请戒开导法 验依法漏罪忏悔法 臣罪忏悔仪法等 二谈寿比丘戒前之请戒忏悔仪 有明习依法 请戒开导法 通白二施法 教依法 审戒忏悔仪法等 三谈寿菩萨戒前之请戒忏悔仪 有通白二施法 请戒开导法 开示苦行法等 初谈传戒仪式 与法堂或其他适当场所举行 受戒之时名中即众 呆心戒其即法堂 引礼即坐白 后由心戒请施开示 传戒和尚及开导受十戒异议 并行三规结模 四位说沙弥十戒戒乡 沙弥弥一同 依依问已 进行寿能持否 众达 依教奉行 初谈告毕 二谈传戒仪式 于戒谈举行 即为比丘 比丘尼寿巨族戒 受戒十名中即心戒于法堂 迎请戒师入戒谈 十师和尚 三师七阵 入谈念香礼佛碧 绕灯坛上就坐 传戒和尚一律命结模师 做单白结模 后差教授师下谈与诸沙弥说 一名相 并次第询问十三重南及六轻遮 已决定是否允许加入僧团 此为戒律程序上之预审 坛上正式受戒时 复具此一一众问 问必传戒和尚及开导明受戒体法 四一百四结模 三读表决法 仪式为诸沙弥受比丘戒 受巨族戒以传戒和尚父举四重禁戒 仅是任犯一禁及失去比丘资格 三坛传戒仪式 一般多就佛殿举行 若心戒多 于丹池中举行亦可 正中夫一高座 公本师释迦牟尼佛位 左上高座公尊正师十方诸佛 结模师文书菩萨 教授师弥勒菩萨及十方诸菩萨位 右上高座后所请菩萨戒法师 受戒十名中及心戒于佛殿 请师入谈一试与二谈略同 一般于受菩萨戒之前 和尚未已受比丘 比丘尼戒者开释后 即为每人燃香于顶 或三柱或九柱或十二柱 称为烧香八 其后菩萨戒师为众开导三具禁戒 即菩萨戒法 摄律仪戒 摄善法戒 饶意友情戒 四起做粘香 二阿蛇同应做饭 之后受戒者奉请释迦如来为得戒和尚 文书师利菩萨为结模阿蛇 弥勒菩萨为教授阿蛇 十方一切如来为尊正 祭之教众忏悔三世罪业即发十四大愿 最后一范网经宣说菩萨十重四十八卿 若受在家菩萨 则为六重二十八卿 戒相 受受问答之方式与受比丘戒略同 仪式后 戒师座礼下座 新戒归堂 三坛结束 戒期完毕 由传戒四院发给戒叠及同戒录 世事要揽卷上 大宋僧十略卷上 比丘尼传卷一序高僧传卷六 卷八 世事基谷略卷三 佛祖统计卷四十四 参阅 三坛大戒 六百八十二 批五千三百八十七 传宫 又做殿宫 宫地 地宫 即捧之宫物 由树人帝次传送至祖师向前 我国一般称 地上 或 宫地 细于大法会时所行 赤修百丈 清规卷一圣截条 森堂清规卷三 批五千三百八十九 传法 广义上指传授佛法 狭义上特指传承法脉 或传附正法之仪式 密教传授密法之灌顶 称传法灌顶 教士密法者 称传法阿蛇 禅宗特别重视传法 通常以传授加沙作为正法传授之象征 古来所谓 传一 即以金兰大一为法一 系表示传法之性 至后是 禅宗师家对其四法弟子 仅传一般之加沙 而传一 以辞义转为传法 四法之意 日本净土教以五众相传作为传授法脉之证明 南海记归内法船卷一成蛋观重条 仅得传登陆卷三 批五千三百八十九 传法正宗纪 樊九卷 宋代名教大师契松 一千零七 一千零七十二 则 略称正宗纪 收于大正葬第五十一册 本书系纪景德传登陆之后 叙述自印度以来诸祖师之传纪 以及我国禅宗师徒面授复法相成之顺序 卷一为教祖师家如来之传 卷二至卷六叙述自第一组摩赫加叶以降 至第三十三组大剑惠能之传纪 并为此一传承为正统 卷七卷八为惠能门下一三零四人之略传 卷九收录惠能以前各旁系二零五人之世纪 为禅宗南宗非正统之禅僧传纪 此外 诸者令附有传法正宗定祖图一卷 传法正宗论二卷于本书之后 三书 共十二卷 合称为家幼籍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八 行经名教大师行业绩 世事基古略卷四 批五千三百八十九 传法正宗论 凡二卷 宋代名教大师契松 一千零七 一千零七十二 者 收于大正葬第五十一册 戏由传法使考定禅门祖师之正脉法统 并论述师徒面授 赴法相成之问题 为传法正宗计之姐妹篇 契松认同初三藏祭级 达摩多罗禅经等诸说 而非亦复法藏因缘传之说 以禅名字世尊至达摩二十八祖敌 传法系之正统信 并达遍禅门 以新传心 教正义儒 等问难 批五千三百八十九 传法阿蛇为密教中 受传法灌顶而为教士密法生之位 为密教之极果 与大日如来同位 而具有受与传法灌顶资格之人师 则称传法阿蛇 传登阿蛇 大日经卷一具原品 批五千三百九十 传法院 北宋时代之义经处 太平新国五年 九百八十二月 北印度人天席灾 师护等法师来华 地照中使镇守军于开封太平新国四溪建议经院 七年六月建成 分位三堂 中设一经堂 东旭位润文堂 西旭位正义堂 八年 照改议经院位传法院 赋于西侧建应经院 宋氏南渡后 临安府浙江航线 上至传法院 然为县于掌内道场之法事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大宋森史略卷移宋史本纪第四 第七 第十 批五千三百九十 传法宝纪 全一卷 乃我国初期禅宗史传书之一 于巴黎图书馆所藏有二种 薄熙和第二六三四号 第三五五九号 前者收录于史吹庆辉之名 鲨鱼运 以及大阵葬第八十五册古义部 其后半大部分则为断检残篇 后者收录于神田喜一郎之敦煌秘及刘真 及其论文 《关于传法宝纪丸志》之中 姬翠先生华假寿纪念论转 后来收录为续禅宗编年史之附录 明沙于韵解说 登史系谱 横井圣山 日本佛教学协会年报第十九号 批五千三百九十 传法灌顶 为密教最重要仪式之一 又称阿舌灌顶 传法阿舌灌顶 父法灌顶 传教灌顶 受职灌顶 及密教之行者于及阿舌为时获得应可之仪式 以表示受传大日如来之法 自此之后 及成为具有传法资格之阿舌 盖密教之行者如法修学三密瑜伽之行 得受以受名灌顶 更基多年密法修炼之功 成就众得 堪能任以示为 其师乃为之造立曼陀罗 引入头花 传寿经 胎两部密法而应可之 此一皆为相当于大日经卷五秘密曼陀罗品 所说五种三昧耶中之第四三昧耶 传法灌顶有三种 即 一 应法灌顶 又称离作业灌顶 即诚心应重而生乐真言行持之弟子 若资历较弱 较无办事能力者 其师乃其慈敏心 观其心形 令其离诸作业或简略作业 而传授本尊之秘印 二 作业灌顶 又称事业灌顶 聚之灌顶 亦指聚足公物 香花等种种供养之之分而行灌顶之事 弟子于七日以来诚心理会 其师亦于七日以来为之持诵 七日骑满 设立坛场 备办种种供物 而后授以密印 又行法之时 行者在大日如来之爵位 头戴五至宝观 接受由阿舌对大日如来之供养 故于密教诸仪式之中 为最重大之仪式 三 以心灌顶 又称于指灌顶 秘密灌顶 即师徒共同进入特定之仪式时 不令于心外设立坛场 而以心谈传法 传法灌顶即为密教罪及之密法 故检则弟子少纪阿舌未知识 必选择勘受大任之法器 并严格限定人数 据大日经书卷四载 弟子之中 须兼备信心 种信清静 恭敬三宝 深会 堪忍无谢卷 施罗敬无缺 忍辱 不牵令 勇见菩提心 奸行愿等时得者 方可堪忍受传之人 又于一起到场之中 得以同时为三位或六位或九位弟子行词灌顶 最多不得超过十人 徐熙金卷上阿舌香品 金刚鼎于家中略初念诵金卷四 大日经书卷三 卷十五 参阅 受职灌顶 三千一百零九 灌顶 六千八百五十三 批五千三百九十 传池八祖 指日本真言宗流传护池真言密法制八位祖师 右座住持八祖 与 父法八祖 相对而称 即 龙猛菩萨 龙智菩萨 金刚智三藏 善无畏三藏 不空三藏 异行阿舌 慧果和尚 弘法大师空海 日本真言宗之道场通常皆安置传持八祖之尊相 而非父法之八祖 参阅 八祖相辰 两百九十三 批五千三百九十一 传玉 一千六百三十八 一千六百八十五 明末曹洞宗僧 精灵人 俗姓张 二十三岁出家 一日 月丈人路 绝浪道 圣禅师之语录至广额图而画中放下便修何必云我事千佛一属之语顿觉身心尽快 后参阅七霞一和尚大悟的四祭法 诗出开法于闽之梦比山后千狐心 清康熙二十四年 清康熙二十四年还于燕周报恩寺年秋日 日记 是四十八 增定佛祖道 尹卷三 须云 批五千三百九十一 传教大师 以 一千零一 即宋代义经森法天之封号 为中天竹人 开保六年 九百七十三 至我国 太平新国七年 九百八十二 奉入居 太平新国四支义经院 同事义经工作 帝乃次号传教大师 宋高僧传之三 参阅 法天 三千三百三十八 二 七百六十七 八百二十二 即日本替台宗 组罪臣之士号 靖江姿赫人 俗姓三经首 其先人为规划日本之汉人 十四岁出家 十九岁于东大寺寿 巨独解 魏九 引入日之山中 自构草堂 发奋前修 严历七年 七百八十八 创立根本堂 昊比瑞山 二十三年 宇空海来堂修席台 密 禅三宗 返日本后大宏 此三宗之旨 宏人十三年六月入祭 室寿五十六 室奥传教大师 深屏著作集者 宪人者返百六十余部 参阅 罪臣 五千零四十五 批五千三百九十一 传奥唐末五代森 身足年不祥 并周齐县人 俗姓寒 初语学 博学能文 古语归封宗密之门人 浅灰蛇 遂发心从其出家 祝 原石壁四 经研华言学 并深明律学 祝数颇多 戒行严谨 故后世有推之为 华言宗六组者 这有华言经经官抄 金刚经转要书冠亦一抄 于蓝盆经抄 范网经略书 范网经科文 大臣启信论随书记等 然多悔于慧昌法南 现仅存范网经记二卷 其著作全系解释 规封宗密之著作 如金刚经转要书冠 意义超级著式 规封宗密之金刚经转要 其弟子有武林法师仲兮 批五千三百九十二 传岁 一千六百三十二 一千六百六十 明代曹栋宗森 怀仁 俗姓武 是称子臣传岁禅师 母孟佛摩顶儿身师 年六岁 随其父前安甘和尚出家 十岁时 随父参业诸方 用心参访 仪系 勇 解法为夫妇 恩爱两不宜 知诗句 豁然大悟 其后归礼菩提松乳道密 道密命师 四其父前安甘和尚之席 后助西于报恩 观音 谈度诸沙 每身作开释 折据数百僧那学子 清顺 清顺至十七年三月世纪 适寿二十九 增定佛祖道隐卷三 虚云 批五千三百九十二 传灯 亦与传法同意 为法脉斩转相传而不绝 如灯火相续而不灭 大班若经卷四零六 大七二九上 诸佛弟子凡有所说 一切皆成佛威神力 何以故 设例子 如来为他宣说法要 与诸法性常不相为 诸佛弟子依所说法 经情修学 正法实性 由是为他有所宣说 皆与法性能不相为 故佛所言 如灯传照 又以佛法犹如明灯 能照破世界之明案 故将传法称为传灯 北宋道源于景德年间 所编之禅宗史书 集取 灯火相续 与照破黑暗 之辟喻而称为 景德传灯录 其后 历代之禅宗史传 亦多元引其力而续作各种 灯录 如宋代之天圣广灯录 连灯会药 建中靖国序灯录 加太谱灯录 武灯会员 明代之武灯严筒 续传灯录 祭灯录 禅灯士谱 清代之武灯全书 续灯正统 景江禅灯 前南会灯录 续灯存等 又日本真言宗于灯顶时 称大阿蛇位 传灯大阿蛇 净土宗传法师 能化之师称传灯师 所化之众称传灯佛子 又为日本僧位之称号 设有传灯大法师位 传灯法师位 传灯满位 传灯助位 传灯入位等五位 世事要揽卷中 祖庭寺院卷八 参阅 传法 五千三百八十九 二明代僧 身足年不祥 浙江西安人 俗姓也 毫无尽 少投尽贤应安替染 后随百松学天台教法 明神宗万历十年 一千五百八十二 问百松冷言大定之旨 见百松邓墓周氏 忽而契入 得受金云子加沙 十五年 补居天台山幽西高明寺 立天台祖庭 教授学徒 兼言习禅及净土 其所传净土生无生论 荣会天台宗三观之旨 禅阳净土法门 二十五年 转冷言经悬议四卷 续出天台山方外至三十卷 冷言经原通书十卷 信善恶论六卷 阿弥陀经略解缘中超二卷 唯摩经五我书十二卷 天台传佛心印记住二卷 诗常开讲习 常于新昌大佛前任 数亿 一直诗 和众其闻天乐之坑腔 又屡修法华 大词 光明 弥陀 冷言等珠颤 每岁行四种三昧 灵中首书 妙法莲华经 五字 高唱经提二回 勃然而记 世寿七十五 法华经持宴祭卷下 净土圣贤路卷五 三北宋道远所边景得 传登路之略称 参阅 景得传登路 五千零八 批五千三百九十二 传登玉音级 凡十五卷 宋代王随编 献收于宋藏仪真上级 此系山定道远所边景得传登路 三十卷之拔超本 于宋景佑元年 一千零三十四 编程 并上表人宗 奏请入葬 同年即在印经院奉令开版 本书删定景得传登路之缘由 其后续有所续集 陈早已于霞公批示录 经揪异地 偶达宗旨 而又故滚藤之众 卷至稍广 量参学之者经邪颇难 因思佛门律论上资转超 儒家史传句存济略 遂则乎精粹 搓其机要 三位十五卷 提之曰 传登玉音级 宋初已来王室奖励佛教 其中 大藏经之开版级翻译事业 更刺激当时是大夫关心佛教 由已如是圣行参禅 仅得传登陆及禅宗古则 公案 广为一般人所爱读 本书系近年在山西省照 呈现广盛寺所发现经藏之一 为内容不全 上欠卷一 卷四 卷七 卷九 卷十一 卷十三 及卷三 卷十 卷十五等三卷之首部 佛法经汤边卷十一 经课大藏经发剑堪行 种本善龙 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第一 批五千三百九十三 传登寺 位于韩国经济道江华郡 号顶足山 位韩国三十一本山之一 细心罗阿渡创建 原称真宗寺 因高丽忠烈王妃 真和公主 敬献真玉登 遂改寺名为 传登 又忠烈王八年 一千两百八十二 真和公主命应其 由我国所请回之大藏经 即安置于本寺中 至朝鲜光海军七年 一千六百一十四 二月 四与毁于火灾 人祖三年 一千六百二十五 在新 现存建筑除大雄宝殿外 上有药师殿 明府殿 蒋说堂 香炉殿 普普阁等 朝鲜佛教通史 批五千三百九十三 传登陆 请参阅景德传登陆或登陆 世智菩萨 世智 泛名Mahasthma P-R-P-T-A 又做大世智菩萨 得大世菩萨 住于密教胎藏县徒曼陀罗观音院 得观世 因大悲之事 是即位之义 即与众生菩提心种子 为阿弥陀佛知邪事 其左手持莲华或成和掌等种种相 参阅 大世智菩萨 871 P-5394 世智观 又称大世智观 即观无量寿经所说十六观之第十一 行者修此一观法时 观想大世智菩萨身长八十万亿那由他尤寻 以智慧光普照一切 使远离三途 乃至观想其天观中显现十方佛国之乡 其肉记上有一宝瓶 瓶中圣诸光明 普现诸佛事 观无量寿经一书 慧远 十六观赞 善导 参阅 十六观 三百九十六 P-5394 世宿 范语招法 乃为时宗所立二十四不相应行法之一 指变化或动作迅速 瑜伽诗的论卷五十六举出三种 一 诸形式素 有为法之身灭无常迅速 二 试用式素 人类之身 口 一三叶作用迅速 三 神通式素 神通作用迅速 大臣阿皮达摩杂级论卷二 瑜伽诗的论卷三 显阳圣教论卷一P-5394 秦 范语 Firia 因意作皮离耶 又作精进 即修善断恶 致力于善事之勇猛心 为 懈怠 之相反词 细心所 心之作用 知名 巨摄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巨摄宗认为 秦为一切善心 升起时必随起之心所 大善的法 之一 为十宗意味为善心所之一 巨摄论卷四 成为十论卷六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顺正理论卷十一 P-5394 秦八子 即指宋代灵纪宗高森 环悟克秦 一千零六十三 一千一百三十五 又称八头子 三秦 此因环悟头上有 斑痕 状如 八字 故禅林间乃称之为 秦八子 或位由于环悟 为蓬城松宁 为四川 成都之西北 人 而成都又有 巴西 之恩 故称之为秦八子 川秦等 乃至其出身成都之一 联灯会要卷十六 五灯会圆卷十九 禅林口石混名 集卷下 P-5394 秦 努力修行 与秦行精进 同意 又旨在佛前礼拜读经 日本旨一般朝西客送行时 此时之仪式做法称为秦 秦 秦是美英宗派不同而互义 石柱 疑婆沙论卷五 南海记归内法传卷四 赞永之礼条 P-5395 秦席 范语 罗马A之义 因义沙门 义未出家者剔除虚法 行众 善 止习诸恶 调育身心 秦修善法 以其达于涅槃境界 参阅 神 1972 P-5395 勤劳 原始佛教教团系一群未出家 求法而远离家庭 舍弃家业之以丘团体 B-等以哀护起时所获之物未进食原则 令又禁止积蓄经营 食物 饮 而以人生之探讨 冥想等位最重要客体 即时 即无所谓勤劳与否之问题 勤劳之成问题 系起自已居家信徒为忠心而兴盛之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特别强调菩萨行之实践 有以法华经未然 所谓菩萨行即主张勤劳以谋求众生之幸福 此一主张有以我国禅宗特畏重视 百丈禅师极言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适者每每顾虑年迈师父之健康 顾虑脏其除 敲 扫除用具等 而百丈竟已断时间持其主张 此种以身作则即为禅者生活方式之表现 日本曹洞宗之开祖道 源于其所者点作教训义书中即为 点作厨房服务即为禅道之修行 此种教法系强调工作及修行之表现 批5395 秦策 秦策 范语 阿玛伊瑞克之意义 旧义杀弥 为五众之意 七众之意 此众受持十戒 抱着欲为比丘之希望 秦自策利 故称秦策 秦策女则为范语 阿玛伊瑞克 杀弥尼 之意义 P5395 秦策律移 范语 阿玛伊瑞克 S.A.F.A. 因义座是罗摩拿洛加三拔罗 义座秦策 拥护 阿玛伊瑞克 秦策之意 旧义座杀弥 S.A.F.A. 拥护之意 义座律移 至杀弥十戒 为出家杀弥所受持者 若女子受之 则秦策女律移 实体是一 非秦策律移之外 别有秦策女律移 别解脱律移之意 以欲为比丘而情加策利 故称秦策 能防身雨之过 故称律移 据舍论卷十四 大二九 七三上 若受离十所应远离 安利第三秦策律移 何等名为十所应离 位于前八 图室相满五歌观听 开为二种 附加寿处金银等宝 以为第十 前八者 急杀身 不语趣 非犯行 虚狂语 饮朱九 图室相满五歌观听 棉座高广严厉床座 实非实实 大批婆沙论卷一二三 卷一二四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三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三末 批五千三百九十五 秦操 七百五十八 八百二十七 为日本三论宗僧 又称十渊僧阵 大河 耐梁县 人 空海之师 早年学于大安寺 后任东大寺别当 大僧兜 天长寺年于西寺入计 享年七十 高野山浦门院藏有其身前说法之画像 批五千三百九十六 秦旧 指禅院之士 士者 藏主等之退职者 以弊等长秦事物 故称秦 又已退职 故称久 赤修百丈 清规卷四两续境退条 禅灵象器兼称呼门 批五千三百九十六 木画 又作求画 奉家 劝财 指劝画信徒 使其不失 以供佛堂四塔之心造 佛具之补充修礼等用途 又以木画乃劝木而结佛法之善缘 故意称木缘 劝缘 化缘 东晋哀地新宁元年 三百六十三 沙门会立凤兆于建业创建瓦官寺 士术皆举财已捐之 朝贤捐助者不过十万 一百贯 时故长康已肃平而清财百万捐之 士人皆惊叹 佛祖统计卷三十六 批五千三百九十六 墓园书 只为劝木而撰写之书文 有观桥梁 此庙 四塔 金像 与衣食器用之类 凡非一例所能读成者 必撰书文以目之 其文词大多华力动人 此系实俗所上 盖桥梁之剑 本以利人 此庙之设 或观四点 由非独立能进 故者以美词肯一味书 记得重力以共乘其事 文体明辩木原书条 P五千三百九十六 接西弹字 TSA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做错 错 多缩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二五四零九上 若文挫字 即知一切法 无迁无诗乡 莫挫罗 秦言迁 盖半语 M.Saya 莫挫罗 未迁 即知义 其中含有挫 TSA 字 故有此说 右光赞班若金卷七举静灭 放光班若金卷四举死亡 大班若金卷五十三举涌见性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金卷三举勇猛等诸义 又新华言金卷七十六举出修行去入一切功德海之义 华言金卷书演义超卷八十九 大三六六九以上 错字别意味多婆 一座缩 字若惠金者永见方能修入功德 智论云 若闻错字 即知一切法 无迁无诗 以莫错罗 此言千古 是曰 无迁罪永见 诗未行守 永而能行 故偏说而 大方广佛华言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关门 惠灵音一卷二 批五千三百九十六 四如 宋代法眼宗僧 申足年 申士君不祥 参业大梅居序 得四起法 后出驻于雾州 浙江 智者四 建中进国序登陆卷二十六 序传登陆卷十三 批五千三百九十六 四法 禅灵用语 指四序法统 又作传法 四序 世尊传法于摩赫加叶时 曾主父 大五一 二零五中 五以清静法眼涅槃妙新十相无相为妙正法将赴于乳 乳当护持 此一法统延续至今日 而世代四序之 称为四法 广义言之 则犯指弟子承受其师之教法 并称为其后四者 此一后四者通常称为法四 一般师资 师徒 相成时 必犹为师者授予四书 以作四法之证明 然授四书之弟子 必献于出家之僧人 备用清规卷一四法诗记条 赤修百丈清规卷二 住持日用条 禅灵像器兼从鬼门 批五千三百九十六 瓦达罗 泛名阿托阿 又坐瓦亚罗 玉多罗 意义坐上 南印度朱利耶国人 为阿罗汉 得六神通 聚八解脱 大唐西玉记卷十朱利耶国条 大五一 九三一中 晨曦不远有顾迦兰 提婆菩萨与罗汉论议之处 初 提婆菩萨闻此 迦兰有瓦亚罗阿罗汉 得六神通 聚八解脱 遂来远循 观其风范 济至迦兰 投罗汉素 罗汉少欲知足 为至一床 提婆济至 无以为习 乃聚落叶 指令就坐 罗汉入定 叶芬芳出 提婆于事成以请觉 罗汉随难为事 提婆寻生种植 第七转意 度口不愁 切运神通力 网读十多天 请问此事 此事为事 因而告曰 比提婆者 旷节修行 贤节之中当少佛位 非耳所知 移生理静 如谈指请 还赴本座 乃赴一阳妙意 剖析为言 提婆未曰 此此事 菩萨甚至之事也 其人者 所能详 救灾 罗汉曰 然 如来指 于是必洗礼谢 身家净叹 批五千三百九十七 乌鲁纳罗叉 范语 Rodicae 又做乌鲁罗加叉 意义做天木珠 或金刚子 学名 Eleocarpus gonitrus 以其核四大自在天之眼珠 故有天木珠之称 聚会灵音 一卷三十五载 乌鲁纳罗叉 为西方树木之子和 大小如樱桃科 或如小弹珠 有紫色者 称金刚子 可作树珠 密教金刚不念诵之行者 即持用此珠 又一名Pakamaka 五面之意 因其何如以现化五面之骨 P5397 原城寺 位于日本大京市别所 为日本天台宗四门派之总本山 宇称山门之严历寺相对而称四门 山号长等山 通称玉景寺三景寺 六七四年红文天皇皇子大有宇多王所创建 八五九年原真 至真大师 再度兴建 作为严历寺之别愿 且改别当之职称魏常立 然 为九与原人之门徒发生争斗 原真之门徒 遂于九九三年撤离严历寺 而以本寺作为根据地 其后历遭烧毁 至一五九九年封城秀吉在建金堂 而由德川式保护之 本寺之建筑 在平安末期有 塔八十余 僧房六百余 其门九圆满院 正护院 十香院 现有自他处移来之三重塔 石堂 释迦堂 仁王门 大门 新罗善神堂等 市亭之旗之建筑 另有创建于 庆长年间之金门 金阳 二家景屋 劝学院 光敬院之客店 本寺所藏 敖会皆为当时名家之作品 令建于山腹地带之观音堂 魏西国三十三所观音 第十四号下院 于月五堂 之旁的 可遥望著称于是之琵琶湖 此外 本寺珍藏之佛画 雕刻 古鞋本等甚多 批五三百九十七 圆头 又做圆头 禅林中 司长在根座 菜园之直称 赤修百丈清规 卷四列直杂物调味 圆头须不但苦 以身率先 栽种菜书 及时灌溉 供给堂储 无令缺乏 永平之士清规 黄博清规 禅林象器兼职位门 批五千三百九十八 原人七百九十四八百六十四日本天台宗僧严厉四第三世作主 又称词绝大师 下野 木县 人 俗性人生 十五岁 师事笔山尊 二十九岁 最成入记 师乃专修古行 日本城河五年 八百三十八 凤赤来华 从诸师修显秘诸学 居于天台山 长安等地 秦修秘教奥 后遇会称法南 乃于宣宗大中原 百四十七 请经书五五九卷返日 于比瑞山开创灌顶坛 建立总持院 成为修法道场 又于常行三昧堂红不念佛门 赴智力于菩萨大界之宣扬 未继最成创业后 即日本天台宗之大臣者 且义殿立比瑞山日后新龙之基础 被任为内供奉十禅师之一 六十一岁赤任严厉四作主 日本贞观六年入计 是寿七十一 这有金刚顶经书 苏西的经略书 显阳大界论 此外 其所者之入堂求法寻礼祭四卷 未记载我国唐代佛教之重要史料 词诀大师传 原亨式书卷三 P5398 原心 只求涅槃原果之心 南海济归内法传卷四 大五四 二三陵上 原具原心 遵修滤藏 涅槃乃完全灭除烦恼 超越生死轮回 而正的最高智慧之境地 为佛教修行所欲达到之最高目的 故涅槃又一座原祭 达于涅槃之果 又称原果 祈求涅槃原果之心 则称原心 P5398 原福 为天台宗原教之法 集体物或体融通 敏绝剑丝 沉沙 无名等三或之差别 而于痛时服之 P5399 原光 一放自佛菩萨顶上之原伦光明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三四三中 彼佛原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 于原光中有百万一纳由他横河沙化佛 二 五百三十二 六百三十 新罗社论宗僧 苏信浦 二十五岁 陈传至精灵 出文庄严四僧名之弟子蒋经 大有感悟 应得陈主之赤许替法受据足解 游历蒋四 通晓涅盘 陈时之礼 辩揽经律论等三藏诸典 后头江苏虎秋山 专修禅观 身负肃心 为九从信誓之请 出山讲班若经及陈时论 开皇九年 五百八十九 由长安 直涉论之学赵兴 乃穷究之 身欲甚高 新罗王瑶文齐名 赤寝归国 前进礼玉 以诗之年 世纪高 乃许已成于入宫 王又备伴御用之衣服 要十等以供养之 晚年驻黄龙四红法 建府五十八年 唐征观四年 世纪 世寿九十九 旭高森传卷十三 三国仪式卷四 世事六铁卷十 六学僧传卷二十五 朝显佛教通史上边 批五千三百九十九 圆光四 位于台湾桃园县中立市郊之月梅山 民国七年 一千九百一十八 妙果禅师所创建 大陆变色后 各省来台 僧俗二众 颇多赞助于此四者 民国三十七年 曾聘请慈行法师自新周来寺办理 台湾佛学院 法务圣及一时 庙果禅师世纪后 能名 本名法师相继掌礼本寺 现任助持如物法师重建本寺 朗宇一新 并创圆光佛学院 为交内外所称道 批五千三百九十九 圆光观音 三十三观音之一 相当于法华经卷七谱门品所在 大九五七下 或遭亡难苦 灵形御寿中 念笔观音力 刀寻断断坏 知观音化身 其形象为背负赤圣之火焰 佛像图绘卷一批五千三百九十九 圆形 八百 八百五十三 日本真言宗僧 为日本入唐八家之一 京都人 先于元星寺席学 后从空海学密教 成和五年 八百三十八 来唐至青龙四亿真处 寿金刚 胎藏二部大法 一年写显密经论章书等 樊六十九部一三三卷 佛设立三千余科 佛像漫图罗样十二种 集诸种道具归返日本 创立灵严寺 大山寺 并任天王寺别当 人寿二年世纪 世寿五十四 这有金刚界纪 五大虚空葬法等书行事 入唐五家传 元亨氏书卷十六 批五千三百九十九 元卫 亦乃天台宗藏 通 别 元四交中最高之皆卫 卫卫相设元荣 故称元卫 指官府行传红绝卷一之二 大四六 一五一下 如智者是位 而隐南越用大品文四十二字 以为元位 二 一千一百一十八 一千一百九十 乃日本云游森 京都人 俗姓佐藤 元氏于鸟宇上皇 上皇爱其才 欲拙生枝 失败此不受 未酒 敢于生死无常 乃气七顿世 二十三岁于挫儿落法 改名元位 又豪西行 行教四方 以终其身 诗亚好和歌 长一缩一粒 飘然悠游 饮勇以自乐 诗人有彼之为 是门之贼者 有尊之而奉 以其争议保者 诗者恬然自若 见九元年 是寄于京都双陵四畔 是寿七十三 以有山家籍等形式 大日本史卷二二五 扶桑影翼传卷三 批五千四百 原佛教为韩国佛教之心心宗派 创立者为韩国人普仲兵 普世法名 少泰山 通称 大宗师 后人尊之为 教祖 1910年 日人病寒 普世有感于其祖国之寿 一族统治 以及传统宗教与西洋传入之信仰 广乡乡冲突 岁阶珠 物质开辟 精神开辟 知宗旨 设立教团于其出身地全罗南道灵光郡 十位1913年 1924年 一致全罗北道里 李氏新隆洞出名 佛教研究会 1945年 韩国独立后 该教之第二代领导人 由鼎山宋奎继任 称为宗法师 使正式宣布使用 原佛教之名 该教以灵 为其表征 取代一般寺庙之佛像 灵 是一个无始无终之源圈 为强调佛教自信本具万德的一种表象 即以宇宙万有之本源 诸佛诸圣之心应 法身佛之一元香 为其信仰之对象 与修行之基准 其下分真空妙有之修行门 即因果报应之信仰门二门 打消出世间和世间两种生活之对立 具有大臣佛教求取释法之基及精神 同时 以天地 父母 同胞 法律 四恩 和 修养 研究 取舍 三学为信仰与修行之纲领 并主张综合 教化 指宗教精神修养 教育 指道德 人格 知识 三者一体之培养 慈善 及对现实人生困境之救济 等三者 建立具有生产性与自立性的经济基础之宗教 经社 经社有从事农作 经社有从事农作药草园 果树园 续产 养残业等综合大农场 集园光大学 东山禅院 东华医院 孤儿院 与推广文化事业支援光社 镇化社等机构 契经第三代大山经大举宗法师 对教内更提出精神自主力 肉体自主力 经济自主力 三字之口号 对教外 择求其实见 出家 在家 国家 世界 等四种奉公会之四行表现 韩国佛教的新宗派 原佛教 张曼涛 现代佛教学术从堪 八十二 批五千四百 原臣十性 泛语 Parinipana Svobbefe 又作原臣十相 原臣自性 第一异地体性 略称原臣十 为十宗所立三性之一 指珍如 诸法所一之体性 具有圆满 成就 真实等三种性质 即 一 圆满 诸法之相仅局限于其自身之法体 不通于处 相对于此 真如之妙里则可周辨四处 二 成就 诸法具有空 无常 无我等共相 而真如之实体常住 无生灭作用 三 真实 真实 诸法之体虚妄不真 而真如之性常住便通 副次 为解释原臣十性 又设有二门 一 常无常门 常 为原臣十之名 无常 则设于 一他起性 而不离生灭 二 漏无漏门 无漏 为原臣十之名 有漏 则设于一他起性 而不离颠倒 解身密经卷二 入伦家经卷三 显阳圣教论卷六 参阅 真空妙有 四千两百一十五 P5401 原具 又作静原界 巨界 即巨族界 范Upsuppet 巨族界 乃比丘或比丘尼所受之界 此界之界品巨族 不同于沙弥十界之位巨族 受此界者 竟于涅槃之原果 故称原具 南海纪归内法传卷四 大五四 二三灵上 原具原心 遵修律藏 又巨族界之界术 若依四分律所在 比丘共二五灵界 比丘共三四八界 此外 于天海宗 至义大师 依法华开显之妙旨 主张受受犯网经 所说之十众四十八卿界 特称为原顿界获原 参阅 参阅 巨族界 三千零七十八 批五千四百一 原宗 亦乃以大臣 真实原明之教 亦为旨之宗派 例如华言 天台二宗 自称为原教之宗 至后世 成为天台宗 之专称 一九百三十七 台湾高雄人 俗姓李 号法通 十二岁起常斋礼佛 十六岁于大港 单就超丰四理心法师 替度 二十二岁于台北十五四 受聚族解 中国佛教三藏学院 及中国佛教研究院毕业 曾亲近白圣法师多年 毕任台中慈明佛学院训主任 中国佛教部教会副团长 高雄县佛教知会理事 民国六十二年 一千九百七十三 创建日月禅寺于高雄县田辽乡 六十四年副创办日月幼园 对地方 独立 社会慈善事业 极为热心 五千四百零一 原名百问 乃清世宗雍正皇帝所转之禅 东问题一百则 于雍正 正欲选与陆卷十二 雍正自幼丹于典籍 深受宫廷重信佛教影响 友好禅宗 常从学于嘉陵信英禅诗及张亚乎的图 登基后 常亲自身做说法 丙福谈禅 从学之图 竟有王室宗亲 远有僧徒道士 帝自称原名居士 编有雍正欲选与陆一书 其所传原名百问 颇为清朝佛子所乐道 资举其中一则为例 第四十则 有因无畏果 无因有畏果 除此有无 以何畏因 以何畏果 诸问大体类此 多运藏禅礼 与古德公案相类 达原名百问 火头僧 香港佛教第117期 5401 原空 日本灵济宗僧 未著名之佛像雕刻家 江户时代中其美农人 自幼出家 后云游四方 曾发愿雕十二万尊佛像 便游北海道 所雕佛像栩栩如生 雕法豪放粗犷 一座位被发现者甚多 平身长期止于山穴枯洞中 故时人称之为 枯上人 晚年寄于持高 是寿不详 续日本高僧船卷11 P5402 圆陀陀的禅灵用语 形容物之原形 略称圆陀陀 禅家以此形容心体之原满无忌 坞烨陀陀陀陀协十三则 宋语 大四八 一八灵中 圆陀陀的 窃祭任意 且莫当头 圆物佛果禅师 与陆卷十五 从荣陆第八十五则 P5402 圆姓 一千五百七十一 一千六百四十七 明代灵纪宗森 浙江银县人 俗姓朱 初号雪亭 后改雪桥 晚年自称羽丰老人 九岁 闻诵弥陀经儿发心 至二十九岁出家 四方行脚 后参业江苏晴望山普济寺庙 若有所悟 乃返天台寻人印证 偶抬头 剑 古云门 三字 豁然大悟 赴网参云七诸 红吉隆池之患有正传 得患有之印可 万历四十三年 一千六百一十五 初驻靖山千指眼 后驻庐山开仙寺 浙江东塔寺 诗英剑 古云门 大悟 乃发愿红阳云门一宗 晚年入驻浙江云门寺 清顺至四年世纪 世寿七十七 这有雪桥原信禅诗语录四卷 武登全书卷六十四 武登会原序略卷八 批五千四百零二 原真八百一十四八百九十一 日本天台宗僧 为日本严历四第五代作主 又为四门派开祖 赞其 湘川县 人 俗姓和气 细空海之之孙 十五岁登比瑞山 师师一针 二十岁得道受戒 其后驻山十二年 任内供奉十禅师之一 日本人寿三年 八百五十三 来华 居五年 受学于天台 密教 西潭等宗诸诗 写经书一千卷返日本 五十五岁奉斥任严历四作主 针对原人之 李同事别 乃发扬 原列密圣 知思想 其流派称为台密系统治政大师之流派 这有法华籍论纪 授爵级 官普贤经纪 大日经纸规 诸家教相同一等 另有传教大师略传 行力超 山王院在唐济等 收录于治政大师全集四册 大日本佛教全书 相传原真擅长佛画 雕刻佛像 由一部动名王像著称于世 为密教艺术之杰作 宽平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醍醐天皇延长五年 九百二十七 赤世智政大师 天台宗严历四座主缘真传 日本纪略前篇卷二十 入唐纪 批五千四百零三 缘香 指真理之缘满语绝对 又作一缘像 于禅宗 描画一缘形图 如以象真真如法性 石香或众生本具之佛性等 禅僧美以福子 如意 主杖或手指等 于大地或空中画一缘香 有时亦以笔墨书写此类缘香 表示真理之绝对性 相传缘香始作于南洋会中 缘香中并有文字或记号 以示开悟之过程 如五官了悟 即以下列图形表示 从初新建至佛心之境界 又静待韩国佛教新宗派 原佛教 即主张一缘相为法身佛 为宇宙万有之本源 为诸佛诸圣之心应 为一切众生之本性 景德传登陆卷四 四境山道清章 参阅 原佛教 五千四百 批五千四百零三 原因 原妙之声音 指佛语 冷言经卷二 大一九 一一以上 愿佛哀明 宣誓原因 此外 据法华玄义是千语为识论载 此土之众生耳根教力 是尊遂遗音声 甲利明 据文等 而宣言大法 称为原因一眼 若于诸佛国土 则依光明妙相畏等 而未说法 大臣起信论 是摩赫言论卷一批五千四百零三 原臣 未圆满无缺之教法 指三圣中之佛成 三圣即身闻成 圆觉成 佛成 菩萨成 系佛陀救众生 根基之力 顿所力之三种教法 其中 佛成因欲求无上菩提 普度一切众生 修习六度万行 终将达于圆满旧敬而 与佛陀结合 故意称圆成 P5403 圆修 义堂代禅僧 福州人 俗姓潘 诗之世纪 各史传所载有所不同 据宋高僧传卷十亿所载 诗受戒于松山会善寺 后夜百丈禅师悟道 居秦旺山谷松颠 与阙卫陵 仁浩鸟科禅帅 唐原河出 太守赔偿地位造昭弦四史居之 太和七年 八百三十三 九月入祭 世寿九十九 法腊八十 建塔于石镇山下 据景德船登陆卷四道陵船载 诗之法名为道陵 于荆州国院寺寿界 参业国义禅师悟道 居秦旺山长松上 人称鸟科禅师 原和年中太守白居一旅前往问法 后于长庆四年 八百二十四 二月入祭 世寿八十四 法腊六十三 陆又云 大五一 二三陵中 有云师名 元修者 孔氏四号 又宋高森传中 未举出道陵之名 连灯会要卷二 五灯会元卷二 二 一千五百七十五 一千六百三十五 明代灵纪宗森 浩天颖 江苏宜新人 俗姓敏 二十四岁出家 为九四龙池院患有正传之法 立驻江苏庆山 法纪禅院 浙江报恩禅院 后于崇祯八年九月入祭 世寿六十一 法腊三十七 以有天影和尚与陆十五卷形式 续灯存卷十五灯会元续略卷八 P5403 原作又称蒲团 以蒲边成扁圆形之座殿 原以蒲边 后多包以灵景 种类甚多 其后者称后原作 以间编织者 称间原作 禅灵象气 间气雾门 永平清规变道法 P5404 原物 以一千零六十三 一千一百三十五 又作环物 宋代灵纪宗森 集佛果克勤禅师 原物 乃师之四号 参阅 克勤 两千七百八十五 二 一千五百六十六 一千六百四十二 明代灵纪宗森 江苏宜新人 俗姓蒋 自觉出 号密云 世号 会定禅师 家世务农 偶读六祖坛经 出之宗门之事 一日建基兴有审 乃于二十九岁 头龙池院患有 正传出家 万历三十年 一千六百零二 正传入京 师及任 与门寺监院 一日过铜关山 豁然大雾 三十九年 患有传以医 四十五年 祭席龙池祖亭 其后立柱天台山 黄坡山 天同山 等名叉 樊六座道场 前后三十余年 松丰大阵 被称为灵纪中兴 弟子于三万人 教住者有道吻 通荣 法葬等 又日本黄坡宗之祖 引元一位其弟子 崇祯十四年 一千六百四十一 朝廷下诏 令驻南京报恩寺 以老病辞年 十五年 世纪于通玄寺 世寿七十七 有余路十二卷传世 五登全书卷六十四 五登岩筒卷二十四 高森斋药卷一天同四至卷八 批五千四百零四 元物心药 凡四卷 全称佛果环物真觉禅师心药 右座环物心药 佛果克勤禅师心药 环物禅师心药 宋代孙元物克勤 一千零六十三 一千一百三十五 传 紫文编 李宗加西二年 一千两百三十八 中刊 收于万续藏 第一二零册 系克勤向当时 世代福 居士 学人等 开世宗臣 只要知基元语录 内容包括 世华藏明首作 纪章宣服相公 乃至世曾呆志 世宗爵大师等 共计一四二项 P5405 原物佛果禅师语录 凡二十卷 宋代原物克勤传 虎秋少龙等编 右座环物佛果禅师语录 环物语录 佛果环物禅师语录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 本书编转于原物克勤禅师 入祭之前二年 即宋绍兴三年 一千一百三十三 细搜及禅师 一生之上堂 小餐 朴说 法语 粘谷 宋谷 祭宋 真赞 杂者 佛世等之各类语录 有本书可得知 宋代灵祭之宗风 及禅师之造诣 势力 卷手并富有龙图格 直学士耿延喜 开国侯张俊等之序文 P5405 原物或门 禅宗公暗明 右座环物或门 原物 即宋代灵祭宗高僧 原物克勤禅师 一日 有僧问原物 如何是佛 原物达以 口味或门 语出原物语录 亦收于宗门 阁藤集中 原物之义 旨在告诫 凡居尼语 语言文字者 不能觉知 真正之佛境界 P5405 P5405 原珠 为心念 奔转不停 如盘上之原珠 世门归境 以卷上 大四五 八六一中 教称野路 又等原珠 有情之心念 时刻奔转不停 乃至于一念之中 随染境之源而变现 升起三千珠法 于天台宗 特称为 世造三千 变造三千 世用三千 修德三千 修起三千 P5405 元 一千六百零五 一千六百四十五 明末灵纪宗森 出身于汉月池阳山路 俗性不祥 自自水 浩铁龙 十三岁出家 通教学 长参四川牛山 黄龙之讲习 一日 越景德船登路有感 参业破山海鸣 后为其法寺 崇祯十一年 一千六百三十八 住持四川紫月院 即后立住四川靖 河南天皇 河北华盐 四川卧龙等诛沙 顺至二年世纪 世寿四十一 原有雨露二十卷 经景存奎州卧龙禅师雨露三卷 文权书卷七十 批五千四百零五 原济 泛宇 Paramurve A之意义 旧易灭度 入灭 因一般灭盘 为圆满诸德 寂灭诸恶 佛之死 被收迷戒之化 而入物戒 既以圆满诸德 寂灭诸恶 故称元济 后世转而称僧徒之死 又作归济 智济 入济 与灭盘 自化 顺世 归真同意 即 舍去有漏杂染之境 归入无漏 寂静灭盘界之位 抑制离生死之苦 全尽妙之乐 穷至极之果德 其中 就离生死之苦而言 前圣目中 寂入于涅槃 为圆满 大宝基经卷五十六 大一一 三二七下 我求圆满而除预染 前守心经略书 大三三 五四中 涅槃 此云圆满 为德无不备 称人 仗无不敬 称己 本为 十论术记卷一世 是要揽卷下 中条 参阅 涅槃 四千一百四十九 P5 歼四零五 圆皆别 三倍皆之一 右座圆入别 集提台宗 所力化法 四教之第三 别教之菩萨 比等以乐达 不按中 之理 更转而被接入 原教之中 系指佛应 别教菩萨根基之桥 而未说原教 令其 结合别教 即以原教 引接别教 菩萨之位 别教的 前之贤位 和空甲而为甲 又于修甲之位内 典式发习而为原教之菩萨 称为原皆别 法华经玄 一卷二下 天台四交仪 天台四交仪 集注卷下 参阅 被接 四千三百一十九 P5 四百零六 原教 一指就近 圆满之佛教 于旧一华严经卷五十五 有位善才童子说 圆满因圆修多罗之记载 在我国 将诸经典内容体系化 以作教相叛事 而称就近圆满之教 为圆教 一 北魏会光叛利剑 顿 圆三教 而将华严经 列入圆教 二 随带至以大师判五十八教 其中化法四教 及包括三藏教 通教 别教和原教 其中原教之 原 及不偏而圆满之意 据指官府行传 红诀卷一之五载 若旧教里 一门之大小而言 则通 别二教位 小中大 原教位 大中大 若旧教相之偏原而言 则藏 通 别三教位 偏中原 原教位 原中原 若旧教一之原满 究竟与否而言 则通 别二教位 半中满 原教位 闷中满 若旧全时而言 则别教位 全中时 原教位 十中时 若旧顿鉴而言 则别教位 鉴中顿 原教位 顿中顿 若旧地理之真俗而言 藏 通 别三教位 俗中真 原教位 真中真 若旧义法之乐意与否而言 藏 通 二教位 不了义 别教位 不了中了 原教位 了中了 若旧经典之叛事而言 于华言 方等 般若之说法中 虽亦皆说原教 但均属未开显之原 而非纯粹之原教 仅有法华经方属纯原 三 唐代法藏判立小成教 史教 宗教 顿教 原教等五教 而将华言经列入第五之原教 原教即一成教法 分为同教一成 别教一成二种 但以别教一成超越诸经 乃说华言经之原荣无碍 故原教又特指别教一成 四 唐代原正叛教 以真言密教为一大原教 日本天台之密教 一采词说而发展 并且设立教叛 五 日本天台原宗 如原 顿 界 在天台宗未超越一切之差别 而互相融合 相辅相成 原顿界之本意乃依于法华开显之庙旨 受与范网经所说之时众四十八清解 此界本为我国天台大师志以所唱 后由日森罪臣传入日本 弃经此一教说颇受一般重视 而为日本天台宗徒所特崇 华颜经纸规 金刚顶经书卷一末 四教一卷一 参阅 五教十宗 一千一百四十六 二明代民间宗教 又称大同教 安徽朝献方荣生所创 宣称以解除无边众生痛苦为宗旨 为真命天子下凡 过去为燃灯佛清连掌事 为无极清阳教 现今是释迦佛红连掌事 为太极红阳教 未来是弥勒佛白连掌事 为黄极白阳教 至弥勒掌天盘之事 混沌七七日 日月改行 气候更变 为席原教者可免此节 主要经卷有定解宝卷 破写显证明星路 印节策等 盛行于长江下游各省 嘉庆二十年 一千八百一十五 密谋起义 为清廷剿灭 P5406 原教四门 天台宗所立之原教分位四门 即有门 空门 亦有一空门 非有非空门 天台原教以万法原容 故不可有门门各立之意 但一法之上 则有四门入理之意 一 有门 观见丝之甲即是法界 具足一切佛法 为三地相及之甲 二 空门 观一切法不在因 不属原 我即涅槃亦皆空 为三地相及之空 三 亦有一空门 空甲相及 故为亦有一空 是空甲双亦之中 四 非有非空门 剑丝即法性 故剑丝非有 法性即剑丝 故法性非空 为空甲双非之中道 磨合纸观卷六 参阅 四门 一千七百二十三 批五千四百零七 圆通 未变满一切 融通无碍 即只剩着妙智所振的 十相之理 由智慧所悟之真如 其存在之本智圆满周辩 其作用自在 且周行于一切 故称为圆通 副次 以智慧通达真如之道理或实践 亦可称圆通 大佛顶守能言经卷五位 二十五位菩萨各个皆具圆通 共有六臣 六根 六十七大等二十五圆通 此外 能言会上二十五圣之中 以观世音之耳根圆通位最上 故称为圆通尊 圆通大士 能言经圆通书前茅卷下 能言经转注卷五 批五千四百零七 圆通大士 观世音菩萨之别好 又称圆通尊 其实能言会上大小二十五圣各自说所正之圆通方便 佛赤文书料简是非 文书立平以 读以最后观世音之耳根圆通位最上 以此土众生六根中耳根位最立 故以耳根之圆通方便位最上 故二十五圣中 圆通之名 特位观世音之专称 P5407 圆通大印国诗语录 凡二卷 日本南普少名语 试者祖照等编录 略称大印国诗语录 大印和尚语录 大印语录 大印录 南普录 经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册 细日本灵纪宗建长寺 第十三是赤士 圆通大印国诗 南普少名之法语 祭诵等级录 而成者 内容包含语录 法语 佛祖赞 小佛式 祭诵等 P5408 圆通寺 一位于江西庐山西录 为南唐礼后主所创 十以原得主持四五 宋庆历 1041 1048年间 居那自归宗寺 宜居至此 与欧阳修 共结清松社 大兴禅法 门下号称三千之重 圆封年间 神宗赤次 东陵寺 之号 为九次改 东陵太平新国禅院 令东陵厂总主之 大正教化 立元 明二朝军为净土道场 至清代则剑刺衰颓 然人不失为庐山名差之一 庐山至 古经图书及陈山川点 第137至第144 二位于云南昆明 创建于唐代 据创修元通四季石碑所在 该寺元明 补陀罗寺 于元成宗大德五年 1301 建观音大事殿时 于已修建 改称元通四 并成为云南最具代表性之名差 雄伟之元通宝殿 为古代建筑之杰作 院内以莲花池为中心 架设连接八角亭之石桥 景色宜人 三位于台湾台北线中和市郊 民国十五年 1926 妙卿法师创建 第二任住持位达经法师 该四大殿全都以大礼石铸成 四与威 供奉弥勒菩萨 后殿及大雄宝殿 另有归灵塔 望月宫等建筑 四周山壁陡峭 东侧石壁刻有一大 佛自于罗汉像 石为奇景 山背石壁半腰有洞 升达六十公尺 称通天洞 P5408 圆通学院 位于台湾台北市 日据时代 原为曹洞宗南门部教所 日森内田佛海担任住持 后改称圆通阁 台湾光复后 由张云府居士负责管理 民国五十二年 一千九百六十三 以中国佛教三藏学院院长白圣法师提议 凯赠该处为新办佛教教育 培植尼森之洪法道场 并改经名 是年聘天以法师为主持 领导学佛 负责管理及新建事宜 现任主持为明晰法师 批五千四百零九 圆顶 以又称圆炉 即完成替法而呈现出家人之形相 此为象征出离烦恼之相 参阅 升文行 六千四百九十八 二清代灵纪宗森 升足年 即冠军不祥 浩荣扯 自幼出家 在齐白得赴禅师 一千六百二十七 一千六百九十 门下参学四十余年 齐白得赴世纪后 师于康熙二十八年 一千六百八十九 迁住盘龙山玉泉寺 有玉泉荣扯顶禅师与陆一卷 批五千四百零九 原册六百一十三 六百九十六 唐代法乡宗森 新罗 朝鲜 王族出生 俗姓金 明文雅 以字形式 随大业九年 十五岁游学我国 历世经师法常 森等 伯通皮潭 陈石 巨舍 皮婆等 征官年间 赤柱经义西明寺 是称西明原策 后执玄奘归返 开社长 奉执参与其事 与盔姬 慈恩大师 普光并肩齐配 进方一时 巨森高森船卷四载 旋转为盔姬 讲心一成为论 师乃会路守门者 而道听 归西明寺姬一章 而先于盔姬讲之 其后 玄奘讲于大师顿 师父痛前道听受之 亦先一姬而讲之 其后 午后礼之为师 姓崇于恒 心乱世其 景归 午后不允 历参日照 提云之义事 任正义 后于万岁通天元年入计 是受八十四 这有诚实论书 解生义经书 如王经书 新经书 英明正理门论书等 弟子有道正 圣装 慈善等 均为当事著名学森 卫尉 慈恩继之雅流 六学森船卷二十三 批五千四百零九 原称 原代森 静 山西 人 自重宝 经末 乱至 黄河南 公师善化 以间算 素请其诗画者 诗则随手印之不厌 是灵欲之 解草如于城侧 穿池饮水 种白连于其中 字号连眼 其余是年 损均不详 批五千四百零九 圆辩 原辉 唐代森 集冠不详 又集研习 性相之学 经研俱舍 玄宗初年间 有礼部侍郎贾尘 好俱舍之文艺 与诗谈论 以普光等书之意 纸繁杂 请诗略诗颂文 诗乃节略 圣道四怀远之古书 于经诗大云四座 巨舍颂书二十九卷 学者皆以为捷径 此集所谓之原辉书 其后顿铃 慧徽 崇义等各智书记诗之 诗于普光 法宝二诗之后出 于巨舍一宗 身欲甚高 诗寿不详 巨舍论宋书续 宋高僧传卷五 P5409 圆兆 唐代森 身足年不详 经兆 陕西 蓝田人 俗姓张 十岁 依西明四锦云律师出家 严钻为摩 法华 英明 为识等诸经论 旁揪如典 特经律藏 唐开元年间 奉赤一经 大历年间 帝赵两经律师十四人 定心就两书之律条 诗与抄柴等 共认笔授之职 写成赤签订四分律书 试寿八十二 编有真元新定 试教目录三十卷 旭开元试教录三卷 大唐安国立社法师传十卷等十九种 宋高僧传卷十五 佛祖统计卷四十一 佛祖立代通载卷十九 批五千四百一十 原兆录 请参阅真元新定式教目录 原因 一千八百七十八 一千九百五十三 我国靖戴森 福建古田人 俗姓吴 法名红雾 号韬光 以字形 生于清光绪四年 幼师护士 十九岁至古山出家 主修天台学 后至宁波天宁寺西禅 二十六岁参学于天童四敬安和尚 并赴福建 浙江及南阳等地奖金 声誉极高 光绪三十二年 一千九百零六 与太虚大师递交 定定 以心应心 白手如心 以善劝勉 及并相扶 安为与共 势必相伤 各自立志 等数条一规 共结兄弟之盟 十年二十九 太虚十八 其后致力于组织中国佛教会与四产保护运动 当时政府提倡妙产心学运动 主张以四院财产充做振兴教育之资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四月于上海举行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 由于一决事项之意见相左 太虚等进步派乃脱离该会 另于南京组织中国佛学会 师与王毅庭等则继续主持中国佛教会 抗战军心 师父南洋募集医药费用 一年 主持冰狼宇集乐寺 二十八年返上海 主持福建古山永泉寺 宁波天同寺 并于上海玉佛寺 圆明讲堂等处奖金部教 其中 由以仁言经之注释宣讲 清四十余年之愿力而广说之 即便纵横 饶意教界 此外 特众僧家教育 社会福利事业 各地四沙复兴 佛书堪行 难明救济等 四十二年九月于北京入济 是寿七十六 已有原英文集 原英大师法会等形式 太虚大师年谱 中国佛教静代史下册 东出 辟五千四百一十 圆权 指权显原理之经 如华言 法华等经及事 多位华言宗或天台宗所用之语 盖华言宗 以华言经位宗奉之主要经典 天台宗以法华经位宗奉之主要经典 故以其立场观之 其所宗奉之经乃佛所宣说诸经中最为圆满书胜者 摩赫纸观卷一上 批五千四百一十 圆顿 圆满顿族之意 及一切圆满无缺 以圆满具族之心 立地可达物界 即可顿速成佛 固有 圆满义成 圆满族观 等名称出现 此为天台教义所言 又其圆满之观法则称圆观 此外 诸宗派中 纠集之教或修行 亦称为圆顿 摩赫旨观卷一上 旨观辅行传红诀卷一之二 批五千四百一十一 圆顿一成 严诸法圆满 于顿即开绝正果之意 佛成之法门 圆 圆容圆满 顿 顿即顿足 天台宗旨法华一成之法门 为圆顿一成 盖法华一成之法门者 众生一念 具足三千之诸法 是位圆满 三千诸法融及于众生之一念 是位圆容 顿以色意相惜必忠道 自他融及 身佛不二 顿行者修此法 初后不二 以观十相 三或同断 得三至一心 顿素俱足诸法 究即正果 顿称圆顿一成 又足受圆顿一成 教法之力根凡夫 称为圆顿凡夫 此外 如华言 密教等意的称圆顿一成 华言教义中 诸法义多相及相入 世事无碍 重重无尽 是位圆之义 于一切射一切位 信满成佛 是位顿之义 于密教中 六大周辩 诸法西未大日如来之体得 凡圣皆居 毗如遮那之心内 是位圆之义 若正得此礼 于父母所生之身正的大爵位 是位顿之义 法华玄一卷十下 指观辅行传红爵卷一之二 批五千四百一十一 圆顿止观 一略称圆顿观 于 见次止观 不定止观 并称三种止观 禁止望念称 止 真至通达称 观 由止成观 由观资止 两者互成互辅 故称止观 止观之法凡三种 圆顿止观及其一 其诸止位 修止观之法时 不见次经历从前至深之阶段 而由初时及职愿 纯一之时相 时相之外 更无别法可资体达 称为圆顿止观 此一止观系法华经所说之观法 其后天台大师至以宣说之 张安大师贯顶编辑之 称为摩合止观 凡时卷 摩合止观卷一上 法华玄一卷十上 止观浮行传红绝卷一 参阅 止观 1476 二止摩合止观 遗书 遗书中要止乃宣说 原顿止观之法义 故称之 参阅 摩合止观 六千零七十六 批 五千四百一十一 圆顿戒 又做大臣圆顿戒 圆顿菩萨戒 一臣圆戒 一臣戒 一星金刚戒 一星戒 或单称圆戒 大戒 细一法华开显之精神 采用梵网经中三巨禁戒之作法 所传授之十重四十八清戒 为天台大师制已所主张 而由日本天台宗开组罪臣臣其义 并加以扩充 宣扬原顿大戒 旅奏朝廷 请设立一臣戒谈以便传授 遭南兜森刚猛烈反对 直至罪臣入忌后 使得秩序 于红人十年 八百一十九 宫行原顿戒受于世 举行原顿戒之戒场 称为一臣戒谈 此戒法通行于初加重与再加重 以立他为主旨 故其戒体一的永不失 即一度受此戒 则成为永久止恶修善之源动力 而永不丧失 菩萨戒一书卷上 显戒论 山家学生事 批五千四百一十一 原顿教 一元教之全名 即指华严经原顿之教 乃天台宗所立教义 据天台宗之叛教 华严经细化一之顿教 画法之原教 唯华严经原顿卷一中分为原顿教与四地建原教 以华严经为原顿教 以三藏 方等 班若 法华 涅槃为建原教 唯华经原顿卷一 二明代民间宗教之一 明西宗天启四年 一千六百二十四 由功常创立 以 末节总收缘 为号召 称功常为天真古佛转世 尊奉无身老母 入教修行之一则有十分典杖 十样真言 十分口诀 三规五戒等 其教派有三宗五派 九干十八支 批五千四百一十二 原顿 全一篇 细天台志已于三种止观中所述之原顿止观大药 又以其卷头语而称为原顿者 磨合止观卷一上 录全文 无下 大四六 一下 原顿者 出原石乡 造进集中 无不真实 细原法界 一念法界 一色相 无非忠道 己戒即佛戒 众生戒一言 因 入皆如 无苦可舍 名臣 无疾即是菩提 无疾可断 边斜皆中正 无道可修 生死即灭盘 无灭可正 无苦无疾 故无世间 无道无灭 故无出世间 纯一相 直相问无别法 法性既然明止 既而常照明观 虽言出后 无二无别 是明原顿止观 即一三三字 其后或有唱诵此章时 富有战然止观 父亲传红绝全武之安所言 大四六 二九五下 当之身土一念三千 故臣道时 称此本理 一生一念 便于法界 等二十四字者 本章之内容 初论能观之之恩 其次论所观之无作四地 而各自制原顿之相 原顿止观系 以前显知法门 直接说明彻底正的信德本具之妙理 误入佛之箭之中 其注视疑惑 既有传诀运之指观安文 现身之原顿者思超 尊之原顿章建文 天台小步及事所收 决然之原顿章显正记等于种 日本雕刻广义书籍目录大全 日联宗编转宗学章书目录 P5412 原顿无作大戒 即日本天台宗所传之原顿戒 原顿 大戒均属赞叹戒德之语 无作 心意作无表 为戒体之通称 戒体为非色非心 助于受者之身中 有防非止恶之功能 绝非为可造作发动之法 故称无作 参阅 原顿戒 5411 P5412 原顿菩萨大戒 系日本天台宗之原顿戒 赞叹戒德 故称原顿 未别于身门 为别于身闻 原诀之所受者 故称菩萨 相对于小臣戒 故称大戒 乃依法华开显之妙旨 受与范网经所说之时众四十八清戒 参阅 原顿戒 五千四百一十一 批五千四百一十三 原识 原顿一时之意 乃称天台原教之教理 一行原容一切行 一味原具一切味 而成佛顿及顿素 称为原顿 又此理为一而无二三 为真实而非虚妄 故称一时 批五千四百一十三 原识惰 又坐原惰 未惰于原理之壁 如谬解烦恼及菩提 生死及涅槃 邪正不二 善恶意如等原顿教理之意 而破坏戒行 流于放逸 于 恶取空 皆知误解佛教真理之偏望见解 恶取空 未谬解 空 意而执着于 断空 之简 摩喝止观复真超卷一普计 批五千四百一十三 圆满 梵语 周便充足 摩所缺简之意 若止十八圆满而言 称十八圆满 或十八具足 为诸佛 报身佛 所受用之国土 具足十八种功德式 即显色圆满 形色圆满 分量圆满 方索圆满 因圆满 果圆满 主圆满 辅意圆满 眷属圆满 住持圆满 事业圆满 设意圆满 无畏圆满 住处圆满 路圆满 城圆满 门圆满 衣持圆满等 另于瑜伽诗的论卷八十五 举出善说法 皮奈耶中具有形圆满 果圆满 诗圆满 等三种圆满 此外 如相好圆满 万得圆满 功德圆满 所愿圆满等 皆表各种周辨圆满 魔所欠缺之意 旧华严经卷五十五 大佛顶首人严经卷四 佛的经论卷一批五千四百一十三 圆满本光国师见陶路 请参阅见陶路 圆满修多罗 指华严经 修多罗 范 Estra 异议作经 此系华严经中自称之语 旧华严经卷五十五 大九 七四九上 耳时 如来之诸众生应受画者 而为眼说圆满 因缘修多罗 又曰 大九 七五灵中 显现自在力 眼说圆满经 无量诸众生 吸受菩提记 故华严经别称圆满经 华严 天台叛教中 所立圆教之名 皆依此文 批五千四百一十三 圆满常照国师语录 请参阅佛光国师语录 圆满常照国师语录 一千两百零二 一千两百八十 日本灵纪宗森 出名便圆 郡和 靖刚县 人 俗姓平 于奈良 经都学各宗教义语如学 又于连仓受福四退 根形勇处参禅 加征元年 一千两百三十五 吉南宋礼宗端平二年 至宋 师事进山无准师范 六年后受其心应而返日 于九州诸四说法 道俗归一者胜众 其后又至京都 出入于宫中 宫卿之间 魏彼等说禅要 广为宣扬禅风 后立驻东福寺 寿福寺 建仁寺等明察 洪安三年世纪 世寿七十九 赤士 圣义国师 为日本最早受赤国师之号者 门下有东山战兆 无关普门 无驻道小 义员等 称东福寺派 又称圣乙派 这有三教要略 三教典籍目录 假名法语 圣义国师年谱 神子禅师行识 东福寺文书 批五千四百一十三 圆福寺 位于台湾家义市 为佛光山之家义分院 初创于清道光十三年 一千八百三十三 四敬悲鸣一计有存 日具时代 寺院被废 光复后 重建四宇 迎回佛像 民国三十七年 一千九百四十八 政府选定位 嘉义八 仅六胜之一 四十六年 开正法师晋山接任住持 至六十八年 经全体信徒同意 严请佛光山星云大师接管 遂由其弟子依言法师担任住持 展开部教工作 并于七十一年春 将原大雄宝殿拆除 改建为七楼中西和壁之现代化寺院 该寺右前方有义是庙 内奉清乾隆年间抗贼与命之中 永义是五零三人之灵位 现任住持位兼宽法师 批五千四百一十四 原文 为根基纯熟而堪受原教之文法 在天台宗中以原文为十姓位之前 观形五品之初 若广泛言之 则 名字及以上之文法皆可称为原文 在法华玄义中 则指 观形及 为原文 批五千四百一十四 元臣 一千五百六十一 一千六百二十六 明代曹洞宗森 汇姬 浙江 人 俗姓夏 自占然 好散水道人 得介于云七诸红 年三十五道 明万历年间匡图说法 先后住进山万寿寺 嘉兴东寺 云门显盛寺 南京严寿寺 绍兴华严寺 等明差 以平易减亮 见重一时 松风大场 天启六年十二月 世纪 世寿六十六 法拉四十三 已有占然原成禅师 与鹿八卷形式 汇姬云门占然成禅师 塔明 批五千四百一十四 圆坛 泛语 莫奥 英译曼陀罗 旧译坛 新译轮缘具足 圆满具足 细安置诸尊之坛场 故称圆坛 大日经书卷一 大三九 五八五中 于萨婆若平等新地化作诸佛菩萨 乃至二圣八部等四重法界圆坛 此一一本尊生与新印皆是一种差别成也 批五千四百一十四 圆融 一味圆满融通 磨锁障碍 及各式各物皆能保持其原有立场 圆满无缺 而又未完整一体 且能交互融设 毫无矛盾 冲突 相互隔离 各自成一单元者称 隔离 圆融及与隔离互为一种绝对而又相对之对立关系 华言宗所谓之 行部门为一种有浅至深 依序渐进之修法 圆融门则对立于 行部门 而未即使处于极低之品位 亦可完成究极之觉悟 此外 天台宗基于法华经所说之时相义礼 而立圆融三帝 圆融三观等教义 华言宗则基于华言经所说之法界 无尽缘起之说 而立世事无碍 六香圆融等教义 观音玄一卷上 十步二门只要超卷上 四教义卷六 华言五教章卷一卷三 参阅 圆融门行部门 五千四百一十五 二 一千九百零六 一千九百六十九 台湾屏东人 俗姓礼 法明法治 浩元荣 民国十八年 一千九百二十九 一高雄龙湖安心安法师替度 四十一年于白河大仙四寿俱足解 师于三十八年 近任屏东东山禅寺首任住持 树立清规 分社职位 增建四语 开坛传战 安森尼百仲 该四岁成为一地明沙 创办三年至东山佛学院 培植女众红法人才 并创立平东佛教之会 任礼士长职 民国五十八年世纪 世寿六十四 批五千四百一十四 圆荣三帝 右座一径三帝 不次第三帝 不思议三帝 天台宗所说 空、假、中、三帝 之前二帝系针对现象面所设立者 中帝则为针对本体面各自独立之真理所设立者 此三帝若彼此格力不容 前后互成次帝 则称格力三帝 圆荣三帝则相对于格力三帝 即于一帝之中 聚足三帝 交互融会 而无所谓个别说法 金光明经文聚卷二 卷四 卷五 摩合纸观卷七上 参阅 三帝 六百八十四 格力三帝 五千六百九十五 批五千四百一十五 圆荣三观 为于一心中修空 甲 中三观 为天台宗之观法 与四帝三观 相对 又做一心三观 不可思议三观 不次第三观 空 甲 中三帝之理 为即空 即甲 即中而圆荣 所观之敬体味 一敬三帝 故能观之心 一观一心之 即空 即甲 即中而圆荣无碍 故称圆荣三观 以其断统体之三祸 故得一心三智 观经书 至以 摩合纸观卷五上 天台传佛新印记 金光明经玄一卷下 参阅 一心三观 二十三 批五千四百一十五 圆荣至德加号 赞叹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之用语 意味由永结之修行 而圆距诸善万行 由赵宰之私信 而容设一切功德 具备无上至极之福德 教行信正总序 批五千四百一十五 圆荣门行部门 何称为圆荣行部 乃华严宗之教义 从菩萨至佛果之修行皆位 就其意义可分为二门 即初后相及 称为圆荣 初后次帝 称为刑部 细华严经所说 华严宗之所判 自第二会名号品质 第六会小香光明品质 二十八品 说姓 柱 行 相 帝及佛果之次帝差别 为刑部门 如言出发心时 便成正觉者 则为圆荣门 行部门全民为次帝行部门 即于纵献上力有识信 识柱 识行 识回向 识地 等觉 妙觉等五十二位 凡夫可由此顺序渐进至佛果位 圆荣门全民为圆荣相设门 即在横面上 一位中同时具足一切位 不论其为最高位或最低位 一切西皆圆满具足 行部门为师设种种差别相所说之方便法门 圆荣门则为有理性之德的平等立场所说之真实法 依华言宗之教旨 三圣诸教乃属行部门 而华言之原教方为圆荣门 由圆荣门来看 差别相与理性之德似乎互相矛盾 其实两者互为一体 全无矛盾 故华言宗强调性满成佛 实性满位 完成佛果 此外 天台宗则以华言经教位行部门 而是法华经位圆荣门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五教章通路记卷二十七 批五千四百一十五 圆荣万得尊 佛之尊称 佛以一体而圆满巨族万得 应与尊重 故称之为圆荣万得尊 大臣本身心的观经卷二 报恩品中六句探佛 具知第六句 为佛位 是出世间功德圆满一切意义 即言佛乃圆满一切功德者 故一之使臣一切事义 人王班若波罗蜜经卷上教化品 大八八二七中 佛众法海三宝藏 无量功德设在中 为佛法 僧三者为一体之三宝 以及真如 于真如海中 如万得 为一切之所依处 立三是亦不必以而等同一体 日僧原信于其所者往生要及卷上末 以准心地观经与人王经之意 而将 原荣万得尊 依语转用 为对弥陀圣德之赞叹 阿弥陀佛 以真如为体 足万得 为一界众生之归一处 故有原荣万得尊之称 中观论书卷九末 及藏 批5416 原印录 请参阅原记事和尚语录 原印禅师语录 请参阅原记事和尚语录 原段 即天台宗所说之 原教之断或 于天台宗 既了达建斯 陈沙 无名等三或之体无有差别 而远离与原庙圆满 或致亦之理之旺 年 是为原段 此系出驻以上者之断或 批5416 原曼陀罗 又坐静曼陀罗 密教行者 于本尊之心上观想原明之月轮所成之曼陀罗 或于行者自己原明之心 月轮中观想种子 印气 形象 三者所成之曼陀罗 称为原静曼陀罗 称为原静曼陀罗 又此内心 因之妙曼陀罗初音声 称为转法轮 其因朴于十方 称为法罗 大日经选九 大三九 六七零中 由如自轮旋转相成 共为一体 如自轮者 印轮身 亦然 事故解原静曼陀罗 一时 即解密藏中 转法轮 已 转此法轮时 已亦因声普遍十方世界 谨悟众生 故曰吹大法罗也 大日经卷六 百字未成品 大一八 四零下 彼能有之此 内心之大我 随其自欣慰 导师所住处 八夜从一身 莲华及严厉 圆满月轮中 无垢游静静 于彼长安住 真言九世尊 大日经书卷十九 大日经义士卷八 大日经义士严密超卷七 批五千四百一十六 原觉 圆满之觉性 未如来所振之理性 具足万得 圆满周辈 灵明朗然 又以一切有情皆有本觉 真心 自无始以来常住清静 昭昭不昧 寥寥 寥寥常知 就体而言 称一心 就因而言 称如来葬 就果而言 则称圆觉 与真如 佛性 法界 涅槃 菩提等必尽统一 圆绝经 圆绝经 以不及演说此法 圆绝经略书续载 统众得而大辈 朔群昏而独照 称为圆绝 其时皆为一心 悖之则为凡 顺之则为圣 弥之则有生死 悟之则席轮回 终日圆觉而为常圆觉者为凡夫 欲证圆觉而为集圆觉者为菩萨 巨族圆觉而住持圆觉者为如来 离圆觉无六道 舍圆觉无三圣 非圆觉无如来 敏圆圆觉无真法 其时皆为一道 圆绝经略书卷上 综密 P5417 圆绝了一经 请参阅圆绝经 圆绝经 圆绝三观 指圆绝经所说之三种观法 即 一 奢摩他观 奢摩他 意义做止 未禁止心念而入于涅槃 二 三摩底观 三摩底 意义做观 为观如幻之相而正幻化之进行 三 禅纳观 禅纳 意义做思维 为不取静相及幻化 思维而正中道之实相 此三观 单负重叠而为二十五种 称为二十五清静定论 圆绝经 大一七 九一九上 所谓奢摩他 三摩提 禅纳 三法遁见修 有二十五种 十方诸如来 三世修行者 三世修行者 无不因此法 而得成菩提 批五千四百一十七 圆绝寺 圆绝寺 一位于日本连仓市山内村 日本灵纪中圆绝寺派大本山 三号瑞路山 西位定俄寺 日本洪安五年 一千两百八十二 北条十宗所创建 以宋森五学祖原位开山 而由宋森兰西到龙尖造 于工程中自基土挖出圆绝经之石柜 故以该经之名为四名 四位幕府知其院处 居连仓五山中之第二 四域圣广 有山门 设立殿 开山堂 石宗庙等 其中设立殿建于洪安八年 为日本现存禅宗建筑中之最古者 圆亨市书卷八 严宝传登陆卷二 莲仓五山记 二位于琉球首领城外当藏村 三号天德山 属灵济宗 1492年 琉球国主上 上真旺为王父上缘追福而建 1494年俊宫 以日僧借隐�禅师为开山 上真王并赐乙子一 任为僧禄 礼玉被制 后将寺改为玉院寺 寺中七堂加兰俱备 为琉球岛中第一巨沙 琉球由来寄 琉球往来卷下 日本名圣地制卷十一 批五千四百一十七 圆绝修多罗勒一经 请参阅大方广 圆绝修多罗勒一经或圆绝经 圆绝修正仪 请参阅圆绝经到场修正仪 圆绝掠书 圆绝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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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一卷 为大方广圆绝修多罗勒一经之略称 又作大方广圆绝经 圆绝了一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七册 唐代佛陀多罗义 义者知事迹不详 近代日本学者以为此书可能是维经 并认为其内容可能是根据大佛鼎手 冷颜经而来 全经主要说明大臣圆顿之理及如何观行实践之法 著世书有唐代宗密大书超十三卷等多种 禅宗自古以来即重视维摩经 人颜经 圆绝经 然日森道元认为圆绝经所说与其他大臣诸经有意 故加以排斥 开元世教路卷九 蓄谷经一经图记 参阅大放广圆绝修多罗勒一经 七百六十五 批五千四百一十八 圆绝经大书 圆绝经大书 请参阅大放广圆绝经大书 圆绝经大书超 凡十三卷或二十六卷 唐代宗密 七百八十八百四十一 转 右座大放广圆绝经大书超 圆绝经大书是一超 圆绝大书 收于万续藏第十四 第十五册 宗密于常庆三年八百二十三 这成圆绝经大书三卷 其后复传本书加以详识 书中屡屡引用如 道二教之典集论世广博 非仅限于佛教 故全书体才已尽于佛教百科词典 本书与宗密之令二著作 禅圆诸全集都续 禅门诗资成习图 并未研究禅宗史之重要文献 P5418 圆绝经修正仪 请参阅圆绝经到场修正仪 圆绝经略书 凡四卷或二卷 唐代宗密七百八十八百四十一转 又作大放广圆诀修多罗勒一经略书注 圆绝经略书注圆绝略书 大放广圆绝经略书注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九册 宗密曾作圆绝经大书及圆绝经大书抄 然因二书博影旁证 过于广泛令人不亦受持 乃节略其经要而作略书 又宗密令者有圆绝经略书科 以科判本书 并作圆绝经略书抄以注释本书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参阅大放广圆绝经大书 七百六十六批五千四百一十八 圆绝经略书注 请参阅圆绝经略书 圆绝经道场修正仪 凡十八卷 唐代宗密七百八十八百四十 一转 又作圆绝经修正仪 圆绝广修正仪 圆绝修正仪 收于万续藏第一二八册 内容记载关于理颤禅观等之修行仪则 本书系根据大放广圆绝修多罗勒一经 圆绝经 以阐明佛教修行者于实际上之修行 及宗教行事方面 所应行之作禅观法 与忏悔灭罪之法 并规定赞仰讽 宋家行礼拜之行法 又本书于中国佛教之仪礼方面 系继承东静道安至天台至乙之实修体系 而与唐代慧绝之华严经海印道长颤夷四十二卷 并称佳作 书中引用至乙所者天台小指观之处甚多 然本书之重点在于巧妙的将华严与禅之行法家已结合 又宋代禁元 一千零一十一 一千零八十八 将本书简化 这成圆绝经道场略本修正仪一卷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 批五千四百一十八 圆绝广修正仪 请参阅元绝经道场修正仪 圆剑禅师语录全一卷 全称赤士圆剑禅师藏山和尚语录 右座藏山和尚语录藏山路 日本灵济宗森藏山顺空 一千两百三十三 一千三百零八 传《日本盐宝八年》一千六百八十 刊行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册 吉禄高城护国禅四语 东福四语 法语 小佛式 赞 自赞 祭诵 遗迹等 卷墨附禄虎观师练所传之原见禅师传一篇 P5419 图灰外道 图灰 泛明 Buzzman 右座灰图外道 或称寿主外道 泛PYUTATA 牛主外道 古代印度外道之一 即变身图灰 以苦行求升天 崇拜大自在天之一派 此外道以大自在天 泛Mahevara 为万物之创造神 其全身图灰 隐康之沸汤 持牛 狗 鸡 智等界 沙阳四比天 指此为解脱之音 自在天又称寿主 此外道学比天之法 故又称寿主外道 牛主外道 北本涅槃经卷十六 华岩经随书演义抄卷十三 巨舍论光纪卷九 P5419 图毒谷 未图有毒料 使人闻其身即死之谷 禅宗以此比喻师家令学人丧心或灭尽灯 甜 吃之一盐一聚之基盐 景德传登陆卷十六 全荷禅师条 大五一 三二六中 无教义犹如图毒谷 即一身 远近闻者皆丧 北本涅槃经卷九 P5419 图香 饭与P5419 又做涂生香 涂妙香 以香涂生 以消除臭气或脑热 印度自古属热盛烈 人体一身臭气 其地风俗碎以沾痰等香 倒成粉末和水吊汁 用涂其身 然于佛制中 规定比丘及沙米等 不得涂香或带着香花满 诸今一位 出家之人 应以戒及禅定 净除其心之垢 以替代世俗人所用之涂香 但若以涂香供养诸佛 菩萨 则能获胜大功德 顾密教中以知与恶家 滑满 烧香 饮食 灯明等并称六种供养 然需依各布 佛布 莲华布 金刚布 之别 而供以不同之涂香 供养食 应截涂香印 口颂真言 而以各伏其类之涂香供养之 皮尼姆金卷五 金刚顶金于佳修席 鲁卢遮纳三摩地法 苏西的杰洛金卷上涂香药品 大制度论卷九十三 餐月 香 四千零五 批五千四百一十九 塑像 只用土塑造之佛像或其做法 系源自西域 然更早知印度布派佛教时其极有塑像之记载 如有布皮奈耶杂士卷十一所在 大二四 二五五中 譬如素师或比弟子 先用墓边做其香状 四以神禅 后安诸泥以成形象 令于释迦方至卷上泛衍纳国调一载 大五一 九五三下 四有涅槃卧素佛 长千余齿 易经宝庄之 近年于中央亚系亚裔发现大量的塑像遗品 其中有造于二三世纪寝珠添布头像 七八世纪间所造之力佛像 菩萨像 我国最早有塑佛像之记载建于初三藏记及卷十二法院杂圆 原始集目录上有宋明帝陈太妃造法轮四大尼像并宣服卧像祭等十九字 其后历代塑像之风颇盛 于京敦煌千佛洞中即已有多数唐宋时代所塑之佛像 于日本天平年间为塑像之最盛时期 传流至今 较著名之遗品有法龙四五重塔内之塑像群 东大四三月堂之日光 月光两菩萨及执金刚神 新药师四之十二神将等 塑像之作法大多先以木竹等位骨架 其外土以厚土 于里层土中 杂以粗糙之纸草 Papyrus 于表面者 则多混以云木土 比令细致云称 如玉手指等细腻部分 则以金针卷上麻丝 作为中心而制成 佛像粗尘后 在于干燥之表面上涂漆 贴薄并修以彩色 此法颇适于制作写实之佛像 以此类方法完成之塑像 又称泥像 土像 像 像 此外 塑造成与雕刻并举 而称作雕塑 墨阳嘉兰记卷一朝以尼寺 西域记 惠生 古今图书 成神 一点 第九十至 第九十四 支那美术史 妖素篇 批五千四百一十九 种本善龙 一千八百九十八 一千九百八十 日本佛教学者 爱知见人 自东京宗教大学 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 即至我国留学 活后 历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京都大学教授 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 1937年至1944年 编辑 知那佛教史学制 其后 又从事佛教艺术 唐代中其后三教之关系 唐宋转变时 中之思想及宗教等研究工作 1961年发表 中国庶民的菩萨 的藏语观音 同年二月 自人文科学研究所 退休 学术界 也为其编探 种本博士送受纪念 佛教史学论集 五月任职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 1960-1962年 主编 西域文化研究 知第一卷 敦煌佛教资料 敦煌佛教史 说 自1928-1978年之间 先后九次至中国从事实际研究及学术探讨工作 随随 是日本研究中国佛教之权威 颇受国际学术界重视 这有中国佛教史研究北魏篇 唐中旗之净土教 中日佛教交流史研究 大师佛 照论研究 魏书士老智之研究 唐与印度 佛教之思想 不安与星球 中国净土 过去现在因果经 中国净是佛教史之诸问题等 P5420 塔 梵与ST 巴 巴黎与TH 巴 印义做苏独婆 苏独婆 苏兜婆 手兜婆 树豆婆 苏偷婆 不独婆 我 思婆 绿兜婆 醋兜婆 略义做塔婆 偷婆 兜婆 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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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塔 意义做高显处 功德具 方焚 圆种 大种 种 焚灵 塔庙 庙 威宗 大具 具象 灵庙 卫 顶 堆土 之意 鸣 茶 琴 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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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缘只为安置佛陀设立等物 而以等构成之建筑物 燃至后世 多余 知提 范KTR 混同 而范止于佛陀身处 成道处 转轮处 班涅盘处 过去佛之精行处 有关佛陀本身谈之圣地 辟知佛窟 乃至安置诸佛菩萨像 佛陀族 祖师高僧以古等 而以堆土 石 木等著成 作为供养礼拜之旧物 燃据摩赫森指律卷33 法华译书卷十亿等之记载 则应以佛陀设立之有无畏塔与之体之区别 凡有佛陀设立者 称为塔 无佛陀设立者 称为之体 此则安置佛陀设立之居师那 摩基陀等八塔 为苏鲁波 令儒家皮罗成佛身处塔 佛陀家耶皮树下之成道处塔 路也愿之转法轮处塔 指缘金舍大神通处塔 驱女城边三道宝阶处塔 齐学山大神经处塔 眼罗魏陵为魔线集处塔 沙罗陵中涅槃处塔等 八大陵塔 则进入之地 不中补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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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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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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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所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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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我国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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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感 感谢观看 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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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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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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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輪又稱盤蓋,陳漏盤,輪蓋,胃,皮頭,蟟蟲 蟲之輪蠻形建築,中間一竿,沙柱,貫川,頂端有蓋 自印度時代即有香輪,輪數有多重,如兼陀螺之雀離浮屠有十三種香輪 洛陽永寧四塔有三十種,沙齊大澤井有三輪 日本四沙常見九種輪香,故又稱九輪 除複形塔外,除複形塔外, 上有多種樣式之塔,如 一,多寶塔,系源自法華經殿寶塔品所說之多寶佛塔 及於一般單層寶塔上加長層,如屋岩,之塔 二,於紙塔,系基於於紙巾所說之塔制 四,為普通寶塔之形及於中央及屋頂似於另立五個香輪,每一香輪上皆附上五輪 三,寶竊印塔,及基坦及塔身均作虛迷形,塔身之上有蓋,蓋之形狀成正方形,內藏寶竊印陀螺尼 四,香輪塔,系基於吾構近光陀螺尼經所說,及錦造立香輪不分,將之建構為塔柱之狀,並視之為塔 五,以平位塔身之塔,如寶平塔,遠塔,能作塔等君屬之 六,五輪塔,稱五輪塔婆,五輪平塔婆 多位密加所用之塔式 即重疊方,圓,三角,半月及寶珠等五種形狀之石 其分別書寫等五大之種子,四地象征,水,火,風,空等五大 七,散塔婆,即於方柱上座蓋,並於頂端安置寶珠之塔 八,六的藏塔,於方柱上布安置六的藏之塔 九,無縫塔,即僅以一塊碑石座為王森之墓碑,或以一塊卵形之石座墓碑著,則稱為卵塔 十,板塔婆,細於細長之板上刻造五輪塔之形狀,通常立於墓地,祈求死者之名符 十一,角塔婆,亦為五輪塔之變形,細於細長之四角柱上記載按字記文,一般用於唐舍落成之公會 助立於唐前 雜景 雜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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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楼阁市塔 如山西印县之木塔 河北定县开园四支砖塔 河南开封右国四支琉璃塔等位著名之楼阁塔一构 十三密岩塔 如河南松安松月四支塔 北平之天宁四塔 十四 上祭之外 另一颂入 悟空之塔形 乃佛教国日本之象征 又上祭各种塔式 大多为日本所有之特殊造塔 于我国佛塔之外观通常大别位层塔形与岩塔形两种 于唐代一构之中 前者以西茨恩四四角七层之大岩塔为代表 后者以剑四四角十三岩之小岩塔为代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以所纳藏之物而言 则塔之中有 一 设立塔 又称佛塔 及苏独播之本意 为安置佛生徒皮后结成之设立所建之塔 二 法塔 为供养佛法而立之塔 三 这塔 为供养佛陀之家 祖旨之塔 前 继续达长者有取佛陀法造而其塔供养 乃造立法塔 找塔之滥伤 四 雅塔 供养佛雅之塔 五 真身塔 供养高僧之真身 肉身 者 著名之以后有三之 藏藏法师之真身塔 建于唐代之法门四真身塔 建于后境之魔藤大师真身塔 六 灰身塔 及高僧涂皮后 收其移境 柱塔以藏之者 七 碎身塔 及并非安置全是或全移 以境之塔 而系锦纳藏图皮后 移境之一部分 如日月坛之慈恩塔 及是玄藏大师之碎身塔 八 普通塔 又称普通塔 海会塔 及收纳众僧疑谷于移除之塔 九 三界万塔 集合四所有有缘无缘之遗骨者 十 塔 为其求无骨丰收而在其中收藏到骨之塔 十一 一字一石塔 集在每一小时上刻写法华经等经文中之字 而埋至地中赋于其上建塔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菩萨经 经义有佛之法塔 一塔塔 等 等到立天上之四塔 即所谓之 地势四塔 令于释迦如来成道记住卷下所记载之天上四塔 则以 择一塔 取代一塔 此外 把花 经卷四法师 有塔 安置 之经卷之 记载 并未经卷乃如来之法身 故意以其塔供养 典型代表之藏金塔 如南天铁塔藏有金刚银 卓房生云居自知那塔中那一百 八十代金碑 千 八十个小金碑 除上 即各种纳藏物外 亦有于塔内或塔身碉会佛陀八乡成道之图乡 如七辖寺设立塔基坛所碉之八乡成道 无碉 为著名之一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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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以建材而别 塔之种类略有下列数种 一 砖塔 县西兰 缅甸 巨等 第所一层之塔 八多位砖塔 于中 国 柱之一 构有松岳四之十二角十五层砖塔 基座极高 密延重叠 秀丽雄伟 极具建筑艺术之价值 如 并有山邹县 重新四之重砖 北 偏宁四之八 架十三砖塔 杭州 埃化四之六合塔等 均为高达数百尺之砖造巨塔 二 木塔 如上所举加逆色加王所造之 雀黎浮屠 洛阳之永宁四塔等 均属木造之塔 若古代木塔之存于经者 殊不易见 此因风雨之波石 与亦遭冰火等元 中国现存最古之木塔 为山西印县佛公寺之世家塔 造于辽道宗清宁二年 1056 为八角五层塔 高达115公尺 构造极坚固 原顺时印象 现大地震7日 此塔仍亦不动 又河北镇定天宁四之八角九层塔 亦为著名之古木塔 于日本 由于地震平人 故以木造建筑为普遍 其中已造于飞鸟时代之法 龙四五重塔为著名 又日本自愿之木塔中 以三重塔与多宝塔之塔 是最为常见 三 石塔 印度自古多用石材造塔 如上纪所说之山齐大塔 达尔马拉兹卡 塔库特伊巴西等珠塔属之 于中国 如大铜云岗石窟中所存之珠 大多采用石材 山东济南神通寺之四门石塔 细建于隋壤帝大业七年 611之古石塔 河北房山云居四之北塔 有四座造唐代之塔 白色大银石塔 福建全州开园四支双塔 亦为石塔之典型代表 韩国之石塔已构亦多 由于新罗时代 造力不少于变化之石塔 如佛国四支释迦塔 近四支十三重塔 华岩四支设立塔等 日本最早建构之石塔 为班若四支十三重石塔 现存着银江石塔 四支石塔 荣山四支七重塔等 未著名 日本石塔建筑中 若在板状石块中央客会像 佛明等 其下书写造塔因缘 年月造立者之名等 称为板碑 又日本各种 是中之石三重塔 大多位石造之塔 四 玉塔 世间所存极少 国内则无存着 清康熙四十九年 一千七百零九 圣祖曾命将人雕造一座八层之玉塔 高约三公尺 以黄绿白三色玉石相配而成 非岩画洞 雕琢精致 每层塔内又雕刻佛数字 鬼斧神功 堪称国宝 习后因市局千变 辗转流落 而由一股董商授与美国一收藏家 金葬于美国奥利冈大学 五 沙塔 法华金方便品 金律一箱卷四十军载 童子聚沙卫塔 之故事 可知古代印度造塔 崩器之普遍 建材之广泛 以沙才 来须从不坚之兴致 故无长久存留之沙塔一例 六 尼塔 土塔 如法华金方便品 所在大九 八下 或有起十庙 沾潭及省水 木并鱼才 砖瓦泥土等 若于旷野中 积土成佛庙 另聚三宝感 木卷一载 西石高丽辽东城邦 一座三层之土塔 塔置为印度之富士 又日本顺德天皇建宝四年 一千两百一十七五月 到驻法亲王曾造立八万四千座塔供养 一回乃永远 五十四年 一会儿 十五月 一班 一会儿 五十四年 五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 二十七八千 五十三万 五十五年 一会儿 佛陀在世时及曾预言, 与其涅槃后两百年将加逆色家王于坚陀罗成东南造立浮屠。 佛陀涅槃后二百年,果有加逆色家王出,一日出游成东, 见四童子蝶牛粪位塔,高约三尺,请客及消失, 往乃于其建构四塔,即著名的雀离浮屠。 八,铁塔,经典所载最著名之立位纳藏金刚顶巾之南天铁塔。 据入唐囚法巡礼记卷二载,唐高宗林德二年,六百六十五, 九月,法云寺造立座高一丈之七层铁塔。 现文教著名者有山东记名铁塔寺,江苏镇江甘露寺之铁塔。 又开封又国寺之铁,宿义,铁塔,知名著称, 然该塔时为塔,景音塔身为铁色之故故事习称为铁塔。 九,铜塔,吴越望前红涕仿效阿玉王造塔之故事, 自后周显得二年,九百五十五, 开始,前后十年,铸造八万四千座高约二公寸之铜塔, 内藏宝窃新宗林,班师诸国,远近称美, 是称前红涕塔。 十,经塔,与法华经方辨评, 宝窃印陀罗尼经, 有布尼陀纳卷寺等诸经典中, 佛陀云听许以经财造塔, 且印度自古及有以经财造塔的做法违限于材料之珍贵, 并不普遍。 十一,银塔,与经塔同属罕见之造力。 据出三藏纪集卷八载, 华士陈义陀罗门曾于其宅中造力一座高三尺宽, 八尺之银塔,并与塔之四堪各安置一尊高达三尺之银像。 十二,水晶塔, 如日本版本石藏房之水晶设立塔为著名之造力乃日本之国宝。 十三,玻璃塔,车取塔,卯塔, 琉璃塔,及珠宝剑杂岩式而成多宝塔, 亦可建于法华经方辨品, 宝塔品等之记载。 十四,香塔, 即以香之粉末拌水味泥, 做成之小苏赌波, 高度长达一, 二十公分上。 塔中安置手抄之经文, 以之功仰拜, 称为, 法舍利, 若见机具无数小香塔, 即可造大苏赌波以及中奉制。 据大唐锡玉记者九载, 此系印度自古及盛行之风席。 上纪之外, 现今一般新造之塔, 多位高精水泥混凝土之建材, 较少采用纯粹之木, 十, 等传统之塔材。 就其塔之性而言, 最普遍者为, 一, 祈福塔, 盖因佛教相来强调造立佛塔可获及殊胜之功德福报, 故一般信众参与造塔多以祈福为其重要誓言。 祈福者每一己, 之才一起塔若干及, 最低者三及, 最高者十三及。 著名者如杭州之宝蒂塔, 六合塔, 开封右国四支铁塔, 巷国四支盘塔等。 二, 报恩塔, 未报佛恩而起塔, 故称报恩塔。 最著名之造一位南京中华门外报恩寺内之报恩塔, 造于明成祖永乐十一年, 一千四百一十三, 至宣宗宣德七年, 一千四百三十三, 十二, 历时十九年, 塔身高约百余公尺, 共八角九尺, 每层皆有行郎。 塔外位精致白瓷, 每一有一佛像, 每层塔延赴以五色琉璃瓦, 最上层塔顶关以黄金宝关, 重两千两。 每角玄有灵夺, 风起之石, 深彻云霄。 塔心为波罗形, 上至金球。 规模极为宏大, 大英百科全书一详加批载。 三, 法身塔, 被安置法身设立而造之塔, 如上纪古来印度所造之香塔, 内藏手抄经文或法身纪, 故称为法身塔。 又于密教中, 犯自之, 综, 为法界之种子形, 其外形犹如圆塔, 故意称为法身塔。 四, 受塔, 为生前玉造之墓碑。 此外, 于建迦兰之前, 预先则定起塔之地, 称为, 塔式。 旧塔排列位置之形态而别, 岳分位, 一, 孤立式塔, 乃单纯独立之塔, 为最普遍之式样。 二, 对立式塔, 如陕西长安大雁塔与小雁塔之两两相望。 三, 排立式塔, 如浙江家和茶禅寺内之三塔, 建于唐末, 多次移回, 光绪二年, 1876, 重建。 四, 方立式塔, 如辽宁沿阳之四门四塔, 号称, 沈阳四塔, 即得藏门外法轮四支北塔, 得胜门外广瓷四支南塔, 外壤门外延寿四支西塔, 附近门外永光四支东塔。 五, 拱立式塔, 最大, 四角各立一塔, 四大, 前面二座位圆形塔, 稍小。 右塔乃全部迦兰建筑中最重要者, 故自印度以来, 对塔之配置, 有一定之规制。 据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三载, 于一家栏中, 塔不得建造于南方或西方, 而印制于东方或北方, 森房则反之, 印造于南方或西方。 于密教诸尊相中, 以塔位三昧耶行, 略称三行, 或持物者不少, 如金刚界之大日如来, 及多闻天以宝塔位三昧耶行, 胎藏界之大日如来, 以五轮塔位三昧耶行, 复因密教以大日如来, 表示法界体性质, 故其三行塔又称法界塔。 此外, 三十必弥勒菩萨与多闻天之持物均为宝塔, 亦有于弥勒菩萨之宝官上安置五轮塔者。 诸经典籍古来各种教说, 皆为造塔有极大之功德, 如无量寿经觉下位起塔利向乃往生净土之因行。 令如辟玉经举出十种造塔之书圣果报, 一,不生于边国, 二,不受贫困, 三,不得于吃邪剑之身, 四,可得十六大国之王位, 五,寿命长远, 六,可得金刚纳罗严厉, 七,可得无比广大之福德, 八, 诸佛菩萨之慈悲, 九, 具足三明, 六通, 八, 托, 十, 得往生十方净土。 此外, 造塔功德经, 造塔严命经等一举出颜寿, 升天, 灭五无见罪, 成佛等诸种功德。 又绕佛塔功德经, 则皆是绕塔, 又称炫塔, 可远离八南, 具足妙色相, 获得扶命财宝, 乃至的卫天人诗等。 提位金位炫, 塔有如下之武功德, 一, 后世的端正好色, 二, 的好阴身, 三, 的身天上, 四, 的身王侯家, 五, 的泥环道。 然绕塔亦有一定形式, 如绕塔一律, 寓意又为准, 又绕塔之时, 须低头智的, 不得悟倒地上重之, 不得左右故事, 不得与塔前之地拓土, 不得中注于人语。 此外, 不限于造塔, 绕塔, 举凡修塔, 扫塔, 以塔的皆可, 和末大之功德。 长阿含卷四有行经, 增益阿含经卷十九, 启事经卷二,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一佛所行占卷五, 八大灵塔明号经, 四分律卷五十二, 华严经探玄记卷八, 瑜伽论记卷二十一, 大唐西域记卷二, 梁高森传卷一, 世家方志, 广宏明集卷十五, 卷十七, 洛阳嘉兰记卷一, 徐印英译卷七, 日本书记卷二十, 扶桑略记卷三十, Ga, Ferguson History of Indian and Eastern Architecture, VoE, I2, VA, Smith A History of Fine Art in India and Salon, 参阅, 陈漏盘, 3254, P5421, 塔主, 陈林中, 奉是祖师之墓像, 画像, 墓所之之称, 即禅宗寺院之首塔僧, 或掌管塔头之人, 参阅, 塔头, 5436, P5432, 塔室, 巴利明TH Pavaese, 南传上座布佛教经典以外之著作, 十三世纪西兰比丘法奇沙拉, 巴菲斯斯拉, 者, 主要叙述是加木尼之生平, 及其入灭后分设立之情况, 此外一收录阿努拉达普拉大塔之历史, P5432, P5432, 塔印, 表示塔之印, 又称律兜波印, 及密教经, 胎两部大日如来及法华经之本尊是加木尼如来之印器, 塔印有里塔, 智塔, 心塔三种, 以表胎藏界大日如来一字所成之里塔的摩索布至印为佛布塔印, 以表金刚界大日如来五字所成之至塔的外五谷印为金刚布塔印, 以表法华经本尊是加木尼如来之魏夫莲华, 及皮鲁哲纳之心塔的法华印为莲华布塔印, 即以此三印配列三部之故, 称为三部塔印, 其中, 无所不至印表六大, 四慢, 三密之印器, 有开塔, 必塔二传, 开塔印以左右二手虚心合掌, 二十指相拧, 开二大拇指之间, 这于二十指之上结, 必塔印先虚心合掌, 二十指相拧, 二大拇指并合, 这于二十指之端。 外五谷印表五至五佛之印器, 数合二中指, 驱二十指如钩, 至中指之棒, 合数二小指, 二拇指如五谷金刚处。 法华印乃表金, 胎布二之印器, 其印象有二传。 初传先结魔所不至印, 后以二母指烧入掌中, 后传与无所不至印之开塔印童, 即与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于家观行以鬼所说之大日如来见印相同。 印诀超卷三, 纯于, 金刚风楼阁一切于家于指经修行法卷二, 安然, 总持超卷七, 参阅, 五谷印, 一千一百一十六, 无所不至印, 五千零九十二, 批五千四百三十二。 塔四坚固, 五五百年之一, 五坚固之一, 即佛入灭后第四个五百年, 未造立塔四坚固之时期。 此说出自大放等大集精卷五十五。 参阅, 五五百年, 一千零六十五, 批五千四百三十三。 塔克伊布斯坦, TKI, Bustan, 西亚西亚萨山朝, Sassanet, 时代之言枯遗迹, 位于伊朗西布克曼沙, Kermansha, 郊外九公里处, 其地有权, 设有院池。 塔克一位, 穷龙, 布斯坦一位, 乐园, 和称及纸具现乐园之穷龙建筑所在地。 盖伊朗高原多属布毛之沙漠, 有水之处则冒生草木, 能解热可, 每辈是如乐园, 塔克伊布斯坦及典型之一例。 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此窟之构造 颇类似佛说阿弥陀经中之极乐世界, 而为西亚西亚与伊朗之乐园思想影响大乘佛教之成立, 如无量受佛之不老不死, 及能满足观能欲求之极乐世界之构想等。 此窟正面上断言必有以萨山朝赫斯洛二世, 克斯洛五百九十、六百二十八在位, 为中心之浮雕, 其两边有仙教之教主神阿凡士旦, 阿弗斯坦, 英文名阿弗拉玛斯达, 亚弗拉玛哲达, 集权之女神阿纳西多, 左右必有狩猎游乐图。 其中赫斯洛威乐园主人, 光明与正义之神阿凡士旦, 具有大势智菩萨之特征, 全知女神则显示出观音菩萨之各种机能, 即表现阿弥陀三尊。 据比等日本学者推测, 获系极乐世界原型遗迹之一。 P5433 塔院寺, 位于山西五台山显通寺之南, 又称大宝塔院寺。 五台山为我国佛教一大圣地, 山中古迹, 佛岔不可胜数, 然全山五峰之中, 仅此寺有阿玉王所制之佛设立塔及文书法塔, 因而得名。 明臣祖永乐五年, 1407, 赤令太监扬申重修大塔, 始建四。 万历六年, 1578, 太后赤令中香范江, 礼友重建, 四官辉红壮丽, 关于五台。 设立塔又称白塔, 高达八十六公尺余, 建筑形态极为别致。 P五千四百三十三。 塔尔四, 西藏名SKU邦。